第四百五十集 自绝一 中秋佳节宴会顺利举行 赵九与裴氏的吴贵妃一起出现 然后当场宣布 之前摇山大战当中 战功卓著者 有士领子女的一并按战功 纳为献血 周血 太血子弟 渡田之中退还田地较多的一民 消防之前赎买河北流民的例子 也一并须以献血 周血 太 学 名额 同时从明年开始 全面恢复三级学校之间的正常考试 恢复殿试 非之如此 之前大战中的战死者 若是家中有存续的 也要一并受田 而若是家中宗族凋零 只有孤儿的 田土由他赵官家亲自带管 孤儿则也由赵官家 在受田之后带回东京 一并安置抚养 这是一次公开的庞大的试恩 宣布之后 军方地方文臣武将纷纷展颜 着实冲担了不少之前 杜田和改编部队带来的严肃气氛 当然了 还是有意外出现的 喝多了以后 一个事前调查的缺口 秦丰路经略是王燕 向赵官家哭诉了自己的委屈 他担心这么离开部队 再加上八字军的特殊性质 会被人误以为他卧兵权太急 好像做出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情一般 赵九无奈只能尽量去哄啊 大概就是说对方文物双全 正该去做文臣 说不得将来做好了 还能当宰职呢 这也就是鬼扯了 但是态度还是要有的呀 而且你还别说 除了一个王燕之外 和上次大燕率臣军官不同 此番还真就和谐了许多 可见这些货色呀 也是一个个吃软怕硬 就这样 赵官家大燕中秋 算是为关中事做了一番首尾 而接下来他不顾东京方向的屡屡催促 据说呀 笔触又高丽使节重回 又有沾喊古怪南下大明府 还有南下平叛事宜安排 太后与朱扬州显贵要求 正式折返东京 以及潘贵妃 显怀欲慎之余 思念欲慎 等等等等各番事宜 根本就是强行等在长安这里 等到寿田完全在形式上结束 方才率大军东归 不过呀 临行前 关于关西的最终安排 也终于做了出来 却是让宇文旭中继续坐镇长安 胡尹为关西五路转运使 韩世忠御营左军 宜屯长安 总览关西军事 无界屯方舟 应陕北对延安府的完颜活女 同时啊 赵九正式罢免了张俊的 巴蜀五路转运使的身份 转为汉林学士 但却以小林学士 出成都府路经略士 刘子宇为利州路经略士 不过 必须要提的是 一个之前一直被忽略的人 却意外地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大力提拔 昔日 张俊的财政心腹赵开 因为表现出众 此番全责 干脆从巴蜀五路 直接扩展到了整个关系 这位理财能手眼下的差遣 乃是官善 巴蜀九路转运判官 兼都大提举 九路察言公事 兼提举沿边 买马兼目公事 同时啊 被额外赐下紫袍 徐用军马传递密闸 直成御前 此人在通关一息 俨然只受语文须中 一人调遣 对此啊 有人说 这是张俊推荐所致 也有人说 这是官家 在为整个国家的财政改革 做试点 赵开做得好了 未必不能够直入御前 飞黄腾达成为户部上述 总览全国财政 甚至可能有机会成为都省相公 但是不管如何了 九月秋高气爽 韩世忠往怀西搬家 曲端留在关西等着买马不提 赵官家摔着御营中军 与无数的其他随缘 浩浩荡荡 正是东归首都 除了徒中在废都遗址上祭祀的汪相公之外 并无多余的停留 九月中旬 官家行至了郑州境内 前一日 底报头版头条 还在写着战事激烈 东京无一日对官家有所动摇 官家将至其都 这些废话 而下一日却忽然发了一期 简短至极的增刊 增刊只有五条简短讯息 其一 之前一直在河南地处置军屯转丝田 适宜的许相公 其实早已经病痛难难 官家一折返 便在郑州无奈请辞 而官家当面未留不成 已经同意许相公荣贵了 且官家已经明发旨意 让汉林学士们议论许相公的封赏 与荣修的王爵待遇了 同时议论的 还有恢复李刚 李伯纪的待遇事宜 其二 依旧是以太后 宗室守扬州不变 其三 汉林学士张俊 以关西军功 魏晋 淑密石 正式成为了西府相公 其四 玉营前军都统治岳飞 早在玉营中军抵达河南之前 便已经提前率部南下 往平中相之乱去了 其五 以东南史相吕一号所奏 罢免东南京乡二史相 全权之走 其中 东南史相吕一号 转两这路经略史 京乡史相刘齐 带岳飞部兵马抵达 即刻入京为都省副相 在照淮南两路转运时 赵鼎入京 败为都省宰乡 一并辅佐 公相吕浩问 同揽朝政 果然是赵鼎啊 官家终究 使任贤之心 压过了任亲之意啊 将入东京 殿中事与使莫其谢谈者而谈 竟不觉得有半分意外 因为他早想到 无论如何 朝中都需要有做事之人 赵鼎的上位 属于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所谓情理之中 指的是赵鼎本身 资历官职年龄 都极具敌气 作为昔日靖康中 逃亡太学的几人 也就是赵鼎 张骏 胡银中 年龄最大的那个 而赵延镇早在怀上 就算是第一批 被赵官家收拢的心腹之人了 而且早早进身 淮南两路转运时 成为地方大员之一 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仅次于几位史相了 实际上 考虑到李一号的肆无忌惮 以及徐景恒 徐相公突然的荣休 外加上 李刚再度被官家轻轻挂起 之前 胡银 刘子宇 小林学士等 官家心腹 潜在人选 被留在关西 彼时 所有人 就都意识到 三个载府 必然有淮南照顶 一个位置 但是 正所谓意料之外 很明显 赵官家 这是要亲事亲为了 所用之人 最起码 是要跟官家登基后 有牵扯 也就是所谓 官家心腹之人 而从这个角度来说 张俊与官家私人关系 无疑是要比赵鼎 亲密的多 所以呢 前一晚 还有很多人认为 会是张俊 为都省宰相 赵鼎 为疏密使 乃至于傅相 但未成想最后 会是一声不吭 远在千里之外的 赵鼎居首 当然了 对于莫七谢 这种聪明人而言 即便是不知道 有胡吟 这个小兄弟 在两个太学兄长之间 插了一杆子 这破事啊 确实也有所猜度 无论如何 官家都需要 有一个能做事 有丰富底层经验的 都生宰相 之前是徐景恒 现在自然是赵鼎了 至于刘吉嘛 坦诚地说吧 在之前那种 非正常局面下 没人能够确定 他是真能力 还是假能力 何况 论关系 这位刘相公 跟官家 毕竟又远了一点 相对来说 当年因为在淮南 安置淮北流民 而入了官家眼 并在淮南 兢兢业业数年 保证财富供给的赵鼎 就显得靠谱多了 而这种事呢 说好听点 是赵官家 公事为先 忍人为嫌 说难听点 是赵官家 没有经验 在这儿心虚呢 当然了 终归是好事啊 领导不乱用心腹 难道 还能是坏事吗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宋》 作者 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 领衔录制 后期 丹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四百五十一集 自觉二 高丽史杰 来的是谁 这一次没有什么阅兵 也没有什么仪式 最后一支御营部队 也干脆停到了 承熙月台 而赵九根本只是 带着御营班值入城 进得城后 不急入后宫安歇 这位官家 便汇集了百官于文德殿 学门之前 城内的相关事宜 吕浩问 本一年长 性格也速来沉静 此番进为相公之后 不知道是装的 还是真的 却是比以往 更沉稳了许多 文言 只是肃力 并无言语 而很快 眼见着 公相吕浩问 心智 书密室张俊 同知 书密院士 陈奎 依此无言 礼部上述 朱胜飞 随即上前一步 拱手相对 回禀陛下 来时换作正知常 乃是高丽国内的 汉林学士之制造 温才即将 不知陛下可要照见 何时照见 不是金副氏 玉座中的赵九 微微醋眉 此人在高丽 属于开京两班 还是平壤两班 对金主战主和 好让官家知道 此人素来 由红卢寺少卿 王冷管办 所谓开京两班 平壤两班 称伟师不知 但之前 官家大圣 他匆匆扶海而来 却是连坐诗词 称颂官家神武 而且诗词 确实不错 想来 应该是对金主战之人 朱正非一时无言 沉默了片刻 风才拱手言道 这个答案 明显是有错误的 但是作为礼部尚书 了解到这个程度 已经算是合格了 所以啊 赵九并未穷追 反而是点了点头 然后便直接在寓座上 阅词开口 王冷何在 早准备的 红卢寺少卿王冷 即刻出列 然后扶手奏对利索 回禀陛下 此人属西京两班 庙清和尚一档 速来主战 是庙清和尚 在高丽朝廷中正经的盟友 是金副氏 眼下在高丽最大的政敌之一 言之此处 王伦少少一顿 傅又小心加了一句 此人与金副氏 不只是政敌 更是高丽文坛对手 宫愁私愿皆审 还是有些不对 上次你说 金副氏一意势大 宋强而从宋 金强而从秦 稍有反复便及时观望 调整 反倒是西京 妙清和尚一档 脑子不清楚 意图一发金 来扩充西京平壤两班势力 所以才对金主战 那这个郑之常 既然是妙清和尚一档 为何也来势大呢 好让官家知道 郑之常正经文臣 与妙清和尚结为一档 是因为他们都以 高丽西京平壤为根基 与开京两班对立 不可能不一档 但说到具体见解 还是不同的 说到这里啊 莫说是赵九懂了 便是经历了大几十年 新旧党争的殿上宋臣 也都恍然 朕懂了 这是个因为政争 而裹着主战的人 他主战只是因为金富士 不主战 但如此说来 此人既势大又主战 岂不是比金富士 更利于咱们 王伦犹豫了一下 还是小心翼翼 相对道 官家 此人与金富士 在高丽 素来有些说法 有什么便说什么 什么说法呀 都说金富士 因为崇敬大苏学士 起了这个名字 但他做官做事 却极肋输亡 而郑之常 与之党争不休 却不像司马温公 更像是 大苏学士多一些 你是想说 此人政治上是个废物 说是在他身上打转 未必有用了 关键是 此时咱们也难对 高丽国内 真正失利 眼见着周围不少大臣 纷纷侧目 王伦赶紧 跳过了这个话题 得如何才能够 真正失利啊 若齐鲁之地能赴 海上通畅 便多少能做些事情了 不管如何 还是要做一些事情的 也该在高丽的身上 花些功夫 这毕竟是眼下 咱们能联络到的 金国背后唯一一国 且是千里大国 而关于此人 朕有一些看法 与王绍青不同 朕以为此人 既然是与金富士 是那般关系 那在此人的身上用力 也与在金富士的身上 用力无二 换言之 笔背便是将来 糊里糊涂没了 用的力气 也能在金富士身上 赚回来 殿中不少人 都是纷纷汗兽 论高丽小国内情 这些人 未必有王伦门青 但是说到这些 政治手腕 这些人 却又比王伦 强太多了 但是与此同时 还是有着不少人 促起眉来 礼部尚书朱盛飞 红卢四卿 卓辱文 红卢四少卿 王伦 你们好生招待一下 这位高丽的大苏学士 用超级的待遇 你们堂堂大国尚书 郑青 一起去陪他做诗饮酒 让他宾至如归 然后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朕厌恶金富士 却喜欢他正知常的事 还要再准备额外的赏赐 最后准备正式宴会 朕要亲自召见他 赏赐他 不要不舍得花钱 也不要觉得掉架子 但凡能让金人多死几个 又或者是 真到了北伐的时候 拖住了金人一两个猛鞍 也都是万金不换的 何况真有指导黄龙那天 多少钱 也都能拿得回来 众人听得言语 神色各异 有人连连点头 有人若有所思 有人的神色 并无丝毫变化 还有人却连连皱眉 话说 高丽的问题 当然可以重要 因为正如赵官家说的那般 高丽是眼下大宗唯一 能够联络上 而且肉眼可见 能够在一定的将来 对金人造成实质 牵制效果的一方千里大国 经历了六七年的战争 所有人都明白 只要牵制住金人 什么都是值得的 但问题在于 赵官家这般赤裸裸的哄骗 利用高丽使者 还有将来拿回来的言语 怎么听怎么不对路 尤其是此时此刻 文武百官都在堂皇列席 而且还是在堂堂正正的文德殿上 故此相当一部分道德君子 不免忧虑 也不免感觉到不适 其实啊 换成以往 这些人早就出来劝谏了 因为他们是真的道德君子 也是真觉得不妥 而且也的确不怕什么君王之怒的 但问题在于 这些人一想到风亨欲大 体面的不能再体面的太上道君皇帝 两度弃国 老得昏德功下场 而眼下这位满口厉害 一点都不体面的功力天子 却是的的确确 再造皇宋之人 那就未免有一些张不开嘴 跟不上溜了 真要是出来劝谏 这位官家 直接就把太上道君皇帝一摆 你说你难受不难受啊 故此啊 虽然御是忠诚李光 李部尚书朱胜飞等人 心中多有别扭 但还是硬生生地忍下 朱胜飞还不得不上前领旨 去做这等不体面之事 好了 赵九说完高丽使臣一事 丝毫不停 却又问到了另外的一件大事 张罕到了大明府 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下子 殿中诸多人物面面相去 却又纷纷摇头 无一人能打 等了半赏 还是陈归 职责在身 无奈地出来说了几句话 官家 陈党伪实 不知笔触虚实 只能大略揣测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宋》 作者 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 丹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四百五十二集 自觉三 揣测也无妨啊 赵秀失效相对 这般大事 总不能够挂着 连个揣测都无吧 陈等议论 陈归闻言 稍稍正色相对 张汉在摇山大战失利以后 忽然来到大明府 其实不是为了应对东京 而是为了控制住大明府的兵马 以应对燕京 应对北面金国国主吴奇买 与大太子完颜卧本 赵九点了点头 这其实啊 也是关系文武议论的结果 要知道摇山一战 金军固然损失颇重 但因为完颜物竹 援军被围奸一事 张汉的根基西路军 损失其实未必有东路军多 但问题在于啊 从最高层来说 身为国相的张汉 是此战的最高层主导者 终究是要为此战大败而负责的 此战战败 楼石战死 导致他张汉政治威信 大面积丧失 才是这位金国权臣眼下 最要命的困难 尤其是他之前 还弄了一出逼宫戏马 楼石战败之后 有些事情就不是秘密了 赵宋上下早就从高丽使臣 和河北方面的汉人陶关处 得知了此事首尾 那么换句话说呢 此事之后 完颜张汉 已经丧失了在桌面上 政治游戏中的体面 不得不通过抓兵权 这种很有效果 但却格外掉粪子 乃至于显得有些穷途 比肩的手段 来继续维系自己的权威 有一说一啊 张汉忽然南下大明府 压制住懦弱的贪婪 夺取大明府的兵权 从对内效果而言 的确是一个妙招 甚至堪称是神来之笔 但从对外的角度上来说 却是毫无疑异的 将金国内部的矛盾 给暴露了出来 既如此 投石问路 或者打草惊蛇吧 群臣稍作讨论 皆是类似看法 而赵九稍作思索 也即刻做出了决断 让张荣 走黄河故道 直接将喜闻送去大明府 问罪于詹汉 让他将之前扣押的使者 韩潇咒速速交还 在限期来想 否则 朕就将大明府 变成第二个摇山 不少人一时迟疑 只是打草惊蛇 赵九赶紧解释 挑逗一下他罢了 最大指望在于 给金国内部局势 添一把火 并非是真要出兵 陈归等人这才释然 毕竟嘛 也由不得这些人慌张啊 自古以来 一仗打赢了就飘了的天子 有的是 马上身死国密的都有 当然 赵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免多说了几句 朱青不必忧虑 摇山虽胜 却极为惊喜 此战之后 朕非但没有轻敌之心 反而有些后怕 战前 一意劝朕 坚守不出的刘子宇 得到赏赐 军功 转为一方精略时 便已经算是朕的心意所在了 而朕今日 也可以再说一遍 经历此战之后 朕实在是无法想象 咱们的兵马 在河北平原上 要如何对上金军铁骑 必须要养精蓄锐 步步为营 方能 舔灭尽人 殿中 这才彻底的释然 且说赵九毕竟是 长途跋涉 刚刚归来 所以呢 在问了这两个 不能够再偷的问题之后 又问了一下 三设法制度化的进程 叮嘱了群臣几句 便终于是宣布解散 此次赢家 但众人各自散开 全程都为参与事务的功项 吕浩问 却又被大牙班兰龟 单独请到了后宫 对此啊 群臣并无言语 毕竟是功项嘛 地位超然 而且此时也不是什么敏感时期 载之位置都发下去了 也没有什么单独奏队的典故 可以拿来扯 无外乎是官家要表示 对老臣重臣的优渥 例行问一下而已 而果然 众人散去 赵九等在后宫小亭内 待见了吕浩文 也是直接起身相迎 就在亭外直接发问 吕相公 为何朕总觉得今日殿上气氛不对 回禀官家 老臣以为事处多阴 秋高气爽 吕浩问的目光 从亭子周边的黄花上移过 又微微抬起头来 却正见头顶一行大雁难走 而这位当朝公相 仰头认真思索了一下 却意外的没有敷衍 一则官家摇山大盛 射雕而回 海内震动 文武未复 而此事 虽已经过去数月 官家在关西早已适应 可对东京文武而言 却是战后 第一次与官家相逢 不免有些紧张 饶是赵九知道 不该得意忘形 也是忍不住地微微一笑 方才憨手 二则官家大局改换载职 革新正局之意 一行无疑 上下不知官家心意 不免心存观望 吕浩问不急不缓 龙手相对 赵九若有所思 效益多少收了不少 三则 官家今日不敢在朝陶上 这般当中 以厉害 铺锡高丽使节 还有年寒仪式的 有失体统 却固然知道这些事情 有一些太计较厉害 但事官敌我 以兵家之谋相对 行鬼道 难道不对吗 臣没有说官家 这两件事处置的不对 但既然事官敌我 为何不能招载职 书明院上下 御营将军们 单独来讨论呢 官家 今仍酷烈野蛮 海内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当自非常之事 臣等也没有要官家 一定要做个锤拱圣人 但便是马上皇帝 重比泰山 外甥内王 也还是要的 而今日 须是文武俱全 其列位与文德大殿 赵就沉默了下来 吕浩文也是束手而立 沉默不语 一旁兰归已经开始 数着自己的心跳了 但是数到一百来一下 赵官家 终于还是开口了 吕相公所言极是 市政太急了 吕浩文面色从容 倒是兰归 明显先松了口气 官家可还有事 吕浩文点头之后 继续相寻 赵就犹豫了一下 倒也坦诚 朕本来还想跟 吕相公说一些旧事 但正如吕相公提醒的那般 朕有一些太急了 咱们过两日再说吧 吕浩文终于失效 却是后退两步 拱手一礼 官家辛苦拂顶江山 一去半载 趁该早些休息 赵就不再多言 而是直接将对方 送出了后宫范畴 又让兰归跟上 方才回转 却又见到了冯毅 早早来到身后 相等候 潘贵妃前年来的 赵就迎上相寻 是 冯毅俯首帖儿 那亭旁这么多菊花 也是潘贵妃整吃的 赵就继续力定相对 是潘娘子让摆的 但是并未用工钱 是扬州折返父户 与达官贵人的内眷们 送来的 他们来宫中 拜见潘娘子 见到此处破败 便主动凑了钱 将不少花卉家具 送入宫中 嗯 朕现在就去见潘飞 今日 从现在到明日之前 朕都会陪她 但明日朕出来 做事之前 你务必 将这些送来的东西 尽数送回去 谁敢不受 你就亲自 抬到她家里去 懂了吗 冯毅正了一正 即刻汗手不停 啊对了 赵九转身走了几步 富有回头 潘飞屋内的摆设 就别动了 不妨去寻 吴贵妃家中 要笔钱 坐架 折给那些人 告诉吴国政 就书朕不白拿她的钱 她家中自酿的 蓝桥风月 从今往后 便是国酒了 从招待高丽使节开始 朕 全用她家的酒 风一再度正了正 许久风才转过弯来 然后汗手 但赵官家 已然附手走远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宋》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53集 来往 一 本集正文介绍 蓝桥风月 缺席是历史上 无余家的品牌酒 宋代对酒专营 在于酒取的垄断 任何人在买了酒取之后 理论上都可以自己酿酒 达官贵人家中 自酿酒 并且形成品牌的 是彼时商品经济 发达的一个有力证明 徽宗时期 风气最盛 酒的品牌也最多 但基本上 毁于静康 而南宋以后 少见 但是依然出现了 蓝桥风月 可见 珍珠无佳的财力 和势力 解释完毕 下面 书接上文 九月天高 赵九亲自出城 二十里 送高历史者 郑之长东归 且沿途设宴 并使文武大员相随 每行一礼 赵官家便亲自捧杯相敬 且让一名 有诗文名声的随行大臣 出面赴诗作词相送 等到最后相别 赵官家更是揽着 郑学士的手 称之为国际友人 记者 彼此之间也 也就是说呀 郑学士足以当两国之众 为国家 维系友情 且说呀 之前种种的礼遇 早已经让郑之长如痴如醉 但到最后相别 得了这个称号 更是 气体不止 连呼圣恩呢 完全可以说 此番除了赵官家 今日恰好无施性 算是一件遗憾至极的事情之外 郑学士此次在诵金刑事 底定之后的初始 几乎堪称完美 回去之后 足以押过金副氏七八头了 不过 当国际友人 郑之长 在管办事 王伦的排动下 离开以后 赵官家转过身来 却是难得的黑了脸 随行众臣 也都是赘赘 无他 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郑之长最后被管多了 都已经走了 居然又回来 拉着官家的手 说什么 感念官家恩德 此次折返高丽以后 务必要替官家 打探五国城情形 替官家尽量地赎回 大宗贵重 贵女云云 并且尽力与金人 交涉二胜之事 别人不清楚 但赵官家当日 以右门脱姑 却是早已经将自己 对太上 道君皇帝的态度 展露无遗 所以虽然明面上 没法说 但主要的众臣们 无人不知 赵官家的心意 所谓北寿二圣 赵官家的态度 根本不是面对 敌人威胁时候的 且分我一杯羹 那是明面上的交代 从心底而言 明显存了怨气的 说不得呀 心里直接巴望着 对方速速给他分一杯羹呢 故此呀 这位官家 听了郑之城 话上天族一般的言语 又如何不恼呢 不过终究只是一个插曲 只说赵九分分归城 两三日便渐渐平息 毕竟嘛 日子还是要过的 而且接下来赵鼎自怀上 刘吉自襄阳 却是相差无几 接连到来 到此为止 城中载之被裂 多少又多了几分气象 譬如刘吉府一到来 便公开上书 提出了东京形势 不比以往 同知书密院士 兼兵部上书 领开封府引陈规 所领诸多差遣 也是战时所致 当访效 南方史相一并裁撤 同时他还提出来 陈规劳苦功高 总览军功后勤 从无疏漏 应该摒弃掉 不合时宜的 同知书密院士 直接加书密副使 对此 陈规当然乐意了 他出身明法科 而且还闹过 强夺明氏家中书籍 这种破事 这本以为此生 与正经载质无望 只能这么扭扭 年纪地挂着 如今能够成一个 正正经经 名正言顺的 当朝载质 什么他都乐意干 而且 不只是陈规 赵九 也几乎是即刻便同意了 连满朝文武 也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不用这位官家说 大家也都知道 他老早没有提拔陈规 也只是因为担心阻力太大 显得过于大刀阔斧 到时候万一出现阻碍 反而显得难堪 实际上 这位官家对此事 从根本上就没有反对的理由 甚至 在这位官家的心里面 陈规早就算是一个书相了 只是差那个正式的名义而已 所以几乎算是不费吹灰之力 水到渠成一般 都省副相刘吉 府一道任 便将自己短暂 但却毫无意义的老下属陈规 给推到了 疏密副使的位子上 这还不算 转正了的陈规 在扔掉开封府尹 与兵部上述的职务之后 马上又反过来 举荐了支南阳府的严孝忠 为开封府尹 也立即得到了赵九的认可 这下的不少人对于 刘吉这位昔日的惊喜转运使 后来的襄阳史相 都刮目相看起来 因为刘吉这两个人事建议 都是极为巧妙的 具体来说 乃是一面照顾到了官家的心意 因为谁都知道 无论是陈规还是严孝忠 本就是官家忠义之人 另一面 却又用南阳这个特殊时期的陪都 来为他刘相公做了根基 要知道刘吉 陈规 严孝忠这三人 都是昔日在朝廷流亡南阳的时候的 顶梁筑大臣 而且都是在行载 前往南阳之后 同一批发迹起来的 南阳周边原生官吏 他们凑在一起 天然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南阳派系 只能说呀 刘吉刘相公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惊是抢在所有人更看好的 赵顶和张俊发力之前 便迅速在东京完成了布局 先行给自己铺垫了一个稳固的根基布置 不过呀 也就到此为止了 隔了一夜 一日一早 反映过来的赵顶和张俊 几乎是同时提出了各自的兵部上书人选 赵顶推荐了支镇江府的胡氏将 此人因为物资财富运输问题 与九任淮南的赵顶 明显是工作上的接触 按照赵顶公的说法 此人极为擅长军事后勤 而张俊则推荐了支江宁府的旅旨 理由是此人在摇山大圣后 给书面送来了一本他自己写的小册子 乃是一份全盘的国家方略 从如何平定洞庭湖叛乱 到如何经营整个南方 再到如何一步步覆灭金国 写的是有声有色 搞得刚刚接受书面院的张俊 认定了此人是天下奇才 对此赵九立即做出了决断 以胡氏将为兵部上书 赵顶满意地松了口气 而张俊却悬迹再度推荐驴旨 为空缺的吏部侍郎 这一次赵九没有否决 即刻应许 张俊也松了口气 且说三位新载之齐聚以后 立即就在人事上面折腾起来 端是一番龙争虎斗 但是朝中上下京城内外 却并没有太多波澜 当然了 这个没有波澜 不是说大家早早就知道 胡氏将吕指是什么人物 也不是说大家不惊诧于 刘吉的先发制人 而是说大家对于新任宰职们推荐 使用自己夹带中人这件事情 本身早有预想 都知道会有这么一场人事风波的 还是那句话 人事即政治 政治即人事 你赵冠家身为天子 一朝姚山大圣 威势无二之后 尚要启用赵顶 张俊 刘吉等亲信人物为宰职 那反过来说 人家堂堂百官之首 具有义政权的宰职们 自己也是要用人的呀 而且你赵冠家 凭什么不尊重人家 堂堂宰职的人事权利呀 尤其是刚刚上任 或者是离任的宰职 在特殊时期 提出的重量级人事议案 这种东西都要否的话 那人家这个宰职 当的干啥呀 莫忘了 李刚当日在东南 油然向朝中推了李光 林启为重臣 吕浩问彼时如此温吞 油然在南洋后 任用了范宗吟等人 吕一浩昔日独走东南 临行前 油然推了朱胜飞为礼部尚书 徐静恒选择退让之后 油然将吕一浩的前路给断掉 真别把人家宰职 当成吃白饭的呀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句 邵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丹徽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54集 来往2 载职就是载职 是这个时代士大夫的最高层领袖 是通过义政这种方式 跟赵官家分享了一定 最高权力的顶层所在 给了人家这个位子 就要给相应的政治权利 否则政治生态就会被破坏 所以说呀 都省相公赵鼎和书密使张俊 争夺兵部尚书人选后 赵九当然是要尊重 都省相公的第一件人事议案 而在此前提下 也是尽量地尊重了 书密使的议政权利 这才叫明君嘛 谁回来了 新的开封府尹与兵部尚书都还没道任 依然是书相陈规陪同 正在大象国寺观看淘气火药罐实验的赵九 差一抬头 正什么 总不能是郑之常要回来了 回禀观家 当然不是郑之常 是郑一年 前载职 郑之中之子 郑居中是载职王归之旭 也是宁德太后 郑皇后的族兄弟 杨仪中 赶紧细细解释 刚刚说到那人的来历 庆康中 许多士患子弟被一并掳走 郑一年 既是士族子弟 也是皇后亲眷 却正是其中之一 赵九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他怎么回来了 据他所说 关在瑶山顺后 于金人而言 两处前突之地 一个是尾棋方向 一个是延安周边的藩人 多有不稳 所以金人又降 北面士族子弟 让他们去尾棋作官 而此人 自称假意受了官职 却等到南下 将渡河之时 直接效仿其余 逃亡汉官一般 往河上 宣了张太尉所部 张太尉部 也正是在大明府东面 黄河故道上 遇见他的 身侧只有一扑 远处淘气手榴弹 再继续扑通不停 而赵九望着比处出神 明显没有将心思 放在新式的武器上面 但是也没有 对杨一忠 做出什么指示 隔了许久 就在一旁 陈归都准备 无奈开口之时 这位官家 方才失笑回头 他此来 可是带回了什么物事 言语 官家明鉴 他带着二圣 各自亲笔文书 与宁德太后的 亲笔文书 这个做不了假的吧 不少老臣都该认断 杨一忠也是愈发跟着紧张起来 只能小心再小心相对 太上道亲皇帝的笔迹 倒是容易模仿 但宁德太后的文书 与冤圣的文书 极难作假 赵九点了点头 忽然正色看向了杨一忠 我父兄怎么说 杨一忠的心里 猛地打了个寒战 只能强忍着作大 大义都类似 不过三层意思 一则贺官家大胜 二则言北地之恐 三则说 只求偏殿安居 嗯 书命院都省都知道了 是 几位相公还有吕公相 都是什么看法 时间仓错 臣这就不清楚了 杨一忠无奈相对 却又看向了一旁 端坐的陈规 陈书相 陈规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刚要说话 这边赵官家 却是看都不看陈规 直接悠悠叹气 唉 不用问一个小的 父慈子孝 胸有敌功吗 但凡要个脸的载质 都不可能有别的言语 他们也难 没来得及开口的陈规 略显委屈地低下了头 这样好了 哼 赵秀失笑起身 我也不为难载质们 明日殿上说吧 塑造殿中事与使莫其谢入宫等候 言之此处 这位赵官家傅又看向了陈规 陈相公盯紧了这手指单 是个好东西 别的就不用缠和了 陈规几乎是如释重负 就这样 赵官家告辞陈规走出向国寺 便是极客黑了脸 带到了御前班职们 错用着他起码回到宫中之后 当着匆匆到来的莫其谢 与杨一忠 刘燕 陈规 几位贴身近臣之面 这位赵官家 确实连遮眼都不愿做遮眼了 就在后宫内空荡的 有些过分的荒地靶场里 咬牙切齿起来 朕闭着眼睛 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狗屁逃出来的 明明是北面放回来探路的 有幸又如何 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 敢不写吗 反过来说 若不是金人让他们写 他们哪来的纸笔和心思 细细写这些 拿着君臣父子大义 先押过来 再许个陕北京东之地做诱饵 然后将北面人之一摆 便是要议和了是不是 趁这个时候跟他们议和 杨一忠等人面面相去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而莫其谢更是面色发白 果然下一刻 发泄完毕的赵官家 直接扭头相对 莫其卿 臣让你做大理寺卿 你能为朕分忧吗 朕不知官家 想让臣如何分忧 莫其谢面色苍白 无血色 甚至腿都有一些发抖了 自然是釜底抽薪 一开始便不要让郑一年闹起来 赵九盯着对方冷冷相对 一阵看 此人必然是金军见敌 是詹汉派来的 你去做大理寺卿 能替朕审出来个结果吗 莫其谢 敏嘴不语 为何不说话 臣用你 不就是偷你个忠心吗 官家 臣正是因为想为官家尽忠 才不好颠倒黑白的 郑一年是被掳走的 唯一可虑之处 在受了尾棋的职务 但是他未到尾棋境内 便已经逃了 而且他在北面 不知道官家在怀上 发布了诸般令条 也是说得通的 官家 稍有常识之人都能看得出来 此人并未违背官家法度 反倒算是守洁之人 他们故意的 就是挑了一个人 投石问路 官家 便是由此怀疑 又如何能够说出口呢 毕竟 北面谁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真正忠臣孝子 在苦苦相后啊 朕当然知道 不能直接说出口 所以才要你坐实的 他是惊人间谍 赵九干脆撕破了 最后一层面皮 官家呀 莫其妾扑通一声 直接跪下 官家对臣恩忠如山 若是官家真要臣这般作 臣愿为官家分忧 可便是如此 臣也带提醒官家一声 此人即便真是惊人间谍 南北相隔数年 也不可能真就一时间寻得首尾的 赵九盯着对方 一时迫不及待 便是微微跺脚提醒 此事总可以莫须有吧 莫其妾直接重重叩手在地 然后方才抬头肃穆相对 官家呀 咱们君臣之间 莫须有 当然可以有 但莫须有何以服天下 而且何以对汪相公张学士那些人 他们死锅尽重 难道为了在酒泉下 看官家拿莫须有 来糊弄天下人的吗 赵九目瞪口呆 望着身前人许久不能言 而莫其妾再度扣手 却好像是狠下了什么心一般 居然直接免官相对 继续劝谏不停 官家 非常之实 才有非常之势 可非常之势 还不是为了国家 不再有非常之势吗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第四百五十五集 往来三 陈之前 便想劝谏了 出京国家 渐渐平复秩序 这官家为何 反而不能继续光明正大呢 如高丽世界一事 倒也罢了 可是相公们的人事之争 官家又是怎么想的 先一步 是刘相公推荐陈相公 又让陈相公 推荐严大尹 到底图的什么 须知铺天之下 陈子 既是官家的陈子 这为何 还要这般与陈子做设计 结果 只是徒劳引起赵相公 与张相公的紧张 一时 党争之风乍气呀 官家 腰山一战 实乃黄宋立国以来最激烈的一战 更是国家重立之战 官家咬住牙关一战而生 实乃告诉天下人 官家本人 才是黄宋之腰胆 黄宋之泰山 这般情形下 说说不巨拥 不急切 反而显得 反而显得官家虚伪塞妖人 但为人陈者 见到官家 数年来这些作为 又如何 不会更有一层期盼呢 陈冒昧 但今日之言 都是发自肺腑 绝无忤逆之意 官家 若要臣去默虚有一番 臣 自去默虚有 但臣可以做默虚有之辈 却实在是不愿见官家 为默虚有之事啊 官家 时代变了 言到最后 默其谢 带上 其实在一开始 扣手的时候 便有一些歪掉了的 硬齿扶头 再度扶手相对 却是不再言语 周围如杨怡中 刘燕 兰归等人 早已经听得呆了 刘燕甚至隐约 有掉眼泪的趋势 而赵九 却是依旧正正地望着此人 然后依旧不能言语 自己居然被默其谢 给进行 政治道德教育了 而且教育的深刻程度 好像比之前 吕浩问教育的 还要深一些 而且好像听起来 还真的挺有道理的 殿中世遇使 默其谢 出名了 而且是大大的出名了 他劝谏赵官家的 部分言语 在某位不知名 进尘的亲笔润色下 走内侍省的渠道 送到了胡权 胡边秀那里 然后被夹急 罚在了第二日的底报上 按照上面的描述 正一年难归 赵官家认为此人 很可能是金人间谍 结果默其遇使 据理力争 从之前赵官家 自己发布的定罪 赦罪旨意 到北面的人心 分析得头头是道 指出正一年 此次南下 有功无过 官家不该怀疑人家 结果 被默其遇使 惹恼的赵官家 当即来了句 间谍事便是不轻 亦可称默须有 而默其遇使 则免官昂然作大 莫须有 何以服天下 莫须有 又何以治天下 听到此处 官家才恍然醒悟 却是上前亲自握住 默其遇使的手 口称惭愧 并称赞默其遇使 此番抗辩 堪称忠臣楷模 对此事 胡拳胡便修 登报之前 傅又忍不住 亲自提笔感慨 他说 默其遇使 当然值得尊重 但需要想到的是 这种事情 发生在后宫 除了些许官家 随时禁臣外 本无人知晓 但官家不计较 自己的脸面得失 主动让禁臣 将事情送往底报 以此 来宣扬默其遇使的 忠臣楷模 本身也是极有气度的事情 总之 随着发行量 越来越大的底报 一招发出 默其楷模 注定要海内闻名 实际上 便是他当日 骑驢归家路上 就已经是有 无数认识 或者不认识的人 当街拱手了 弄得他呀 有一些飘飘然 又有一些惶恐 他也没想到 官家还有这一手 好不好啊 那当然了 赵冠家也免不了 得到了许多的称赞 因为自古以来啊 愿意纳贱的天子 似乎就是最好的天子 但是啊 除此之外 有一人却是遭了 耻语之载 一诗惊的 连魂都没了 没错 此人正是秉承着 一股忠心 带着二圣 与宁德太后 亲笔信回来的 正义年 之前两日 还活蹦乱跳的 到处拜访 昔日故旧 甚至呢 在几位众臣家中 嚎啕不止 讲述着北国故事的 前一任忠臣楷模 正一年 今日底包一出来 当天晚上便 直接称病 死活不愿意 出自家老宅的门了 想想也是啊 若非是莫其解骨头硬 怕是赵官家 早就把他当成 金人间谍 给莫须有了 天子的好恶与心意 明明白白 他如何还敢露脸呢 唯独这莫其玉使 又成了楷模了 官家还认了错 他还不敢就这么硬邦邦地躲着 于是啊 他那个刚刚从扬州回来 在都省谋了份差事的兄长 郑修年 不得不继续往来各处 替自家亲弟料理那些破事 而又隔了两日 都省书命院所在的崇文院 果然有正式的文书纵达 乃是让郑一年 去对二圣和太后的文书 做个说明 而郑修年 又不得不硬着头皮 代替他那个酒精北地风霜 以至于重病不能下床的弟弟 去比处应付一番 这一去 便是一整日 到了天黑之后 年约四旬的郑修年 回到老宅之内 早已经疲态近漏 却又强打的精神 静止去见自家二弟 但驱赶了仆妇 关了门 方才忍不住跺脚连连呢 官家对你的好恶 一展露出来 自有莫其御史 这般硬骨头 却不爱着别人 早早盯上你了 这还用说吗 自古以来 揣摩其御史那种人才 是最少见的 一揣摩圣意的才是居多的 烛火之盼 回答兄长郑修年的 正是郑一年本人 七人年约三十五六 此时坐在榻上盖着被子 却神色红润 言语顺畅 哪里有半点重病形象啊 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人 这么迫不及待 不顾名声与嫌隙 这就盯上我 是淑密院的张俊 张相公 郑修年来到了床边 凳子上坐下 愈发地摇头不止啊 他几乎是认定了 你是被金人放回来说议和的 依我看 你数年内 我要想着出事的 哪里是数年内啊 怕是此生都难出事了 维根到底不是张相公冷眼看我 而是官家依我 而官家才多大年纪啊 郑修年在床头沉默了一会儿 却又忽然低声相对 老二啊 你与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真是自己逃回来的 还是金人给了言语 将你放回来的 郑一年抱着自己身上的被子 一声不吭 隔了片刻 郑修年忍不住追问了下来 咱们兄弟 我难道还能卖你不成 这种事情真要是坐实了 你以为为兄能跑得掉 又或是你在北面 竟然把官家从怀上到摇山的事迹 都当成假的 怎么会呢 郑一年眼见的躲不过去了 却是略显干涩道 只是人在北面 受的苦不是兄长你能想得到的 所以此番能有机会回来 真的假的 又有什么可说的 连是惊人真有言语定住啊 我只要就此打住不再掺和此事 难道惊人还能过河来做证词吗 欠手老宅 做个富家翁 话是如此 那也需小心 郑修年言语也是干涩了起来 他如何听不出来啊 自家兄弟这是干脆承认了 只能说这事啊 幸亏最多也就是一个莫须有了 不过富家翁你也不要多想 咱们家算是地道变惊人 景康之乱 家财便直接去了七七八八 等从扬州回来 只有些许 昔日在外地安置的生意 还有点出息 第四百五十六集 往来四 庄子呢 这样一年也没忍住 开封 郑州 尹昌 陈州的庄子呢 都被官家拿来军囤了 郑修年也是坦诚 于是 我们人都在扬州 官家在北面 中原又遭了好几次兵 这些地拿来做军囤 也无人能说 也确实没法说 这倒也是 不过真的 就不能要回来了吗 毕竟是咱们家正经的产业 两个月前 我们从扬州回来 正好见到 徐景恒在将军囤田 分给有功 还有战士的军士 那时曾有人巴结过攀扬子 便想走他的路子 趁机巴结官家 结实好把地要回来 结果官家刚回来 便将攀扬子收的东西 尽数给各家扔回来了 上下战战兢兢 各个气都不敢大喘一个 生怕被这位官家 给随手当成海东青给射了 你知道官家射海东青的事吗 如何不知道 此时北面京人也都当成鬼神一般来传 那可是完颜楼市 其实不瞒兄长 在北面 真是诸狗不如的日子 然后说起来也怪 去年燕灵一战过后 我们也知道是大盛 但待遇却并没有多好 反而苛刻了许多 但今年摇山一战 京人却对我们客气了很多 饮食用度都好了不止一筹 这两战还是差许多的 无论如何 你也受了不少苦才回来 便不要多想 家中再不比以往 难道不比北面强吗 也是啊 就是不免有些对不住表姐了 我在北面多年 其实多得了表姐和表姐夫的照顾 北面的表子是哪个 死舅家的阿姐 嫁给惠之兄的那个 其实此番我回来靠的便是惠之兄的力气 他在完颜踏烂那边极为得用 与伟齐 沾翰 乌竹 也都能说上话 我身边所谓的家仆 其实也正是他安排的 按他的意思 乃是要我回来 为许多人探探路的 若能成 就让此人走济南回去报信 却没成想官家心意 这一般决绝 郑兄年正了一正 即刻起身离去 然后院中便是一阵喧嚷 但是片刻之后 这郑兄年仓皇回来 却给自己弟弟 道出了一句 让后者也惊慌不已的话来 你带来的那婊子仆人 今日下午便没了踪影 二人物质慌乱 却又几乎无法 只能又继续提琴吊胆地 等了两日 然而依旧是没有消息 偏偏又放心不下 不过呀 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过两日 郑兄年又去了 另一个婊子家 也就是李清赵的家里 寻了另一个婊子夫 赵明成 乃是以身份尴尬为由 请赵明成出面 帮忙往各处衙门内 稍作大厅 看看有无 其弟一年的相关处置消息 且说呀 赵明成对官家观感 异常不佳 因为官家一作诗词 便总拿自家夫人做法 弄得他们夫妇 三十年的感情渐渐不歇 但是吧 实际上赵明成 应该对赵官家 感激涕零的呀 因为若非是赵官家 亲里亲为的许多事情 那么另一个时空里 这个王归的外孙女婿 早在去年 便该在混乱的南方 得疟疾死了 而现在 他在汴境 好好地当了个 闲散官职 却没有被哪只 带了病原体的蚊子 给咬死 当然了 这种颇天的恩义啊 赵明成注定是不知道的 恰恰相反 他早知道自家殷亲 也被任性的官家荼毒 心中呢 早就有义愤 却是在郑修年 一开口后 就立即拍了胸脯 替对方做了包打听 不过啊 这种包打听的行为 却是让原本 已经准备放过 此事的赵官家 稍微又注意了过来 唯独这位官家 可没有那种 名侦探一般的敏锐意识 能够直接透过层层表象 看出破绽 恰恰相反 身为一个普通大学生 出身的他 反而立即被某种八卦 给吸引住了 上一年是 一安居士的表弟 在后宫某处 破败池塘边 看奏折的赵九 暂时停下 然后一脸好奇 是 二人母亲是姐妹 都是前宰相 王归的女儿 身为赵官家的包打听 杨一忠 甚至不需要去打听这种事情 早就烂熟于心了 真还记得 韩潇舟的奶奶 是吕公相的姑姑 是 叶梦德母亲 是苏门四学士 炒补制的妹妹 是 啊 那还有什么类似的吗 官家 这种事情说不完的 蔡兴也跟王叔王有亲 而如二成等名门子弟 更是广泛 朕晓得 哼 无外乎是绑下卓序 再加一个门当户对 正是如此 这也就是遭了靖康之变 否则再往下弄个一百年 说不得也要士族名门的 赵明成现在 是在太常寺做事 是 赵九的后半句 根本就是朝着另一侧的蓝龟说出来的 后者心下一突 赶紧应声 请蓝大官去都省 传个口谕 将此人发过来 赵九不慌不忙 蓝龟正了正 还是即刻扶手应声 然后去搬 而赵九呢 继续回头去看杨一忠 这些日子 赵鼎与张俊 可有什么私下的冲突吗 连为载职 都能就事论事 也就是冲突多多 但还没有到相互攻坚的份上 赵九望着手中闸子 若有所思 他们俩从内到外 从南到北 就没一件事情 是一定相同的 杨一忠没有再说话 黄承思需扩充一些 赵九基本上是想到哪儿 说到哪儿 等洞庭湖评判结束 朝廷财政便能够彻底宽裕下来 朕已经让几位相公给你们批钱 批编制了 且不说东京城内越来越热闹 人手未必足 便是河北方向一旦安逸下来 怕是也能够随意往来的 李处也得稳妥一点 杨一忠缓缓拱手 却为应声 什么 赵九好奇地看去 明显一时不解 臣怕利有不待 杨一忠认真做大 官家 既然时事不必遗忘 那有一些事情 还是恢复旧治的好 有些旧治真不想恢复 赵九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 却是停下闸子 望着身前一片破败场景 感叹起来 朕这里一旦开了个头 很多事情便止不住了 但更关键的是 朕还是信不过他们 破破败败的一个宫廷 几百号人宽宽长长 凑合着过日子 其实挺好的 朕并未不适 杨一忠沉默一对 朕大约懂得 你跟不少人的心思 总觉得朕嘴上如此 实际上 人总是流于安逸的 譬如眼下你们 都在等着潘飞生下来 朕也在等 都觉得 潘飞无论是生下皇子 还是公主 朕总得再贴心人手吧 性情 总得再改一改吧 这便是一个口子 然后口子迟早会越来越大 道理是对的 朕也没有那个信心 说自己以后不软嫁了 但是眼下却不至于如此 你让人告诉公外那些 自己把自己淹了的人 朕这里没有他们的出路 最起码眼下没有 这种事情 去狠下心来才行 杨一忠只能低头 第四百五十七集 往来 五 而赵九也低头准备 继续看闸子 却又将这些闸子 一时放下 继续感慨 啊 赵鼎和张俊梅闹起来 说不得也是在等着 潘飞肚子里的消息 不愿在此时造词 便是金人中 一些有想法的 说不得 也在等这个时候 与朕分说呢 杨一忠这次不再沉默 官家 其他人 并非是在等黄寺消息 而是全知道 官家在等黄寺消息 所以在等官家消息 赵九重重点了点头 夫又忍不住 望着身前一片枯黄 笑了起来 呵呵 唉 反正也没几日了 话说 剑岩四年 十月念二 黄河早早结兵 潘贵妃 足月诞下一女 官家大喜之下 不顾规矩 直接取名 以诱 平章军国重视 吕浩问以下 率都省 书民院诸相 联名有请 以公主诞生 又有夏末大圣 兼国家建本 请赦天下 赵官家欣然允诺 却又专门下旨 视金人 为宋监者不再起立 且说呀 建言四年冬日 赵官家新得了一个公主 喜不自生 继而大赦天下 而赵官家 这么一喜一设 许多人一直存在心里的一口 小心之气 方才忽畜 很多事情也开始 回归本来的轨道 不过 这个轨道 未必全是提速的轨道 也未必是正道 譬如说 十月底 玉营前军都统之岳飞 自江陵渡江后 连续收复被中向军夺取的公安 偶持 使手 并于华容 击破大圣 楚王 中向麾下元帅 杨妖不主力 兵临洞庭湖 杨妖也放弃了 在路上阻拦官军的企图 退入湖中 而此时 岳飞一面做水战准备 一面却正式地上奏东京 提出了昭安之策 岳鹏举在自己的这篇长文奏书当中 详细解释了他的理由 他认为 杨妖之徒本是村民 先被忠相父子 以妖怪狂惑 又逢北面用兵 朝廷一时所求过度 方才引发乱世 所谓名为作乱 实为苟权姓名 聚众起活 所以他希望将忠相父子 与杨妖等骨干匪首 还有乱军军事 以及被裹挟的民众 分成四党 而除了忠相父子之外 所有人都应该不得杀 至于军事和被裹挟的渔民 反而应该予以赦免 安抚与救济 换言之 他认为军事上的胜利 已经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应该稍缓下来 暂时不要再用激烈的方式 大举进军 而是主动采取招安策略 又想困想此次 京乡叛乱中的叛军 奏书送到都省 这赵鼎啊 当即提出了反对 理由很简单 那就是攘外 必先安内 而安内 却应该快刀斩乱马 既然军事进展顺利 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招服了 速速击败对方 了结战时才是正理 毕竟即便是不考虑京几 往后还有武岭一带的描乱 还有陕北 京东 还有他岳飞亲自上奏的 平金册里面的一堆东西呢 与此同时 可能是因为所求无度这个词 严重刺激到了刘吉 作为京乡主要负责人的刘相公 也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对赵鼎的支持 但相对而言 疏密使张俊 却也立场鲜明地 选择了支持岳飞 这倒不是说 张俊是为了反对赵鼎 而反对赵鼎 原因其实很简单 按照张德远 追随赵官家的经历 和他善于揣摩 官家心意的能耐 考虑到两次南下评判 这位官家都专挑岳飞 而且还是直接下指示出兵 再考虑到岳飞的作风 及其部署的一些传闻 他已经意识到 赵官家对此事的 基本态度了 而果不其然 张俊硬着头 跟都省再度争执起来 死活要按照岳飞奏折里来办 那赵鼎刘吉无奈之下 只能请求军前一证 让赵官家来做决断 然而 跟另一位书相去军器舰的 赵九赵官家 根本就没有露面的意思 只是在杂子上 亲笔回了一句 所以用岳飞 正在于此 赵鼎刘吉 灯是沉默了 张俊以一条二 居然大胜 不过且不提这边 张俊如何一时得了声势 威震东京 而岳飞又将如何改赵安为主 除着洞庭叛乱 只说另一件小事 那跟着郑一年回来的忠仆 早早见识不妙 脱离了政府 却是并未着急去济南 反而一直就在东京城 东北水门一带做短工 从摇山以后 东京城越来越热闹 越来越多的客商 官吏 学生 汇聚于此 虽说必然不可能 比得上静康之前啊 但还是能够让一个人 很轻易地潜藏下来的 尤其是此人 根本就没有做出 任何打谈 汇报的举止 不过随着这一日 赵官家大赦天下 其人确实再不犹豫 以河北流民的身份 去做了一个送货伙计 跟着一家东平府的客商 往京东而去 这是正经客商 朝廷也鼓励 有产人士 多使用 多雇佣流民 而这个蒲丛 有半点破绽都无 竟是让他一路平安 到了东平府 而此人到了此地之后 继续安稳做工 备足了饮水干粮后 方才不辞而别 最后 趁着黄河风洞 成功地过了河 到了泊州辽城 进入到了金军占领区 不过 这个换作高义公的 燕帝汉儿 却没有去寻 自家主人秦桧 而是按照之前的约定 直接来此处 寻了早已经等着的 另一人 却正是 大齐宰相 红衙 且说红衙呀 名为齐国宰相 实际上 却基本上 旨在位于大明府 与济南之间的辽城居住 乃是方便接受 大明府 金国贵人的指示 继而 再去指示 黄河对岸 伪齐国中的 诸人的意思 而即便是 这个工作放在以往 他偶尔 还能够去一趟 京东那边 跟刘豫 李成 李奇等人 互弄一下 但摇山之后啊 他根本就不愿意 往京东那处 死地挪沃尔了 甚至 连济南的家人 宗族 都早早地 接到了河北 当然了 这个举动啊 在彼时 尚在大明府 算是头牌的 贪婪看来 无疑是 忠心之举 然而 正如当日 杨仪中 莫其谢 放此人 北归时 戏谑的那般 如红衙这种人 既然成了 反复之徒 没了立场 那基本上就是 顺风倒 迎风飘了 而这一次 赵总官家在 摇山大盛完颜楼市 海内震动 金国高层 本身都起了一些想法 何况是这些人呢 故此 正一年之前南下 乃是洪衙 秦桧等人 一例鼓动 金国高层 虽然未必达成 统一的认识 却有部分高层 默许后 所行的一次 投石问路之举 唯独这一头 对于金人高层而言 自然只是 真的扔出 一个小石子过去 半点都无所谓的 但对于 弘牙 秦桧等人来说 却是抱有极大期待的 说句不好听的 能在南面 做富贵官人 谁愿意在北面 私混呢 至于这个 燕迪汉儿高一公 便是洪秦 二人心思缜密 早早想到 正一年内司 到了南边 便一去不回头 这种可能性 提前做的一点布置 而现在 这种布置 除了确定了 正一年的 畏缩与放弃之外 其实啊 也并无多少用处 不用高一公 如何的稳妥来往 又细细汇报 弘牙和秦桧 早早透过了底报 知道了莫须有仪式 而如今呢 更是早已经得知 是金人 为宋监者 不在其列之余 第458集 往来 6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 饶氏早就知道了 这个结果 可听了蒲从回来 亲口重新汇报之后 在辽城枯作的红衙 还是忍不住养天长叹 继而坐卧不宁 又等了两日 不顾冬日寒冷 这位大旗宰相 却因为心下煎熬 忍不住亲自带着 那高姓蒲从 再度往大明府而来 此时此刻 大明府窝着沾喊这只真老虎 昔日主人踏懒 根本就如同是侵占了巢穴的野狗一般 一声不吭 其余猪将也都各自扶手贴耳 而这幅情形啊 更是让红衙有些无奈 他的权威 能耐 十层里倒是有八层 是靠着与踏懒的私人关系来维系的 沾喊一日不走 他也如同是被捆覆住手脚的蜘蛛一般 一点伸张不得 故此 只是与踏懒喝了一顿酒 勉励奉劝安慰了几句之后 红衙便即刻转身 来寻此时正在大明府中的秦桧 秦桧之了 然而 那高姓汉儿蒲从 当面重复了一遍他的见闻 果真是无用嘛 最隐蔽的卧房之内 蒲从退下以后 即便是如秦桧这种人物 也不由得黯然一时 机儿龙手靠在了新垒的火炕之上 难免那位如何这般决意啊 我竟还是有些不愿相信 红衙带着几分酒气 盘腿坐在女真人 从辽东传来的火炕之上 捧着一碗节酒茶连连摇头 慧之兄啊 我劝你啊 莫作他想 你须学不得正义年 做富家翁 正义年之前啊 毕竟还算清白 可北面知道 你与贪婪做文书的 金国将决 不知道有多少 便是正义年 也小得一二 你强要南下 便只是自寻死路啊 竟是半点机会 也不给留下呀 秦桧也是忍不住 缩起了脚来 盘腿坐下 言语中 似是在强行压抑着 胸中不平之气一般 我也不过是给金人 写了几篇文书 便要不赦 昔日静康中的功劳苦劳 也全都抹了 红衙痴笑一声 明显带着几分嘲讽意味 慧之兄啊 你这话就没意思了 若是你我委屈 河北河南 京东关西 死了那么多人 又该向谁寻委屈去啊 你没看难免抵报吗 便是此时 难免洞庭湖啊 也在评判打仗呢 这大明城内外 也还有无数的动恶之人 咱们啊 能躺在火炕上 喝酒吃茶 凭什么委屈啊 坐在对面的秦桧之面无表情 只是龙手不吭声 不要装了 红衙健壮 继续借着酒气嘲讽 你敢说 你为贪婪元帅出主意 写文书时 心里真不明白吗 你可是近视极地 宰相孙旭 欲使忠诚 还是宰相学生 洛阳资坟的汪相公 是你恩师吧 啊 你出身学问 比我强太多了 我这种人 降来的时候 都懂得自己在做什么 你如何不懂啊 红相公 我不是不懂 而是有三件事 没有料到 红衙端起了汤来 微微轻触一口 显然并不以为一 第一件事 实在是没有想到 金人会如此难缠 一而再再而三地 强着我渐渐做起了事来 从开始口头出主意 到了渐渐落下了亲笔文书 再难拔出来 一回头 居然不知道何时 便已经落下了许多狗食 红衙心中冷笑 别人在五国城 挨动受恶的时候 你秦桧只在燕京 大明府住的大宅子 烧着暖炕的时候 可没有想到什么狗食吧 秦桧只看到对方表情 便晓得对方在想什么 却只是物资地继续窥探道 唉 第二件事 实在是没有想到 南面官家这般硬气 一丝一毫都不愿意退上 红衙低头何堂不止 干脆啊 半点反应都无 以南面官家的国仇家恨 真硬气又如何 不该吗 第三件事情 秦桧只抬头相对 言辞恳切 红相公 你来说 咱们心下一须的那时候 如何能够想到 南面居然能赢啊 如何能够想到 会有今日这个局面 红衙终于停下河汤 一时黯然无声 但仅仅片刻之后 他便将手中的汤板 整个地灌在了地上 话说 都是宋监 他如何不晓得 人家秦桧到底是近视极地 到底是宰相孙旭 到底啊 是说到了关键上面了 就近康和建言前期金军的那种脆枯拉朽 那时 谁会想到南面能赢呢 对于他们这种读书人而言 不就是心里那一虚 那一哆嗦 然后就顺其自然到现在吗 但就是那一虚那一哆嗦 区分出了最根本的东西 一瞬间 明明理论上比对方多了一张底牌和一条退路 红衙还是跟秦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共情 然后忍不住 对南面的那位官家起了怨恨之心 你干嘛要赢呢 输了多好啊 死了多好啊 屋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渐渐飘起了雪来 二人面面相对 傅又看了许久的雪 却是一枝不渝 而不知道等了多久 到底还是秦桧素质更高一些 最先从情绪当中抽了出来 然后正色出眼 点到正体 事到如今 多思无意 红相公 咱们得好生地打算一下呀 红衙也恢复正常 却又叱笑一声 若非为此事 我来这里干嘛 辉之兄啊 你是个真正有手段 有见识的人 今日你来说 我进入听你的 秦桧抬头看了对方一眼 白晶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情绪 只是物资的开口分析 对咱们来说 最好的结果 还是在南边 做个太平富贵官人 这是自然 其次是在北面 真正得用 这倒也是啊 再次是 南下做富家崩 红衙点头不止 再在此 便是继续在北面 不仁不鬼地吊着了 但如何去选 还得看两阔形势 而眼下摇山之后 这个局势 便是在逼着咱们 不能这么下去了 需得提前做些准备 嗯 正是如此 而正所谓 求其上 得其中 求其中 得其下 咱们的结果 虽说 还得看大局 但是一开始 却该朝着最好的 那个结果 尽量去做才对 可眼下局面 又能如何去做啊 这一次 轮到红衙隆起手来 然后醋眉不止 莫说 南面不容 便是北面 局面也都僵住啊 那就从眼下做起 从北面将局入手 将局面 解开 然后 趁着结局尝试 在金国真正把握权柄 再看局势推动议和 最后 将咱们放在议和之中 作为条款 看南面那位官家的言语 具体怎么说啊 红衙居然也有一些 被对方的情绪做感染 继而振奋 金人朝政混乱 内斗不得其法 看似强横 岂是荒诞可笑 咱们若是能够 把握住关键人物 便可推动解局 咱们只能 窜夺踏懒 而踏懒如今无用 眼下关键 须在沾寒 如今无用 将来未必无用啊 至于眼下关键 固然在沾寒 但从四太子 物竹入手 也未必不能成 物竹 便是物竹又如何 我与物竹有些交往 还是能够说得上话的 第四百五十九集 债务 一 我去说服物竹解决 秦桧咬牙决断 然后呢 然后我从物竹 你从踏懒 争权便是 你可知如何争权 结党 营丝罢了 红牙忽然觉得 释然下来 一时失效 谁人不知啊 正是如此 但便是争权成功 然后又该如何以和 才能让南面北面 一起应许呢 还能让咱们 南下做太平官人 话题进行到了这一步 红牙对于秦桧 已经有了三五分信心 但还是忍不住 追问下去 归还京东 陕北 男人归南 爱人归北 妙啊 其实啊 此事变数太大 必然会有种种不妥 说不得南北都不会赢 只能说 尽量而为啊 有一分可能都是不错的 眼下能有一条路 便不错了 咱们再难啊 难道还能比南面 那位官家 在怀上时更难 哼 秦桧微微一正 急而口笑 不过啊 慧之兄啊 你计划的如此条理 如此清楚 到底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想法的 你刚刚不还在说自己委屈吗 谁知道呢 或许正如红相公所言 有些东西自己表面上不愿意承认 但心里面其实早就认了 所以这些想法 不知不觉 也早就有了 红牙微微汉手 欲发感觉与对方是同甘共苦之同仁 而犹豫了一下 可能是喝多了的缘故啊 也可能是觉得对方的水平远高于自家 害怕被甩下 这位红相公忽然龙手开口 慧之兄啊 那高义公是个稳当至极的人 等东庭活安定了 不如让他再去河南往来一回吧 秦桧微微一正 急而眯起了眼睛 慧之兄如此恳气 我也不好私藏啊 我与御营前军行军司有些言语 走的是彼时御营前军监军 抹其谢的路子 嗯 你若是与张军的御营又军有余 我未必在意 但御营前军的岳飞岳读统 是个真正有能耐的率臣 未必不是一条路 我 愿信你 且说碍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冬日啊 历来是农业生产的某种禁区 而农业社会一旦无法进行农业生产 乡野之间就不免显得凋零萧琐 不过相对来说呀 城市与村舍内 反而会因为农闲 适合举办平日里无法举行的大规模聚会 然后进行相应的政治宗教活动 那场大学不期而至 富有匆匆放晴 且不论就在黄河北岸的秦桧 红牙等人决心要为自己与家人的前途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命运抗争 几乎是与此同时 黄河南岸的赵颂境内 城市与村舍间反而渐渐热闹起来 而这其中 射出冬日第一颗火药炮弹的不是别人 正是赵颂官家 11月初 这位官家在宣布去年国债尽数偿还无误之后 再度在京城兜售起了所谓的冬日专项国债 对于这件事情 底报上做了细致而详尽的说明 按照底报上所言 这笔债依旧是官家亲笔划压的正经国债 且这一次需要将购买者户主 家庭构成等详细的户籍信息 录入户部 而且不得专卖 只能以家庭为单位与户部交割指环 至于此次国债用途 说得也很清楚 乃是要用于冬日救济 驻军与承设年节活动 太学义政等冬日诸相日常事物 甚至底报上干脆毫不掩饰地 说出了此次的专项国债的缘由 一则是去年摇山大战的影响 耗费赏赐颇多 为此巴蜀诸禄 提前预支了一年的财富 所以摇山战后 两年内巴蜀只能半富 二则 却正是洞庭湖叛乱导致了京乡地区出现财富缺口 三则 乃是全面整编部队以后 对于安置裁员部队多了一笔额外的花销 故此 临至年末出现了大约两百万民左右的缺口 而经朱仔之讨论 官家应许 在从宽以对 特此发行总计三百万民 为其半年或一年 算成年历三分的国债 其中九十万民为官家自取份额 以宗正赵氏鸟外卷潘氏外卷吴氏代为购销 剩余两百一十万民 皆千民两千名面额 依然是官家亲笔画押 然后直接由户部监督记录 由内市省出面 在宣德楼最左门内进行公开销售 限三十日 每日七万贯的份额 回到根下呀 坦诚来说 这次国债依然是被动的无奈之举 因为确实又出现了财政缺口 而且这次缺口之大呀 弄得赵官家和几位相公 都有一些疑虑和担忧了 而这也体现在了 此次国债的某一些细节问题上 比如说 所谓的冬日专项国债这个名字 就有一些混淆视听了 毕竟啊 咱们先不说财政缺口背后的主要原因啊 的确是那些 但正在进行的洞庭湖评判 也肯定算是其中之一啊 只不过你说朝廷啊 把这冬天日常开支拿过来当军费 然后冬天日常开始就没了 也算是说得过去吧 不过这接下来的事实证明 这种国债市场的火爆 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赵九自己揽下了九十万民 尚未发出 就被等候在三家权贵家中 许久的诸多达官贵人 用口头约定给一扫而空 更直观的场面出现在宣德楼下 开售以后 第一日七万民的份额 便被三家从泉州来送海货的客商 给瞬间包园了 为此啊 赵官家不得不加贴告示 每户每日限购五千民 于是啊 从第二日开始 便出现了代为排队的帮贤 只不过呀 这一次立即被御前班职给阻止了而已 而从第三日就开始出现类似于市场家价转让的场景 很多人愿意直接付钱 求得前方人让出位置 以毫无收益可言 甚至有些亏本实际成本 换取于户部划压购买一定份额国债的机会 对此啊 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的赵九犹豫了一下 还是立即让御前班职 制止了这种事情 用最稳妥最基本的方式来维持金融秩序 换言之 依然是要排队购买 依然是要先到先得 为此啊 御前班职不得不接管小半条御阶 以作为之 但很快 赵官家就亲手打了自己的脸 因为到了第五日的时候啊 忽然有一个中年男子直接在御阶前嚎啕大哭 亲自盯紧了此事的杨一忠上前询问了才知道 此人并不是给自己一人购买 乃是被公推出来的 以自家户口 带承西月台 佐进一个军屯改来的村庄 数百户村民来买的 只求一张一千贯的国债 结果入德城来呢 数日不能成功 又不好空手回去 见月台父老 这才当街痛苦啊 军屯改来的村户 基本上是河北流民 与退役军事 这种事情啊 不可能不管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丹徽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四百六十集 债务二 于是赵管家当即抽了自己的脸 再度改了规矩 乃是在左二门内 专门设立了针对这种集体户的对联 每日限十次机会 每家最多允许购买两张千贯份额的国债 然后专门列当 法律上 以范仲淹发明的祖产 一桩来对待 也就是说 国债持有期间 名义持有者的个人犯罪 不影响这些钱财的实际归属和安全 而此册一出 立即掀起了第二轮购买的高潮 因为很多官员 派学生在醒悟了以后 毫不迟疑地以宗族名义进行了购买 毕竟 祖产这种特殊的半集体制财产 早在范仲淹发明以后 便立即得到了广泛的推崇与认可 是具有强烈儒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效应 与更进一步的保值效应 不过 也就仅此而已了 话说呀 到此为止 赵九也好 朝廷那些精明的官员也好 基本上 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这根本不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 对于少部分大官贵人来说 可能这件事情还意味着自家 在赵官家心中的地位 意味着自家与官家的距离 但对于包括所有大官贵人在内的所有人而言 问题的根本其实在于 眼下没有任何一个比官家亲笔划压国债 更稳妥的储蓄手段 之前六年间 战争不断 不说河北 河南 关西 京东这些直接遭到兵货的地区了 也不说那些几乎丧失了一切底层的老百姓 便是能一直躲开兵货的达官贵人们 家庭财富也遭到了严重的缩水 现在赵舅以天子的名义进行信誉担保 户部以天下赴税作为实际财富担保 那也就难怪这些人争相追逐了 当然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功劳 要算在朝廷和赵冠家的头上的 仔细想想就知道了 真要使靖康中那两位缩瓜全程财富 给惊人的太上皇在这个宣德楼后面坐着 谁又敢信呢 说依然还是靖康中那种摇摇欲追的局面 谁又敢买呢 战争的胜利和朝廷从怀上流亡以来 一直未曾动摇的坚决态度 包括政局长久以来的稳定 才是这种合理经济现象忽然出现的背后基础 而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那么接下来赵鼎提出扩大国债规模和期限 专门设立针对官员的国债份额 张俊提出放开一定地方限制 将发售范围拓展到地方 户部直接上奏 建议延长国债期限 降低国债利息等等等等 看似合理的建议 全被赵官家给否了 因为赵九觉得 眼下的政治军事基础还是很脆弱的 并非是搞金融创新的时候 而且 谁也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底力在哪里 没必要强行试探 以至于弄巧成拙 而且啊 再说了 他太年轻了 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将这个东西稳妥的制度化 回到眼前 国债之后 朝廷有了钱 于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立即被提上了日程 譬如赵官家亲自下职 乃是要都省 拨发钱两 然后在河南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制度化的促具比赛 与相扑比赛 其中 京东北路与京东西路 以府 州军 这一层为基本单位 开封府 与华州 开德府 河南部分 则是以县为单位 囤住河南的御营军中 则以统治官直领军为单位 先各自在内部举行淘汰赛 最后选出的四支队伍 则是于 腊月下旬 代表各自所属 聚集到东京城内 以御前 以循环积分赛的方式 进行最后的决赛 赵官家很明显是要与民同乐了 当然啊 也有对河南地 这个遭遇兵活最多的地方的刻意安抚 但不管如何了 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 整个河南地立即变得热闹非凡 处于农贤时分的百姓 辅老邪幼纷纷涌入城市 只求一度胜负 与此同时 士大夫们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毕竟啊 赵官家早在这次国债发售前 便提到要再次进行太学议政 非只如此 这一回 赵官家似乎更加进化了 他居然提前在底报上 提出了许多议题 大到灭金战略 中到胶子发行 与国债是否要设立专门机构 小到三设法 与科举的并存制度讨论 微小到 是否应该搞一个专门的 促居联赛 几乎无所不问 这么搞 一个是炒热了话题 让太学议政的焦点 往这些事情上靠 另外一个呢 是相当于后世 模糊钓鱼 这么在底报上将这些问题扯出来 自然是有无数的官员心领神会 上书讨论这些事情 也方便赵官家 到时候在太学中 点人出来应答 官家手段 真是越来越娴熟了 胡编修的文笔 也越来越大巧不公了 腊月将近 宗族渐渐地聚集 愈发热闹的 公相府后园内 正在举行这一场诗会 然而说是实惠 却免不了议政抵报实证 而此时 许多吕氏子弟 都在静静地听着一名四军有余 长着一张细长脸的中年男子 坐在最上手那里 戏谑开口 提前扔出议题 且看过几日太学议政 又是赵章两位相公 龙争虎斗啊 正讲的眉飞色舞之时 忽然间 前院一阵鸡飞狗跳 各自喧嚷 惊扰得后院此处人人醋眉 此时 吕相公自在府中 心修地炕上高卧 吕氏子弟呢 都在后院参与诗会 谁人敢如此放肆 不过 吕氏家学里啊 佛学 几乎是仅次于儒学的 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意性子 很多人甚至吃素受戒的 所以即便是前面喧嚷声 越来越大 后面这些人 却只是醋眉观望 并无一二人起身去探查 当然了 也不用探查了 片刻之后 众吕氏子弟亲友 便见到了一身家居服饰的吕浩问 亲自陪着一名颇具风衣的 棉布戎装年轻人 沿着走廊 转入后院 且此人与吕浩问身后 尚有着多名身材魁梧 穿着棉布袍之人随从 其中还有一些文官 童子之流 再后面更有着无数的披甲武士 扶刀相随 不用问都知道 灵头这人是谁 而之前动静又是怎么闹出来的了 于是乎啊 众吕氏子弟亲友 再也不敢怠慢 直接匆匆起身 避袭肃立 赵九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坐到了 之前那个中年人的座位上 然后连连挥手 指着吕浩问 坐到了左侧首位 继遇待的韩世忠 坐到了右侧首位 继而张俊 张荣 屈端 杨怡忠 刘燕 王德 力穷 顺着延安郡王 一字排开 而吕氏子弟 也在赵根家的事宜下 站出来了七八个 顺着当朝功相 依次坐了下来 至于剩余那些人 便老老实实地 站到赵根家对面的下手位置 排列宿力 而等在坐施嘛 赵九低头看了看 岸上执笔 却是一时失效 小儿被冬日闲散 只好做这些事情 吕浩问脸须笑对 让官奸见笑了 确实是见笑了 坐施 救不了大宗的 也兴负不了两河 吕氏族人亲友 面面相去 各自凛然 初次见这种场面的力穷 也都有些麻爪了 当然了 吕浩问早就适应了这位官家 却只是轻笑了一声 并无多少言语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欲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四百六十一集 天理一 熟和都是素周咸菜 赵九按下作诗的话题 四下一看 转而再笑 家人多信佛 不少人如素 已成习惯 吕浩文愈发苦笑了 他已经想象得到 赵官家又要只吃一番了 信佛归信佛 但肉还是要吃的 赵九果然是摇头不止 不吃肉 怎么算是好和尚呢 真与吕相公说过没有啊 和生平见得最有佛爷气象的和尚 便是吃肉喝酒的 庆康贤 据说此人在大象国寺 倒拔过垂扬柳 李浩文无奈摇头 而右手册 除了一个张荣 和两个御前统治官表情 略见怪异之外 其余人却都是一时交头接耳 管家 停了一下 韩世忠忍不住政策相对 天下绝无倒拔垂扬柳的和尚 管家怕是被那秃贼骗了 敢问这大象国和尚是个什么出身 敢如此大言不惭 魏州人 早在延安府老冲会下做军官的 后来转到魏州小冲会下 赵九如蜀家珍 几乎是脱口而出 后来因为打杀了一个换作正关系的图户 逃到了五台山 再逃到大象国寺管菜园子 韩世忠张军二人面面相去 宪客后 张军更是一口咬定 管家 此人确信应是个指挥障眼法的骗子 臣在老重经略相公麾下 做了半辈子 若真有军官打杀过正关系图户 又逃出去当和尚 臣怎么可能不知道底细啊 也是 赵九若有所思 已是点头不及 大苏学士说得好 自古以来不读不秃 不秃不秃 转读转秃 转秃转秃 读则秃 哭则秃 这和尚的话本呢 就是一点都不能信的 你们呢 也要引以为戒 至于佛家言语 平苏念几句佛 做个样子也就行了 国贝大好男儿 万不可真就吃素受戒了 那成什么样子 右侧众武将 倒是有五六个人一起汗手不及 而吕浩问也只是无奈不语 大苏学士这话呀 明显是跟佛家朋友开玩笑 不好计较的 吕相公 胡扯了一气之后 赵九转过头来 继继续抓着这点破事 胡扯二气 少氏山下 你有门前 你不是一次答应过这 将你家吕师家学里的 佛家言语 摘一摘 再塞进去一些心血的吗 如何 还在放任家中子弟吃素呢 如此荒诞的莫名之语 吕浩问 本能想要驳斥 但只是一瞬间的念头 在心中转了半圈 这位平章军国重视 便即刻沉默了 而赵九丝毫不停 却是当场催促 国家根本在于心血 吕青为功效 当为天下表率 以后 万不可 何周吃素了 还是要多吃肉为好 吕浩问 情之今日啊 是被官家给逼债到门了 万般都躲不过去 也是无奈一时 只好一声叹气 准备与官家 认真地说一说了 而就在这位公相 被逼到墙角之时 其人身侧 之前 那名坐在守卫的中年男子 却是主动起身 避袭行礼 俨然是准备 要替吕浩问做些辩解 官家 这是何人呢 不等对方说完 赵九便好奇相寻 臣长子 吕本忠 啊 熟和之前 一直未曾见过 现实采经执政 六贼猖獗 臣议员 又党人身份 不得进去 臣子也自然受牵连 后来 冤生与官家 一力抬爱 臣却又骤然性进 畏惧财府 他也只好 避讳一二 此前 一直在淮南老家守门 近些日子 才让他过来的 嗯 赵九点了点头 却是忽然拍案 一面指向了 吕本忠 一面看向了 吕浩温 所谓言之凿凿 胡扯三气 我看吕相公这个儿子 面如甜字 明显是要封侯的面相吧 而吕本忠抬起头来 一时惊恶无言 至于吕浩温 以及周围的吕氏宗族亲友 乃至于几位帅臣武将 看着吕本忠那张长脸 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但是 这些人都不如江西师派指明人 吕本忠自己 感觉到荒唐与无理 须知道啊 面如甜字 非无相 莫献班超 风烈红 这正是他吕本忠 本人数千首诗词作品当中 某一首旧作原句啊 事到如今 莫说是吕浩温了 便是初次与天子当面的 吕本忠也都晓得 这位官家啊 是趁着年官上门逼寨来了 躲不掉的那种 赵酒轻调无端 宛若是喝多了一瓣 闯入人家宰相家里生事 其实啊 倒也不好说是宛若 因为他今日 真适合韩世忠这些人 先喝了几杯蓝桥风月 然后才闯过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倒确实是酒后寻醒姿势了 当然了 转回身前 除了几个确实听不懂的人以外 所有人也都意识到 今天赵官家看似是年末闲逛 其实啊 是与吕相公有正经事情要谈 而且事情呢 似乎干系颇大 犹豫了一下 吕本忠终于还是决定 抢在父亲开口之前 做出提醒 就是师座 让官家见笑了 有何见笑的 赵九扶了一下身前的暗面 轻松对道 彼时国破家王 眼瞅着长江以北 皆无幸存之力 你父亲也因为靖康中的事情 心灰意冷 辞了官职 准备南下辽子残生 你奉命自寿州老家出发 往柳州之夜 眼瞅着此生再无前途可言 家族历代功卿 却说不得要毁于一旦 心中萧索之下 有此失去 也是寻常心态 吕浩问这才知道 官家所言 荒诞之语竟然是有来头的 而且跟自己儿子 乃至于整个吕氏家族 甚至于是整个国家 最灰暗的一段时光 有关系 只不过自己这个儿子 平日里面啊 做事太多了 他没在意过罢了 但这愈发坐实了 这位官家 此番是有备而来的 彼时不知陛下神武 如何能想到 还有今日 吕本忠在下方 无奈应声 今日得归 东京旧宗族 有人聚会作诗 想彼时心境 着实可笑 此一时彼一时也 赵九摇了摇头 却是从身后寻到了一壶 正在火炉上水域的 蓝桥风月 还有几个干净杯子 便趁时之间拎了过来 然后自争了一杯 且饮且言 今日娱乐之心 不是作假 彼时挥败心境 难道就是假的吗 不过是其中 一二诗句 此时看来 有一些趣味罢了 这就好像你们 吕氏祖上第一位宰相 许国公 吕蒙正 当年未考上状元时 不也曾在破谣中读书吗 他那个时候 如何能够想到吕氏从他开始 竟然五代四在之 人家都说 梅花寒氏与本朝 恰如汝南 原氏与厚汉一般 若是如此 你们吕氏 不也如红农阳氏一般显赫吗 冬日时节 远中风寒 但吕本忠却一时汗如雨下 而听到这番诛心之语 便是温吞池仲如吕浩问 也终于是坐不住了 只能起身行 家门显赫 前赖世目国恩 不说这些了 只要就看着眼前素斋 有一些百无聊赖 便只是继续喝酒 时也命也 你家莫说是四氏三宫 便是九氏三宫 与国同休 那也不干朕的事 而咱们君臣二人能有今日 靠的也不是那些东西 彼时 朕坠井伤重 连往日人事一时都不能拾 以至于为康吕逆贼所趁 被困于明道宫内 而若非吕相公张相公 还有政府 朕几乎难以脱身 对吧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邵宋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462集 天理二 其余人皆屏息静气 吕昊文则是微微叹气 另一个当事人杨一忠 却反而低头不语 而那时 朕记得吕相公已经上表自请南下 应该就是想要往岭南了却才生了 不过是因为朕 恰好受伤 所以才勉强留下了观望而已 赵舅多喝了几杯 低头望着岸上杂物 愈发感慨不及了 所以说这人的成就啊 既然要讲一个追处囊中 脱颖而出 也要讲一个 食也命也的 像去世的宗相公 还要活着的李燕仙那种人 则算是英杰之事 应食而起 恰如夜间漆黑一片 竟有星星火火 以待辽元之事 秀如滔滔洪水之中 有中流砥柱迎南而立 微然不倒 这种人呢 算是自己挣出来的功名利禄 便是遇上了个昏厥 没有功名利禄 日后也有身后名的 然后便是延安郡王 与身体撑不下去的 许相公那种人啊 他们既有才能 又有应事之举 也有机缘巧合 所以比李燕仙 宗相公 都还强上三分 生相富贵 死留轻矢 也是他们该得的 听到此言 韩始忠微微挺胸 却看到气氛不对 只好微微收复 假装抬头去看风景 但也有人 如朕 如你吕相公 甚至还有之前 本该死者为大的汪相公 言至此处 赵九一眼而尽 捧着空杯 一声审笑 听着朕说呀 我们这三人 其实既没有什么 出众的才能 也没有什么 过人的勇气 不过是被时局 逼着撵着 到了一个位置上 然后左顾右盼 既没人能替代 也没人能倚仗 偏偏又不好 弃了基本的良心 与道德 来做不齿的事情 于是便勉励 相互扶持着 硬生生地撑了下来 吕相公 你懂朕的意思了吗 臣不敢苟头 管家神武 海内皆知 朕的什么神武啊 别人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赵九握着酒杯 几乎在座中 笑着打钉 而且朕想说的 既不是你无能 也不是朕 孤苦伶仃 而是说 不管如何 你我还要 汪相公这些人 其实早已经 身前死后 供荣辱了 因为无论如何 说破大天去 坐下这个局面的 天子便是朕 都省首相便是你 书密院便是汪相公 两河都还没收复呢 他们就说国家中兴了 便真算是中兴 那这个中兴之主 不是朕 又是谁啊 而这个中兴第一功臣 不是你吕浩问 又是谁 你再推辞 又有何用啊 吕浩问刚要说话 而赵管家忽然将酒杯 按在了桌上 压着对方继续追问不及 而话再说回来 说是有朝一日 咱们如西楚 前进 后堂一般轻易再败了 又或是果足不前 就此偏安 届时朕沦为一个千古笑柄 你吕浩问 不也得是一个千古笑柄吗 吕相公 你们吕氏与国同修 在朕的眼里狗屁不如 但你与朕君臣之间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却是铁打的事实 不是你我怎么想 就可以偏离扭曲的 去年 朕在邵氏山下 问过你一回 年初 你又门前 朕与你既有脱孤之意 也有对赌之心 秋日得胜归来 你劝朕损缓 朕又缓了数月 如今已经是腊月了 难道还要震缓到明年不成 言之最后 赵九已无效应 吕浩问情之 也做好了与这位官家 坦诚以对的准备 却是缓缓行礼 低头相对 陛下 纯卿单独作对 赵九点了点头 却是朝着右侧 微微一抬手 随即 延安郡王韩世忠已瞎 朱帅臣 将官随从 各自起身行礼 然后便匆匆离去 另一边 吕氏宗族亲友 也都低头一礼 然后便驱步 后撤 吕本忠留下 赵九忽然开口 今日若你父不能为 说不得 便要你这个当儿子的做事了 吕本忠心惊肉跳 却只能回身 力到了距离官家 与父亲数十部外的席间空地之声 束手低头不语 而眼见着整个后院 只剩下了区区三人 吕浩问无奈相对 官家 臣这个儿子生得早 又阴差阳错 遇到了那么多事 四十多岁 还没有正经出世 留他何用 臣要的是在道学中 有一席之地的吕氏家学 和你吕相公的首相身份 他终究是你吕相公的长子 吕氏家学的继承人吧 你若不做 朕便让他以你的名义来做 赵九继续针灸相对 吕相公坐下吧 今日 咱们慢慢说 该你了 谢过陛下 吕浩问转身坐在了一侧案之后 叹了几口气 方才言道 唉 臣懂得官家心意 也知道此事的重要 春秋战国 败家争鸣 前汉独孙如树 后汉 古文金文 到了本朝 天人感应 不得轮回 几乎被摒弃 人人皆与另辟蹊径 以成大道 学术之事 看似空谈 却从来都是国家根本大事 有没有一个官方尊重的正经学说 便是下面做事 事半功倍 与事倍功半的区别所在 赵九 真酒自饮不停 官家 说到这里 吕豪问 望着赵九认真相对 诚如官家所言 咱们君臣经历了这么多 不敢说什么 一二二 二二一 当官家有此求 臣便当尽力而为才对 何况 官家早就有此意 早在去年 少氏山下 臣便心之肚明 那为什么还要装聋作哑呢 臣之所以装聋 有两件事 是因为臣这里 终究还是有几个难处 你也觉得是新党勿国 新学勿国 非要朕把那话给说出来吗 勿国的是北首二圣 尤其是太上道君皇帝 早在靖康中 你们为尊者会 不敢直接说天下轻负 其实是他干的 又因为有新旧两党数十年党争恩怨 所以趁机指着蔡京 把国家轻负的责任 全部扔给了新党 新学 乃至于王安石 有句话 朕如今还是敢说的 太不要脸了 第一次见识这种场景的吕本忠 心中早已经翻江倒海 吕浩文倒是愈发的温吞了 其实有什么新党旧党 新学旧学的 往日搓头私愿 臣早就不在意了 最起码不会为这种私人事端 赖与官家分说 朕就知道 朕能够信得过吕相公 赵九欣慰之下赶紧倒酒 然后举杯感慨 其实朕何尝不知道啊 那些心法扔下去 一多半的实际效果都是坏的 到了后来 蔡经那些人掌握新党与朝局 十个心法利益 有八个是坏的 但问题在于 无论如何 王安石变法之初心 是要肯定的 不行的时候 必须要求变 作困待死坚决不可取 这才是朕 一意维护新学的根本 官家 臣之所以一直未曾与官家 应下此事 不是说不能为官家 在治政上改心一辙 而是说 书王心学之中 天然有不足之处 事关圣人绝学 臣不敢唯天力而为 那半作与七国详金 又有什么区别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欲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宋》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丹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463集 天理三 赵九当即再度自饮一杯 然后一声叹气 他当然听懂了对方的意思 乃是说在吕浩问这种 属于道学其中一脉的人看来 心学终究是有巨大 明显错漏的学说 让他去推行这玩意儿 就好像是后世政府 逼迫一个科学家 去推行地平说一般的荒谬 不过赵官家叹气之后 摇了摇头 却又不怒返校 此事咱们在少使山下说过 正好曾记得 是天理与道德上有些不对 不是不对 是缺失 吕浩问无奈解释 好让官家知道 王叔王本人的学问 道德都是无可挑剔的 但即便是他 也不可能 揪天人之根本 心学中两个大的缺失 一个是天地万物宇宙的说字 也就是所谓天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心学根本没提 另一个 乃是天理与人之间 又是怎么一个互动关系 人如何取天理 他也没提 而道家 佛家 自然都不尽完善 但到底 道家说了天理是无 佛家说了天理是空 而臣等这些理学道学 之所以称之为理学道学 便是在 以理在位儒学 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理说法 赵九继续针灸自已 宛若是在给自己壮胆一般 却已经带着三分罪意相对 换言之 心学如今与佛学道家相比 其实就只是少了一个根基 与理学或者是道学而言 根本只是少了半个根基 官家 少了半个根基还不足吗 多少大儒 好受穷精 数代人数个派系 在言不停 方才寻得这半个根基 还只是那种闻之可笑的气 官家 胡安国的气 固然也有明显疏漏 但他敢走出这一步 也是数十在辛苦 如何便可笑了 是朕错了 不该如此轻调 其实不满吕相公 朕这些日子 还是狠狠地钻研了一番 胡安国的那个气的 也算是颇有心得 官家是想将胡安国的气 与王叔王的心血 结在一起 树臣之言 还不如借鉴一下 佛家的空呢 朕宁可用气 也不用空 赵就富有冷笑 相对自己的功相 吕公相以为 真让你多吃肉 少吃素是胡扯什么 官家 臣知道官下烟雾佛门 但那是佛门的问题 与学说无关 就好像官家眼里 坏了是菜经 不是心血一般 这不是一回事 而且 佛家在这里 确实更进一步 便是胡安国的气 何尝没有借鉴 佛道两家 朕只是做个比较 其实朕今日过来的本意 不正是要您 吕相公出面 替朕把这个天理 补全了 再逢上心血的功力之说吗 少九也明显不耐了 但此言一出 莫说是远处的吕本忠 听得嘴中发苦 便是性格好如吕浩问 终于也气急败坏起来 陛下 臣若是能当面 给你补出这个天理 早就成圣人了 那可说不定了 赵九赶紧又 斟了一杯蓝桥风月 然后捧杯对天而言 要朕说 今日天气极好 阴阳交汇 正是参悟天理的好时光 说不定咱们君臣 就能把这个天理 给补出来了 然后你吕相公 拿他去缝了心血 真就成了圣人呢 官家喝多了 太史公说 就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赵九 罪已有五分 却是不管不顾 望天而谈 张紫云 看天地之美 惜万物之理 横曲先生说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纪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更有屈原 天问一百七十二问 趁想了许久 早已经心知肚明 那就是天理之说 他到底是要有的 有了他 朕屈如臣 事半功倍 没有他 朕便是事倍功半 吕浩文看了一眼 自己的儿子吕本忠 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各自叹气 那意思很明白 这位官家喝醉了 这话明明吕浩文之前亲口说过的 小镇来说 胡安国最大的问题在于 把什么都当成气 殊不知他这个气太宽泛了 应该一分为二 一则是道理 二则是物质 照旧望天 言语不休 嘴边白气不停散去 却又不停再涌出来 所以 咱们要这么改 所谓天理 一是天之理 那就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 二则是天之源 构成宇宙的物质 可以是原子 东西和道理 不是一回事 咱们得把物质 从天理这个概念上 先拨出来 吕相公 你说对不对啊 你还别说 吕浩文和吕本忠 正了一正 居然觉得 这官家的醉化 还挺有感觉的 甚至 跟二诚 佛门 理学中的说法 有这么一点连通的 那敢问官家 吕浩文 几乎是无奈之下 决定敷衍一番 反正穷究下去 这位官家 肯定是跟那些 跟理学道学前辈们一样 走入死胡同 既说道屈子天问 那臣貌美 借天问 问上天子济问 若是这般的话 上下未行 何有考知 自然是天之旅先存 汇聚为太极 这赵九的意思呀 其实就是 先有的宇宙运行 基本规律 然后汇聚为宇宙原点 此时 赵九面色通红 从容作答 吕浩文呢 也不在意 反正是初始设定嘛 随便怎么说 所以呢 这位公相 只是点头 然后继续敷衍追问 明昭蒙暗 谁能几指 风一为相 何以十指 太极促然生阴阳 也就是宇宙大爆炸 阴阳之中 生出天之源 也就是原子 在宇宙大爆炸之后 渐渐形成 赵九望着天空 脱口而出 这也是他 逼了两三个月 才整持出来的 名词代换 天之源祭出 遵循天之理 碎生万物 万物 亦寻天之理 自然清晰可变 吕浩文稍微思索了一下 大约是确定 这个逻辑 目前还是通的 便继续敷衍追问 管家此番言语 已经将天问 前几问说到了 那敢问管家 万物既生 阴阳既小 接下来 明明暗暗 为师何为 天之源生万物 万物之中 有极阳之物 去阳收阴 为球状 变为太阳 有极阴之物 也是球状 为地球 去阴收阳 地球自转 又受太阳吸引 让太阳公转 明暗自生 赵九脱口而出 却又有一些紧张 俨然是怕自己 这二把刀的水平 无法做到 逻辑自掐 其实这些东西吧 以后可以慢慢验证 总比佛家 大千世界 小千世界强 朕知道 吕相公的疑问 其实不在这里 吕本中 双目茫茫 俨然是被太阳球状 大地球状 自转公转 给弄晕了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邵宋 作者 流弹怕水 由武一先生 领弦录制 后期 单挥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464集 后浪 一 不过呀 其父吕浩问文的 赵九的言语 倒是叹了口气 放弃了 对这两个球的思索 直接进入到了关键 那敢问关家 天之道也好 天之礼也罢 如何能映照在人身上 人又如何去获得天之礼呢 人身本物 赵九情之来到关键了 却是硬着头皮打了下去 物在天里 照这般说 万物皆在天里才对 正是此意 赵九扔下了手中的空杯 拍案而对 所以要隔物至之 隔万物 而亏天里 吕浩问张口预言 却一时有些恍惚 因为听起来 好像是真把人跟物 还有天里连上了 而且之所以能够连上 还就是一开始 赵冠家 把胡安国那个笼统的气 给分成了天里和万物 将万物 从原本混沌的天里概念当中 拨去了的缘故 吕浩问瞠目结舍 半日方才言语 却多了几分小心和认真 官家 若是如此 这个人也失误 也在天里 那人的道德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的人 会不遵循道德呢 道德 大约是人生下来 是有欲望的 欲望自然也是遵循天里的 可是人是万物灵长 逆天而成 他不稳定 所以有时候 就会欲望过度 或者是欲望太浅 就会违逆了天里 而这个时候就要格物置之 从根本上弄清楚 天里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引导欲望 这就是所谓的 往胜绝学了 所以啊 就要顺人欲 而变天里 赵九硬了头皮 乱扯一气 但越说自己越畏惧 其实啊 朕也不知道 这个人本身 他怎么整的 但是 吕湘公 朕说了半天 总比胡安国 那个气要强一点吧 你就说 能不能够跟心血连起来 朕是觉得 大约 还是能成的吧 赵官家言语中 已经有了祈求之意 而吕浩问呢 恶然不语 束手立在了那里许久 几度想开口 却 几度 终究不能开口 切说呀 他跟这位官家相处了那么久 如何不晓得 这位官家的 儒学水平在哪里啊 要说 对方这几个月 临时钻研 那肯定是真的 但问题在于 这个钻研 出来的天理 他的逻辑 好像是通的 这好像 真就是硬把人 跟天理打通了 而且 这个顺人欲 而变天理的东西 明明这位官家 已经词穷了 却似乎 也是有点感觉的 而且也跟 功利学说 勉强搭计 赵官家 导致出来的 这个天理 里面肯定 是有大量的漏洞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问题在于 这个什么天之理 搭载在天之物上面 然后人 格物置之 去追寻天理 这个联系 跟胡安国 这些新潮的理学家 道学家们相比 好像真的 强上了那么许多 而更让吕浩文 难以接受的是 他吕浩文 也是个几十年的 道学家理学家 而且在天理上的水平 还不如胡安国呢 结果这位官家 钻研了两个月 把自己大半辈子 都整不出来的东西 虽然这个东西吧 也未必认可 给整了出来 那算怎么一回事啊 官家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吕浩文沉默不语 倒是后面 他儿子吕本忠 实在是忍不住了 忽然开口追问 正格物置之出来的 赵九带着满嘴的酒气 强行作答 然后急切看向 吕浩文转移话题 吕相公 朕与你们父子 今日补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天理 你就说愿不愿意 替朕逢上去吧 为这么一个玩意儿 朕已经尽力了 而且辛苦得很 吕浩文正正地 看着满嘴酒气的 赵管家 还是有些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对方对天理的 这种态度 你若不愿 那便是吕本忠了 赵九终于是彻底发了狠 说他也不愿 便是你的二儿子 吕有忠 说是你全家都不愿意 朕就直接将你 禁锢在家 然后以你的名义 在底报上 发文讲这个天理 这个圣人 你们父子不做 也得做 臣愿意 最后通牒出来 隔了半日 吕浩文终于 颤微微地开口 但若是 隔五隔出来 真正的天理 官家还得许臣 改过来 赵九如是重复 便要站起来 与自己的老搭档握个手 却不料呢 刚一起身 便是一阵的头晕目眩 且说赵官家 今日这壮胆酒 到底是喝多了呀 可能是有许多的 世人远道而来 专门参与的缘故 今年的太学义政 格外地热烈与充实 以至于连续开了两天 方才停下 只能说呀 世人们参政议论的热情 还是很值得提倡和鼓励的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不知为何 官家这几日表现得 有一些艳艳 多数时候 只是哭坐那里 任由官员们 与世人太学生们交流 据传闻讲啊 官家应该是偶感风寒 身体不适 不过 也有高层的人士透露 说赵官家呀 素来便是这种木雕性子 反而是去年那次 因为有仗要打 一直绷着 显得精神 而现在仗打完了 陡然一泻 自然如圣如佛 外加有些艳艳 不管如何了 热闹的腊月很快便过去了 年节之前 议政结束 国债发售完毕 促居比赛和相扑比赛 也落下帷幕 赵官家赐艳之后 诸位率臣 也各自返回辖区继续攻干 但不出意外 随着年末各种的政治活动的增多 以及大量的政治议题 被提到了日程上 都省相公赵鼎 和书密使张俊的矛盾 也越来越明显了起来 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 这二人的对立与不妥之处 说白了 赵鼎今年四十多岁 出身河东沦县区 在中下层 摸爬滚打了半辈子 稳重而偏保守 而张俊今年三十出头 出身属地豪门 年少得志 跳脱而偏冒金 二人本来就不可能合得来 至于说私交嘛 到了这个位置 再说私交 那未免可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赵鼎是都省正下 这名位上 天然是更高一些 而且熟悉数物与基层运作 善于团结官员 再加上南北对峙局面之下 人心天然趋向稳定 此人本该仗着大势 轻松压制住张俊才对的 但实际上 却非如此 毕竟张德远天然与官家走得更近 也更善于揣测上意 经常能够出奇之声 而且很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层 纷纷聚拢到他的身边 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所以二人始终算是分平抗力 谁也不比谁弱上几分 此番一时激烈起来 也算是龙争虎斗了 但是 这种争斗啊 刚刚有了激烈的苗头 很快 便又被迫地暂时终止了 因为啊 随着元日的到来 年节七天假也随之到来了 过年放七天假 这是从唐朝便开始的老规矩 只不过呀 之前数年大宋都是那个德行 所以啊 这渐延五年的元日假期 和第一次恢复的年节长力赏赐 倒是显得很有标志性了 回到眼前 这一日乃是大年初一 上午元日大朝 当然没有按照所谓 正丹大朝那种规制来搞 只是让赵冠家端坐其上 然后攻向吕浩问 领着百官一起行了礼 上了个新年贺表 便利索结束 随即百官散去 假期正式开始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宋》 作者 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 领衔录制 后期 丹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465集 后浪 而这其中 中低层官员 却有普遍先去宣德楼 对面的旧尚书省 领了新年赏赐 以度年节 妾说 都省相公赵鼎 当然不需要亲自去领 反正有立员 亲自送过去 但他依然主动前往彼处 亲自作证 一定要看到下层官里 妥当入手的赏赐 方才放下了心来 这还不算 旧尚书省这里的事情结束之后 他要亲自带着一些物资 让人驱罗车 往太学而来 准备慰问少数家贫 不得返家的太学生 不过这次 他倒是晚了一步 书密使张俊张德远 比他更快 乃是早一步便带着物资 来到此处了 无奈之下 张照二人 只能携手言欢一番 然后一起在太学中 蹉跎了一阵 这才拱手道别 转回各自家中 且不提张德远回去如何 只说赵元正回到家中 已经是傍晚时分 而他年纪偏大 年纪前 又连续多日辛苦 早已经疲态近落 确实辅一回家 便准备好生沐浴一番 早早歇息了 唯独啊 既然做到了这个份上 有些事情 却也不是他能够轻易躲避的 随 扶着儿子赵坟 臂膀下车的赵鼎 亦是没有听清 张俊之子 张子盖 赵坟就在车前 低声重复了一遍 赵鼎立住身行 当即醋眉碾须 要哈张太尉 不过 扎子盖如何此时在京城啊 没有随他伯父回去吗 据说是他伯父张太尉 前几日临走前 专门寻官家求了恩典 将他送进了御前班职 赵坟有错疾感 又说如今爹爹是都省相公 非比以往 所以张太尉 前几日在京随嫁期间 不敢轻易打扰 以免瓜田里下 惹人非议 所以此时才来 算他还有些清醒 张伯英与为父在怀上多有交联 非是厌巴的五人 为父先去洗把脸 你将张子盖带到后厅见面 赵坟当即应声 而片刻后 赵顶果然到烧了地龙的后厅 来见了张子盖 而双方寒暄了一行年节闲话之后 张子盖到底年轻 又是个武父 便干脆直接说明了来意 蹦啊 泰然坐在上手卫中的赵顶 碰着姜茶 卯似不解 哪里蹦啊 谁人蹦啊 为何蹦啊 相公 张子盖小心相对 不瞒相公 我伯父前几日见价之后 日益不安 我到这里入职后 也有些不安 我伯父不安 乃是因为之前摇山大战 他自举功劳最少 而我不安 却是因为来到这里 做了班职 却连个阁职都没有 一个宣在舍人都未曾得 担心会被人轻视 赵顶放下茶杯 醋眉而叹 张公的事情 怪不得你伯父 他的辖区在最东面 尤商在光西 他能将田师中和那三千长府兵送过去 已经是极致了 倒也不至于妄自菲薄 自于你没有得无舍人的身份 我说了 你未必信 当事实十有八九 便是瓜家素来 喇得记这些法文入节 所以给忘了 而都省舒密院等有司 又因为御强八职 掐扯到华城司 所以并不愿意为这种小事 插嘴提醒 胜得搭大 依我说 你熊我去处置此事 倒不如忘了这个什么舍人 阿生地做你的御强拆强 嘎脆 张子盖张了张嘴 但是也只能点头啊 呀只有此吗 你伯父与我多年同了之意 不比熊长 你不比遮掩 不瞒相过 我伯父不安之处 其实不止是没有斩过 年轻他临去前曾对我夜谈 他说他在淮山三四年 立了七八处大宅子 治了好几千亩两天 娶了四五个小妾 还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可官家自南阳之东京 却一直清贫 摇山之前 还可以说是卧心长胆 摇山之后 他本以为官家多少要 要熊救治 不说放纵二字 只说按照救治 休气一下破败后宫 招几百阉人 收几百宫女 绝无人会有什么言语的 甚至有私早就劝过官家 但官家却置若瓦蜂 宁可把钱用来做促居联赛 也不愿意正斥后宫 不只是你伯父 我们也觉得官家 有些过于刻苦了 我入了班纸 也是吓了一跳 也难怪我伯父会不安 哎呀 其实你伯父举止 官家必然是知道的 赵鼎再度端起了江茶来 却又轻声叹气 武将吗 他才好色 真就两袖清风了 不也跟岳飞一样 被那几个玉石死死盯着 至于官家这边 可能是因为朝廷财政 还有些漏洞的缘故 不愿落人口实吧 等今年凭了洞庭湖之乱 再熬到夏日之后 咱们元气足了一些 财政好转了一些 我们再恰恰辩四 也只能如此了 想我伯父那日感慨 做武臣也难 贪了于心不安 不贪又怕官家有疑心 相公 张子盖嘴中不停 方于再说 却见赵鼎面无表情 清措江茶不停 心中一时醒悟 却是赶紧顺势站了下来 相公 今日城门开解 且告辞了 过几日再来寻几个师兄耍子 却不必惊扰相公了 赵鼎微笑相对 便是任由自己的儿子 将对方送了出去 片刻之后 赵坟回来了 也是连连摇头不止 爹爹 这张太尉也太不要脸了 什么不贪又怕官家起疑心 也未曾见官家一个月太位吧 早就扔下江茶的罩顶摇了摇头 却又点了点头 张伯英这个事情稍有特殊 他汤成那样是官家暗中许诺的 是他拿当日怀上诈公话来的 再加上此番将田师中送过去 大节上终究是罢亏 不过说到底还是他汤姓哪改 要不然何自愚被杭世宗甩得那么开 又让李燕仙岳飞这些人追上来 如今他在官家心中 怕是连张荣吴佳都要比不上了 也就比曲端强一些 赵坟重重点了点头 没有收他什么纵礼吧 话到这里 赵鼎忽然想起一事 没有 也得放心 孩儿心里自有计较 赵鼎这才重重汗手 然后终于是放下了诸般事宜 只去放心洗浴 准备享受年假 一夜安一不说 第二日 也就是大年初而一早 这位当朝都省相公 难得的一个懒觉 睡到日上三干 起来之后 却反而缓缓从容喜目 又只是用了一些周点 便是让家仆 封门巨客 然后就物质地转到了院中 初春暖阳之下 安坐了 富让儿子 又奉上来最新抵报 替他品毒 作为年后第一章的新抵报 应该是昨日傍晚发出 今日被抄露出来的 所以并无什么新鲜事迹可言 而果然 随着赵鼎朗读不停 只听得又是讲 元日朝会礼仪 又是讲吕豪问吕相公 带着四相 替官家问安海内 然后呢 还居然讲了赵鼎这个都省相公 与张俊那个疏密使 一起去太学慰问太学生的事 最后 又列了几个文采不错的新年贺词 所谓朝政政刊 便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 翻到最后的两章弦刊 当先一个自然是宫中传出 署名蓝桥天人 已经连载了两三个月的 西游祥魔杂技了 今日剧情 乃是说到 那孙行者大战黑熊精 竟然不能敌 然后预指着 观音寺寻观音菩萨评礼 便戛然而至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闻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宗 作者 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 领衔录制 后期 当回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四百六十六集 后浪 三 读完之后 半是意犹未尽 半是气急败坏 赵坟也忍不住起来了 爹爹 你说关家为了编故事 居然强行不能上 这齐天大圣何等本事 如何不能胜一个黑熊精 赵鼎不慌不忙 盯着自己的儿子 从容作答 齐爷 关家从未说过 这玩意儿是他边的 其二 这是不是吴夫人所写 或代笔也无定论 第三 要为父说 这齐天大圣 不能胜黑熊精 才是妙极 要不然 如何能去请 光阴菩萨过来呀 爹爹教训的是 赵坟一时醒悟而向 刚要低头再读 却又忽然想起一事 便在自家父亲身侧 顺势笑道 不过 瓜田里下的 这宫中传出的东西 又是这个笔名 着实让人有所疑 爹爹不知道 自从这西游 降魔杂技出来以后 这东京的和尚们与道士们 便整日争执不休 和尚说这故事是 重佛异道 道士说这故事 是重道异佛 却不知 却不知 爹爹怎么看 光阳可是连道祖 佛祖身上的精讽 也并刮下来当军废的骗子 如何就重佛重道了 赵鼎躺在座中 闭目叱吹笑了一声 这故事本有流传 光阳借来 演绎一番 自然无妨 若是非要 拿个说法 倒似乎是在 嘲讽 太上 道兄皇帝 旧时 种种 放开呀 赵坟若有所思 却又忽然醒悟 继而一时无语 自己这个爹啊 不许当儿子的 直接说出来 熟和到了 他自己的嘴里 反而一口一个 官家演绎了 当然了 终究是秦爹嘛 这赵坟也不好多说了 只是继续感慨啊 说起来 本朝说书的极多 以往都是出了个 什么故事 说书的拿来编成段子 然后达官贵人再听 却不想 如今居然是 官家编段子 然后说书的 拿去给天下人念 这本似 瓜家用心 经营谍报的 一个意图 赵鼎闭目而对 语气一缓 却似乎 有一些困倦之态 将他的意思 直接越过都散 书蜜月 暗似 传达下来 可还有什么 先将标题念来 赵坟赶紧去翻 却立即报上了几个 剩余灯在弦刊上的文章主题 青山先生又在说他的气 白无言用 我必再念 是 有一篇旅工向长子 吕本珠写的杂篇 说江西失派的 随他吧 年纪也大把 却是阴差阳错 断了 断了前途 也只能整日搞这些邪寺了 今日没兴趣了 算了 还有一篇 还有一篇什么 赵鼎 依旧闭目 且困倦之意 愈发的浓厚 还有一篇 是吕公向署名的短文 是说天理的 文章极短 赵鼎无奈了 只能勉力睁开了眼睛 然后带着明显的倦意 坐起身来 屡似佳学 多似佛如叉子 也未必就有胡阿国的气象化 但终究似平昌 军国纵事 大朝功向 不可不胜纵以对 你细细念来 是 赵坟当即站着了身子 扬声念了起来 天理为本 出成太极 太极促然生阴阳 遂有天之源出 天之源继承天之理 遂成万物 人为万物之灵 生而不稳 故当顺人欲而变天理 欲变天理 当隔万物 欲隔万物 当血而袭之 石而剑之 以成道德 道德完备 人生治理 极为圣人 一遇即罢 赵鼎早已经双目闪烁 恶然心惊 话说 赵相公如何不晓 以吕豪文如今的身份 在官家直接控制的底报上 于这么一个朝野 都无法发生的空窗气 整出这么一个玩意儿 根本就是要翻天覆地的意思 但知道又如何呢 眼下这个格局 谁能动摇官家 与吕相公的联手啊 莫说这玩意儿听起来 好像隐约有几分道理 最起码比胡安国的气 蓬顺一些 便是没道理 不也得认吗 一念至此 赵鼎 傅又仰头躺下 却是双目炯炯 再难有半分的倦意了 赵元振不是在思索什么天理 而是他忽然发现 自己啊 好像根本就没有看懂过 这位官家的心意 而身为一个都省相公 实际上的朝政术宗兰者 却根本不知道 自己头顶上有着一个 绝对权威的官家心意 又或者说 明明不懂官家的 根本心意 却做到了堂堂都省相公 这本身就是一件 很荒唐的事情 爹爹 我实在不想去 就在赵鼎 赵相公 和很多人一样失神之时 承西某处达官贵人 聚居的区域内 一处大的 有一些过分的花园里 一名年约十六七岁的 寿孝少年 正在苦着脸 朝着一个容貌端正 风姿如玉的 素衣中年人 求情 我不是读书的料 跪下 手中抓着一张 刚刚抄录完成的 底报的素衣中年人 文言当即回身作色 而少年吓了一跳 也是即刻下跪 你们都下去 素衣中年人 转过头来 对着周围朴从时 却又和颜悦色起来 配上那张端正的脸 真真是 让人心生好感 周围朴从 不敢怠慢 纷纷驱步撤走 而人一走 这素衣中年人 也就是 珍珠吴氏的当家人 当朝两位国杖之一 吴晋了 只是副手 冷冷地去看 跪在自己身前的儿子 吴晋 在 才十六岁的吴晋 居然当场在地上 打了个寒着 你本事述出 家业前途什么的 与你无半点关系 但谁让你包姐 做了贵妃呢 所以 不管你愿不愿意 咱们吴氏的前途 将来就只能压在你头上 你几个哥哥 挣都没法挣的 不然呢 你以为 我愿意管你吗 放映了十一二年 才忽然逼着你干这干啊 爹爹 地上的吴亦一时落泪 俨然是这几年 跟他姐姐一样 没少受学习方面的苦啊 我真不是不愿努力 但我也真不是读书的了 而且 我已经学了几年算术 好不容易学会了管账 这就没了用 我跟你说啊 吴静看到对方落泪 愈发不耐了 这件事 又不得你 也又不得我 甚至 又不得你姐姐 谁让咱们是外戚呢 官家眼下 没有同族近亲 身为外戚 有些事情 真的是身不由己 地上的吴亦一时收累 却又有些恍惚 我跟你说 若官家是个表里不一 万宽内计的人 你别说做生意 读书 算账 你这辈子 就只能重道重福 做个神仙中人 家里生意 都要扔给你几个哥哥 来为管理 不能插手的 若官家是个太上道君 皇帝那般的风流人物 你这辈子 就只能做个风流帮衔 填个影词 做个浪尸 醋居下棋 如昔日大明府的小乙哥 还有昔日官家生前 高胎位那种 好方便 陪着官家逛窑子 而若官家 是个雄才大略 却又用人随意的 你便是怕死怕的不行 也要吃得壮壮的 然后披挂起来 整日舞刀弄枪 假装自己是官家的胃轻 然后临上正前 再一咬牙 学获取并暴毙 来个出师未结 身先死 这样对国 对家 才都有好处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宋》 作者流弹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467集 买卖一 但现在 官家既没让你去死 也没让你去帮嫖 只是让我们想法子 替吕相公的原理学 敲鞭骨而已 到了你身上 不过是让你去太学里 当个撒钱的孟长俊 看到愿意按照原理学 来格物的 你就得去捧一捧 吹一吹 无尽终于是有些恨铁不成钢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谁真让你去太学里读书了 读读读 读出个博士来 有什么用 外企能做官吗 让你去太学 是让你去潇洒的 无意恍然大悟 吕浩文吕公相 正在横扫百家如卷席啊 过年七天下 原本只该有大年初一 也就是大年初二那时 被抄路开来的 一起抵报而已 但很显然 吕公相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得到了 赵冠家的一力支持 接下来数日内 抵报连续不停 每日都发一增刊 竟然宛若是去年战事状态 然而 这些增刊啊 却毫无政治文书记录 只有往日最后的两张闲刊 所以呢 在东京市井当中 得了个魂号 换作过年齐天乐 两张大纸 一张专写西游祥谋杂技 很显然 这是某人为了力挺吕相公 连续报庚的结果呀 另一张则只是写 零散的闲杂文章 什么小资小富 什么奇闻去世 甚至 有冯一冯二馆推介 东京城里 哪家的豆豉最好吃 以至于成了官家 轻定商铺 当然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张纸上吕相公几日内 雷打不动的原理学概论 这才是真正的主菜 一连五六日 假期期间 吕工像从开天辟地 说到了格物置之 又从顺人欲变天理 到了功力实用 以及什么知情合一 实践检验一切 最后还不忘强行说自己 是从王叔王那里 得来的感悟 总之 在其余名儒 根本没有机会 开口的情况下 这位平章军国重视 就是通过这种 作弊一样的手段 然后在某人 极具政治暗示的推介下 以一种其余学说 根本难以匹敌的宣传资源 用一种超越时代的方式 强行完成了 这个缝合怪学说的概论 而这其中 稍微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狄报是以官方身份 宣布了 吕工像新学说的名字 为原理新学 吕工像这几日 也是在做原理学概论 但是老百姓和世人 还是按照气学 新学 理学 官学 落学什么的命名方式 给这个明显是强行缝合了 书王新学 吕氏道学外加上 新天理学的学说 按了一个原学的简单名字 毕竟嘛 大年初三的那篇文章就说了 天地结束混沌以后 很快 天之源便形成了原子 然后原子按照天理 构成特定物资的细微分子 然后分子们堆积在一起 就已经成了天地万物 换句话说呢 天地万物都是天之源 经过原子这个基本粒子构成的 这个说法大概是寻常人 唯一能够听得懂的一点东西了 那么说它是原学 那也就是原学了 当然了 该来的总得到来 七日假期结束 一直寻不到假期 抵报增刊门路的青山先生 胡安国 直接堵住了红炉寺大门 而此时 正经来上班的胡权 也没有再做遮掩 却是主动接受了胡安国的投稿 并保证将投稿 放在下一期的笔报上 且说 汉如武的轮回之论 天人感应之说 从政治角度而言 经历了唐朝中后期 佛道两家的冲击 五代残堂的残酷现实洗礼 到了宋真宗 封禅泰山以后 基本上走向了政治上的死亡 而从思想角度来说 同样是从见识到了 佛家冲击的中唐寒域开始 所有儒家有识之识 也都渐渐抛弃了汉如旧学 转而寻求新的 适应时代的新儒学 说白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精英们 绝对不是傻子 武德轮回天人感应这一套 到底行不行 他们身为亲身经历者 实际的执行者 怎么可能不清楚 不明白呢 但关键在于 社会问题摆在那里 汉如不行 汉代经学不行 你得拿出新路数才行 而且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儒家早已经跟整个社会合为一体 且在政治上 拥有了不可质疑的权威性 这就导致了 你想要改革 也得从儒家内部导致 回归到儒家经典 进行导致 不然呢 把儒家这层皮给扒掉 来个休克疗法 所以嘛 到了宋朝以后啊 范仲淹 王安石 然后张在 二成 再到眼下的胡安国这些人 是个有思想的社会精英 就都在研究相关问题 试图提出一种心儒学 来应对社会问题 顺便啊 继承汉如的旧学术 继续维护中国大一统的 政治文化成果 而回到眼前 雷浩文既然开始咬牙 做这个原学圣人 就已经做好了 被火药罐炸得乌七八黑的准备了 而胡安国作为眼下城上旗下走得最远的一位大乳 也是眼下肉体距离最近的一位道学名家 他的反击 也几乎是所有人都能预想到的 而且不得不承认 胡安国作为研究这些问题一辈子的专家 到底是肚子里有祸的 他上来便从自己的学术角度 指出了原学的一个巨大问题 吕浩文的原学没有气这个概念 或者说吕浩文的原学从根基上没有气的位置 要知道 胡安国自己的学说是将一切都放在气上 是有缘故的 绝不仅仅是从张在二城那里 直接接受了某一些神奇的观点 照着填鸭而已 几乎所有的道学家都强调 气这个概念的重要缘故在于 气是无形的 同时充斥着整个世界 偏偏它又明显能够被人感知到 而且还可以通过呼吸这种现象 与人本身连接起来 进而影响到思想与道德这两个概念 换言之 气是被这个时候的道学家 理学家们精心挑选出来 连接自然界与人 生命与非生命 有形与无形 内与外这些复杂哲学概念的 中介概念 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啊 是以气的形式 进行相互转化的 所以啊 虽然各家之间 有一些概念上的差距 比如 胡安国这里的气的概念 就格外的大一些 广一些 其他人可能少一些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气的概念 在道学当中 都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而胡安国说 吕浩问的原学不讲气 其实啊 实在说 吕浩问的原学 没有解释清楚生命 道德与自然界的根本联系 没有将宇宙万物 跟人 跟儒家这些东西 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当然是一针见血 一脚踹在了七寸上面了 说白了 什么叫做人身本物啊 人这种神奇的东西吧 可以有思想 有道德的东西 怎么就是物了呢 你说物在天理 难道石头也会思考吗 这种疑问呢 不只是胡安国这些专家才会有 稍微有点儒学常识的人都有 而如果不能够迎面击败 胡安国的这一波质疑 那这个原学 哪怕是强行靠着官家的偏心 与吕浩问的政治地位 成为了官方学说 那也最多是另外的一个 疏王心学 不可能起到统一思想 这个作用的 下面的理学和道学 还是会自己走自己的路 并且最终占据主流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句 《少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徽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68集 买卖2 于是 建言五年的元月 在很多外地率臣和武将懵逼的情况下 礼报开始以一种 只在京城内部发行 每日一增刊的特殊形式 充当了学术交锋的战场 大年初八 春更都尚未开始呢 礼报上便正式刊登了胡安国 和许多其他大儒对元学的攻击与质疑 支持与讨论 整整两张纸 再无闲杂文章故事了 而这其中呢 胡安国因为心里面有祸 且气贯长红 所以最为有力 其余的反对者 大概是因为畏惧吕浩问的学问 政治地位 外加上估计赵官家的姿态 则不免显得有那么一点小心翼翼 对此 吕公相依然保持了冷静与从容 这一期的礼报增刊 他没有理会其余那些虾兵血浆 也没有针对胡安国的长篇文章 细细补全自己的性命道德 内心外物这些复杂哲学概念 以为元学做辩护 恰恰相反 平日温吞的吕浩问 只是以一种论断而平淡的语调 说出了元学中气的本质 按照他的说法 气也是一种物质 且只是一种物质 他其中呢 蕴含的天理是不错 但却与石头 竹子 水 冰 土壤 并无区别 而人之所以觉得他特殊 只是因为人在气中 如鱼在水中 很难查解他的物质形态而已 这话看起来只是在按照 胡安国的质疑敷衍而仓促地 补充了元学中气的概念 但实际上却是以功为首 且直接插入了胡安国等 其他道学派系的心脏上 因为如果气指一个如同水土一般的 普通性物质的话 那这些人的学说到底算是什么呢 而更关键的一点是 从穷究真理的角度来说 气怎么可能是水一般的物质呢 浩然正气明明是个道德概念 好不好啊 总之 这种荒唐的言论 立即激怒了胡安国和京城当中的 许多其他道学民事 毕竟 眼下大家都算是在探索 如果只是学术讨论 出一点问题 那是可以继续商榷的 但是问题在于啊 吕浩问的元学 明显是要取得官方支持 然后推行天下的 而如果天下人都把气 当成了一种寻常物质 那自家的学说还要不要了 而且还是那句话 气怎么可能只是一种物质呢 元学有着这种荒谬的基础性错误 怎么成为官方学说呢 王安是都知道 将一切问题控制下来好不好啊 于情于理 不管是要灭除异端邪书 还是未求保全 都不能够任由这个元学 这么堂而皇之继续发展下去了 完全可以说 此次论战 双方仅仅是交马一合 便再无商榷余地 陷入到水火难容的地步了 于是乎啊 就在这日下午 不等再去投稿辩论 胡安国直接领着两个太学教授 七八个中下层的官员 五六个在京名士 都是道学义脉 来到了宣德楼外 请求入内面胜 赵官家当然是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呢 他直接让兰归出面 将胡安国等人引到了后宫 臣不知陛下在行春更礼 来到后宫 饶舍胡安国等人一份填膺 来见到赵官家正在干的事情以后 却还是收住了火器 恭敬一对 不是春更礼 今年的春更啊 估计还得个说来天呢 一身短打扮的赵官家 扛着铁签转过身来 微微出汗 而其人身后却是有着 百十个内饰撸起袖子 卷起裤腿 在那里劳作 朕这是 在按照吕相公圆雪里的教导 时而见之 以正道理吗 听到此言 原本鼓足勇气的其余来人 心中惊慌 根本不敢说话 倒是胡安国冷静地打量了一眼 官家眼神 然后不卑不亢 从容相寻 敢问官家 这是在实践什么 正什么道理 是这样的 赵舅扶着铁仙 坦然相对 朕读孟子 说是七十岁 可以食肉饮 就有一些疑惑 胡姓 你是天下文明的大儒 你说为什么七十岁 才可以食肉啊 胡安国微微皱眉 但还是认真地拱手相对 官家 这句话是有前后文的 原文乃是 五母之宅 树之以丧 五十者可以依搏矣 鸡屯苟至之处 五十其食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 物多其食 树口之家可以胡鸡矣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是讲一个家庭 在五母大的地方 安家置业 在不计算在家庭 在外面百亩耕地中 获取谷物的情况下 与宅地周边 重丧养殖 与达成衣料与肉食的 自给自足 赵九接着对方的话语 直接说了下去 正是此意 胡安国也有一些小心起来 朕不以为然啊 朕总觉得 五母大小的宅院 才弄出这种程度的 自给自足 有些可笑 所以啊 朕想要亲自试试 看看能不能够 比书中更强一些 胡安国 绝不是一个 使天子远如者 他并没有当场 驳斥照旧什么 而是认真打量了一下 赵官家后宫荒帝的 开拓程度之后 正色相对 不知官家 想比书中 强到什么地步 朕就在想啊 能不能够让大宋上下 每人每天 都能够吃上二两肉 赵九在身后 冯一等内侍省官员 无奈的眼神下 也在胡安国身后 那些道学明家的 面面相去下 说出了一番 荒诞至极的言语 胡青想想 说能够每人每日 都能够吃得二两肉 人人强壮起来 是不是 就不会被静人欺负了 那敢问官家 不知官家准备 怎么实而见之 已做这般证明呢 胡青且看 赵九回身 指着身后那片荒地 可一堆人沿道 除去跟着蓝大官 冯二官有正经差遣的 宫中尚有 闲杂内侍宫女 各百余人 皆是这一两年 渐渐回来的旧人 只在后宫各处闲区 而这片昔日市 河塘 花园的荒地 大约十四五亩 乃是更月那边 建起来之前的 御花园所在了 朕准备带着这些人 就拿着十二三亩的地方 休气鱼塘 移植桑树 喂养鸡鸭 再寻几个老农 仔细地领着教导 你说 说是能以这些地方 使宫中 数百口 每人每日 布局鸡鸭鱼 吃上个二两肉 是不是 便足以证明 天下人认真做起来 也能够 每人每日二两肉 然后强壮每一人呢 胡王国再度沉默了片刻 方才应声 官家若能做到这种地步 当然足够证明 而且这是圣人的劝谏 亡无罪罪的道理所在 官家想要验证 谁也不敢阻拦 但官家需是天子 皇家需有威仪 有些事情没必要在宫中做的 也不必官家亲力亲为 说不能在此处做 也不亲力亲为 如何算是圆学中的 使而见之呢 又如何能够让人心服口服 许致 吕相公大年初四那日说了 实践是检验天理的唯一标准 至于皇家威仪 天子职责 胡卿其实不必在意 朕只是在按照吕相公的圆学 在做天理实践 一旦成了 便不会再亲自纠缠下去 些许劳动 胡卿就当是惊人媚灭 朕借此卧心尝胆好了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句 《少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丹徽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69集 买卖3 胡安国微微叹气 想了片刻 却也只能俯首 官家简朴认真 更见葫芦未灭 臣 无话可说 失望不要耽误正事 怎么会呢 可能是有点冷了 照着放下了铁仙 走入厅中 却愈发不以为意起来 吕公相以下 赵鼎 张俊 刘吉 陈规四位相公 都是一时之选 各国家政务 他们大多都能妥当处置 朕完全可以垂拱而至 便是有些许争执 朕也不过是 做一个评判罢了 胡安国更加无话可说了 而且他也意识到 不能够这么被这位官家 牵着鼻子走了 故此 稍作思索之后 这名当事大儒 直接扔下了这些话题 就在庭外立着 进入了正题 官家 臣受贤侄在家 无传诏 本不该擅自求见 但今日有一事 朕知道 气一物也 人之不绝 如鱼不绝水 是此事吗 正是此事 官家 此言荒谬至极 你怎么知道此言荒谬的 孔子云 雀气方刚 孟子亦有言 无善养浩然之气 便是道家 有精气神之说 可见气质一道 与性命道德相关 言能只是水一般的实物 可为何不是你们 曲解了先生的意思呢 朕记得胡青初次见朕 便对朕说 朕如何如何便能够出什么气来 是天下如何如何 而一个儒者如何如何 便也能出个什么气来 是自己如何如何 可朕到现在都未见到什么气 那你若说有 为何不能够时而见之 学朕这般开堂种地 亮出来 给天下人瞧瞧呢 官家 这种气本是悬而又悬之物 无形而存 不是臣不愿为官家展示 而是臣学术浅贤 只能感觉和醒悟到他的存在 却不知该如何使之险形 即使 官家所养天子之气 已经起了作用 摇山之战便是明正 哦 朕懂了 你这个气从定义上来说 便是不可见的 对不对 对 那为何不能许 吕相公的如鱼在水中 不能绝呢 官家 吕相公与陈等 在底报上的针锋相对 看似是他在做辩护 其实是他在做攻击 陈不以为官家看不出来 是了 谁主动谁负责 谁提出谁证明吗 袁学后发而先公 自然该他们证明 吕本忠 随着赵官家的一声轻唤 胡安国等人 诧异地回头去看 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 自己等人身后 早就多了一人 却正是 吕浩问吕公相 那数十年不得出世的老儿子 江西师派中 具有一席之地的吕本忠 也是各自凛然 且说 吕本忠此人的风平 其实是不太好的 主要是因为他少年的时候 因为旧党的身份连累 以堂堂吕氏 敌长的出身 却不得入世 所以生活作风浮浪 而且身为吕氏家学 天然的继承人 道学上的成就远不如其父 反而整日地作诗填词 而在这年头 鄙视链 如此清晰的环境下 作诗写词这种东西 跟道学相比 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 所以 即便是吕本忠昔日 戏谑了一语 提出了江西师派 这个概念 无意间成立了 中国诗词历史上 第一个正式的 诗词宗派 占据了中国文化史上的 重要一席 却始终被人鄙视 但是 此时此刻 此人当面 谁再敢轻视他 就是傻子了 真在 吕本忠拱手出列 只能说呀 欺人虽然没有出事 但作为吕氏敌长 身上自然早有恩义贤职 跟胡安国身上 挂着的官职 不做事 一般无二 你听到 胡先生的言语了吗 照着笑问不停 真听到了 不知为何 胡安国等人 回头去看之下 这位明显有备而来的人物 居然有一些声音发颤 也不知道是在怕什么 胡先生他们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袁雪讲究一个格无置之 知情合一 实践检验一切 而如今 咱们不说别的 只说你父亲 提了这个 气如水一般的概念 引来胡先生等人诸多不满 吕宫向劳苦功高嘛 最近又整日在做学问 朕不好打扰 只能且问你两句 这个东西 你们父子 能够实践证明吗 能 吕本忠咬牙作大 好像下了什么 局心一般 怎么证明啊 咱们得说好啊 你得设计一个 让人心服口服的 实验才行 就好像 朕这个实际目的 让宫中的几百口子 每日二两肉 才能够大约比证出 全大宋都有可能 每日每天 二两肉一般 官家 青山先生 吕本忠拱手相对 臣有个法子 非但能证明气如水 还能证明 青山先生的气论 是错的 说来 随着胡安国的眉毛一皱 赵九也是凛然出声 官家 青山先生 吕本忠 长呼出了一口气 再度攻守 却最终对准了胡安国 家父 在元学中阐述 气本物如水 而众所周知 鱼在水中不能绝 但我等在水外 却知道水这种东西 终究是有重量的 欲深 欲重 欲有压力 故此 若以元学阐述 气这个东西 虽看不见摸不着 但实际上 也应该是有重量 欲压力的 只是因为 我们在其中 不好测量罢了 朕懂了 赵九忽然插嘴 朕记得青山先生有言 气 充盈宇宙 无穷无尽 而若 气跟水一般 有重量 有压力 那么岂不是 要家人给压包了 所以 若是能够实践 证明气如水一般 有压力重量 自然 便是元学说的对 而胡先生 是错的 是这个意思吗 是 那你能证明吗 能 能 不知为何 吕本忠似乎有些怂 胡先生 你以为呢 赵九冷冷地 看了对方一眼 富有笑颜相对 虎安国 虎安国仔细想了想 然后 友谊说一 官家 臣与吕相公 争执本意 在于性命道德 与外户的关系 并不是什么 气的压力 而便是能证明 岂如水一般 有压力 其实也不能说 吕相公的元学 在这方面就是对的 什么把人压暴 更是有些荒唐 但正如官家所言 臣与大部分 道学同道 都以为 气 充盈宇宙 而若气真有压力 竟然说明 气有重量 最起码能说明 臣等在气这个事情上 所思所想 有一些是错的 那么这件事上 终究还是臣等 稍稍落于下风 赵九忙不迭地 点了点头 然后扭头相对 吕本忠 言语中 显得迫不及待 吕青听见了吗 吕本忠也是连连 汗手不及 却是不知为何 面色有一些发青 朕挖鱼塘 重丧养殖 至少需要一年 这多了呀 三五年 说不得才能见效了 这是天时所限 不得不如此啊 可你针对气压的事件 又要几日能准备好 让天下人看清楚 一月两月朕能等 这胡先生他们 自然也有耐性 但若三年五年 莫说胡先生等人 以为你在故弄玄虚 便是朕 都是不许的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宗》 作者流淡踏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四百七十集 约七一 胡安国等人难得的精神大振 他们本以为官家对旅工下 对元学的偏袒是极大的 是抱有政治目的的 但是不管如何 若是能够在这种事情上 限制到这个地步 却也足够说明 这位官家 还是讲究一个公平公正的 而果然 吕本忠明显陷入了疑难姿态 许久 方才重重汗手 家父在钻研学问 难为此事 请与臣一跃为期 借调工匠 人手 为父代劳 好 赵九点了点头 却又紧逼不少 要多大场地 宣得楼前可行 吕本忠战战兢兢的 周围 胡安国等人看得清楚 此时春寒料巧 对方居然出了汗 俨然是被赵官家 逼到墙角 气虚了 但是不管如何 吕本忠长呼了数口气候 还是重重汗手 军医官家 赵九连连汗手 满意至极 却又扭头相对胡安国等人 清等听到了 朕来做主 从明日起 礼报 暂停刊登道学 圆学之争 双方私下讨论皆可 却不得相互攻击 只是各自演技西谷 静待一跃之期 然后在宣的楼前 让天下人 见个分晓 正如胡卿所言 此事 虽不敢说谁我真理 却足以烧绝胜负 今日都散了吧 真要继续挖鱼塘了 胡安国等人 吃得定心丸 本忧拱手告辞 但是想了想 却还是跟着旅本忠一起留下 帮赵冠家担了几筐土 方才心满意足 从容离开 然而 且不说一跃之后 双方将要在宣的楼前 一决胜负 来定下元学生死 只说接下来数日 春日渐渐转暖 割出事物堆积起来 而赵冠家 只是一如既往 或在宫内挖土 或去敷衍朝堂仪式 稍有空隙 也只是与陈规 往大象国寺 往长溪月台大营盘缓 端时不务正业 当然了 有了绝对权威的官家 不乱插手 未必不是一个好事啊 垂拱而至吗 国之大事 为荣与寺吗 但是随着元宵结束 春更展开 朝堂上关于一件 军国大事的争论 却越来越激烈 最后终于到了 需要这位官家 做决断的地步 事情很简单 岳飞在洞庭湖 暗兵不动多日 引发了地方上的 激烈抗议 马申 刘洪道等地方大员以下 包括数十名的 军州级官员 纷纷上奏 弹劾岳飞 养贼自重 耽误天时 误国误民 其实啊 中书各处对于岳飞的 停滞本来就有意见 只是被赵九 压制住了而已 但现在 随着年节过去 完颜雾竹 丹祺入大明府 然后与詹汉 携手北归的消息传来 随着洞庭湖 周边春耕被耽误 春训随时可能到来 随着岳飞 数万大军 在洞庭湖北侧驻扎 后勤消耗 对地方上 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老百姓苦不堪言 很多人反而 趁势抛荒 逃入洞庭湖 作贼 种种事端 南北内外 却是终于给了所有人 堂而皇之的 反对理由 最后 御史台 互补兵部各处 也是连番弹劾起来 随京乡地方上 连长一片 要求中枢 正式施压 让岳飞尽快 结束战斗 不要耽误大局 而很快 身为京乡地方派首领的 都省副相刘吉 也再度站了出来 表达了希望岳飞 尽快结束战事的意愿 这种情况下 原本就对岳飞军事行动停滞 感到不满的都省首相赵鼎 保持了某种 说不清是好是坏的沉默 而一力支持岳飞的疏密使 张骏则是不得不 独自承担压力 这名姓格跳脱的年轻载职 无奈公开上书 表示愿意全家百余口性命 来为岳飞做担保 而也就是在此时 赵鼎也忽然上书 建议让张骏南下都师 以疏密使之尊 监督催促岳飞评判 赵九犹豫了一下 选择了同意 原因很简单 他的压力也很大 他无条件地相信岳飞 但问题是 地方上的后勤压力 中枢的忧虑 也是赤裸裸的 且是合情合理的 经历了那么多 对军事早就不是出戈的赵官家 不用想都知道 东庭湖北面 尤其是江陵一带的老百姓 确实是在为岳飞数万欲营前军的后勤 在付出一种类似于家破人亡的代价 这是这种时代用兵必不可少的代价 只能说因为领兵的是岳飞 军级好一些 代价少上许多而已 但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的 就好像摇山大战 预知了巴蜀的财富 看似赌赢了 但实际上 巴蜀老百姓 却依旧要为之付出必然的牺牲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官家 但凡讲点道理 都必须要为自己之前的决断 做出政治姿态 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 说白了 吕浩文默其谢等人 之前的劝谏都是有道理的 政治也好 学术也罢 身为一个天子 也能做无本的买卖呢 舒密使张俊不得已 出京南下都师这件事 被朝野一致 视为了都省正向赵鼎一方的巨大胜利 但赵鼎本人 却对此惠弱陌生 甚至数次 对一些仕途 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文章 拍马的人 予以严厉地呵斥 但是 不管赵鼎是什么态度啊 被迫出京都师的张俊 却是带着一种沮丧 愤恨的激烈情绪南下的 这名素来 性格激烈的年轻舒密使 内心将这件事情 视为了奇耻大辱 不过他好歹知道 自己是带着严肃的政治任务南下的 知道前面是军国大事 而且 情之想要扳回一局 就得让自己的都师 起到立竿见影之效 就得让岳飞一举成功 所以啊 一路难行 走到南阳的时候 张德远 多少将东京那边的事情 暂且暗下 转而关心起了南面战事 然而 也就是从南阳开始 越往南走 越了解南面战事的种种 张俊却是越发的心中忐忑起来 因为岳飞的表现实在是 有一些让人难以接受啊 而这种惊慌与动摇 在张俊抵达襄阳 见到刘吉入京后的 新任京西转运使 习 以及主动北上来营的 湖北京略使马身后 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 张俊响 以为我是在与这位 阅读统治器吗 双方在襄阳关署内见面 只是寒暄两句 便说到战事 而张俊 刚为岳飞辩解一耳 湖北京略使马身 便怒目一对 直接起身呵斥 还是以为 我在与他争功 特意污蔑他 张相公 你既是相公 便需有相公的公道 莫要因为在中书保了他 便要在地方上不顾道理 以礼为护他 张俊无奈 却只能是也起身相对 好言相劝 好礼相待 没办法 马身资历极深 又有极为特殊的政治资本 这当日啊 靖康中金人得手 在所有宗室被扣押 打送 事实上投降的情况下 作为东京残余官员中的代表 马身写了一封极为硬气的文书 要求金人放还赵氏宗亲 依旧延续赵总国座 虽然没有成功吧 但却使得张帮昌 陷入到了相当孤立之中 且不说这算不算是雍立之功 但相对于逃到太学中的赵鼎 张俊 胡尹等人 无论如何 都是极有资本的 而这其中啊 更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秦桧作为马身的上司 在接到这封文书后 并未直接给金人送去 反而是改写了一封 措辞柔软的新文书 最后 还因为这封文书 被锁入金营 还被沾罕看中 一去不回 其实 平心而论 以当时的情况 并不好说马身的文书更有效 还是秦桧的文书更合适些 但二人的性格差异 却在这两封主旨相同 意境不同的文书上 彰显无疑 本集已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句 邵宋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四百七十一集 约七二 我晓得岳飞 有些拖延过度了 也晓得 湖北 江西 金西过促地方 三里困难 张俊好不容易将对方 劝到座下 却又不得不继续 小心辩解 但是看他言语心计 终究是为了扫造杀裂 招抚为赏 而官家素来说 宗是皆北 他便是北姓为亲眷 回家为宗族 天子仁念 那也是要考虑的 马申冷笑一声 我自然知道 他不光是仗着你张书相的维护 还有天子宠信 张俊一时不知该如何再去 而习也是趁机一声咳嗽 马申会议 请知道自己 这已经算是隐约的 纸翅成鱼 暗讽天子宠信无人了 便干脆不再言语 他此次北上来接张俊 根本就是为了施压 乃是要通过张俊来催促岳飞 速速进军 而既然态度已经传达到了 便是也懒得多言 属下 既然当有些冷场 京西转运使习役 此时便起身 从张俊身后相对 湖北江西 乃至于京西 三路诸军周长官 纷纷弹劾阁岳飞 绝不可能都是心存歹义 实际上 岳飞及其部 欲营前军 军技斐然 岳飞本人 也素有忠勇之名 一开始的时候 三路上下见是他来评判 其实心里多是欢喜的 等他前期进展迅速 上下更是称赞有加 书相 如说不屑 完全可以查查 当时三路诸军周 递上去的闸子 便是他后来 要改为招府 中书也应下后 上下虽见有怨言 却也不至于 到眼下程度啊 只是有些事情 实在是让人 难以轻易启齿啊 你都直说嘛 张俊丧气之余 只能催促 只是下官一人猜多 习也是一声轻叹 岳都统在江陵府作为 似有顽敌之嫌啊 好为顽敌啊 张德远醋眉不解啊 那是真不解 你若说重敌养敌 那倒也罢了 啥子是顽敌啊 顽子精辟 不但习义解释 坐在那里的马身 先笑了一声 他若是战败 反而无话可说 正是因为一个顽子 才惹得三路上下 一起生缘 习义再度叹了口气 然后方才不慌不忙 给张俊 说了一件岳飞昭府中 极具代表性的事情 话说 岳飞迅速扫荡了 洞庭湖以北的贼军后 就是改上奏为昭府 这期间呢 他的主力部队基本上 就在洞庭湖北面囤住 具体来说 除了岳州首府八岭过于重要 也就是后世的岳阳啊 所以放了三千兵外 大部分的部队 其实都在岳州华戎 与里州安乡这两个地方囤住 而就在华戎南面 大约三十里外 挨着洞庭湖的地方 有一处中向设置的水寨 换作古楼寨 寨中有一将 换作杨广 乃是 维楚元帅 杨幺的族人 考虑到冬日水浅 这古楼寨整体暴露在陆地上 完全可以说是无险磕首 算是孤选在御营前军嘴边上的一口肉 故此 理所当然一般 岳飞的招服工作 就从此处开始 而效果完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杨广左看右看 发现确实陷入了死地 便当即选择了投降 对应的 岳飞既没有解除杨广部署的武装 也没有占据古楼寨 而是以节度使的身份 直接赐予了君职 并拿出宝贵的后勤粮草 均谢予以赏赐 加以补充 然后依旧让此人 领旧部囤住古楼寨 如此举措 只能说岳飞是真的宽宏大量 周围君州长官虽然心中不满 却也无话可说 总得千金买股吧 然而 仅仅是两日之后 就在岳飞沿着洞庭湖西岸 继续往西 往南招服这些水债的时候 作为第一个投诚之人杨广 在接受了官军的前两官职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与身后洞庭湖南岸的 中相杨妖取得了联系 还是早有预谋 又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心服过 反正他是趁着岳飞去湖西的空挡 忽然间选择重新立旗 公开背叛 而杨广一招反复 也使得洞庭湖西面 正与岳飞进行接触的诸多大小水债 大小头领 心生犹疑 当时就放弃了与官军的接触 到此为止 依旧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没人能够拿这个来指责岳飞 但是接下来岳都统的行动 就让人看不懂了 且说岳飞闻讯后即刻动身 真真是势如雷霆 一日夜便亲自率大军兵临古楼寨 雷霆直威下 杨广根本措手不及 只能直接起降 而岳飞居然再度答应了对方 而且还是没有派兵进入古楼寨 也没有与杨广当面言语 就直接认可了对方的投降 继而转回华容 这还不算 回到华容后 他再度对杨广下达了军职文书 官职更高 而且随着文书一并抵达古楼寨的 还有新的一批粮草 潜薄 听到这里啊 张俊稍显无力 却是苦笑 想来死那杨广后来又叛呢 若是如此 岳都统此举 确实有些荒唐 堂堂国家民将 被一个小嘴玩弄于鼓掌之间 四次 习义忽然伸出了四根手指 啥子 张德远张相公明显是没有反应过来 凡两月内 杨广前后四次被招服 三次叛离 岳都统也前后四次给他授予了军职 还一次比一次高 粮草潜薄也一次比一次多啊 而且啊 还是每一次都不去占据古楼寨 不瞒书像啊 三路均州上下 尤其是安顿逃亡市民的州学中 近来一直都在射赌 只赌着阳广 何时第四次叛离呢 张军目瞪口袋 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 许久没吭声的马身忽然在座中插嘴 他堂堂一方率臣 行军打仗自有考量 不管是为了个人面子 还是想学画本里七秦梦获展示诚意 总归是他的决断 自靖康以来 什么样的武人我们没见过 唯独我以湖北经略使臣的身份在侧 却只见他数万大军 为了一个小寨一个阳广 在那里蹉跎数月 而这班临湖水寨 忠相逆贼一共设了四十个 非指这般 有如湖西朱寨 与他攀谈一跃有余 却阴阳广反复不停 前后无一债达成相符 反而索取财帛不断 据湖西朱寨私下流传 那些债主若非之前在湖北 被他岳飞打过 几乎要将这位堂堂都统 国家率臣 当作傻子来看 张德元已经气虚难应了 不止如此啊 这些日子 中相杨妖等逆贼 虽然尽失湖北陆地 却趁机在湖南陆地上大举扩张啊 不等张军应声 习义继续在旁从容补充 中相本号大圣爷爷 父称楚王 其子称太子 阳妖称元帅 号为君贫富去官吏 每到一处便杀官杀利 杀书生杀和尚杀道士 然后啊 将这些人家的田产分下去 并豁免一地的田腹前两 端是妖言获重啊 他们本是为夕子 家父一事反应 有此举措也是正常 而且也不可能真理无岁父 不然哪儿来的兵马前两案 必然如此 但底下的百姓又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只晓得湖南边是无富无税 还有田粉 湖北边却要为供应数万大军 砸锅卖铁 厨夫做工 之前冬日时候啊 有些事情半睁个眼睛也就算了 可刚刚过去的春更时间 有些事情便显出来了 也就由不得地方长力们跳脚啊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宗 作者流弹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72集 约期三 张俊纯末难应 他虽然没有基层地方官的经验 但是再愚蠢也知道 春更与农业生产 是一个地方官政绩的最大指标 那么三路基层官员之前 在年节后爆发弹劾岳飞的浪潮 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是要中枢认下来 眼下春更被大举破坏的局面 是岳飞肆意妄为导致的 不是他们不负责任 但是说来说去啊 这的确还是岳飞的问题啊 手握数万大军 就在那里这么玩敌 中枢的国家方略被耽误 地方的春更生产被耽误 而夹在中间的高级地方长官 则要为战局承担压力 偏偏又无法越过中枢 去干涉官家的爱将 那么无论是从官场逻辑来说 还是从基本的政治军事责任来说 岳飞招致弹劾与围攻 都并不为过 书相啊 习义继续言道 却是又给张俊淋了一头水啊 现在还有另一件要紧的事情 春更已过早不可追了 而按照经验 马上二月一到 春训也说来就来啊 借时洞庭湖水涨 再行尽脚 便是事倍功半啊 而中阳逆贼 也将信心大涨 届时便是想去招负 怕是叶南呢 张军彻底无言 只能汉手认输 我已经尽自岳飞总总不端 即刻便南下华总 务必要越捧局 搜出一个平叛期限 马身习义对视一眼 各自叹气 这正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了 不然还能如何呀 就这样 张军以书相之尊 匆匆抵达襄阳 只是在城内 与两位地方大员交谈一番 便彻底意识到了局面的难堪与艰难 然后连留宿都不留宿了 就直接再度出城南下 马身身为湖北京略使 也随之南下 而这些日子 一直在襄阳梳理后勤的 京西转运式习义 却没有必要继续再跟上了 而也正是这个习义 在将其余二人送出襄阳城 眼见着二人翻身上马 准备在御前班值的护送下 急速南下时 却又不免一时感慨 书相 下官还有最后一眼 尽管只有一面之缘 张俊却对习义产生了足够好的印象 自然在马上汗手不停 习曹司尽管搜来 时局尚在 亲人在河北尚聚强军虎视眈眈 二胜尚在北寿 为其赏握于踏侧 所以天子优待率臣武将 并事实上将文武隔离 自操率臣将官于内 但许多文臣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 只以为摇山战后 天下去于平稳 正该回复昔日局面 所以常常以靖康之前的心态 来看待武将 有意无意想促制朝廷 收朱率臣权柄 殊不知 官家在禁中自有雄武风略 绝不许此等事发生的 而书相审为书密使 正聚于君臣文武之间 难免要正面这种事情 还请务必持重 持功 持敬 如此才能赏报天子 下安百官 此言一出 马上二人 马身率先面色大变 而张俊稍微思索之后 干脆即刻下马 牵着马将 对着习翼拱手一礼 而随即 马身也在马上 微微拱手一礼 但是也仅此而已了 军情紧急 二人礼尽 自是匆匆勒马南下 行至江陵府 马身自去入城 处置树屋 而张俊却还是得 继续带着御前班之骑兵 南下不停 不过刚入越州境内 张俊便有一些慌乱起来 因为春日惊雷不停 春雨忽然落下 所谓春训 似乎已经到来 实际上 等到张德远 与御前班值骑兵 抵达华戎大营的时候 早已经狼狈不堪了 从未见过 长江流域 雨水微时的这些人 彻底见识到 所谓春雨贵如油 华丽的紫袍 与甲州满身泥乌 战马摔倒跌伤 人人都宛若落汤泥鸡 而这其中 班值狼狈也就狼狈了 并不指望着他们 能来作战 可是书相张俊 却是因为这场春雨 心中霸凉 他不知道这种情形之下 岳飞还能给他 一个什么样的承诺 而自己 又该如何面对天子 面对中枢政敌 面对京乡地方管理 我做完了 华容大营 一身泥水的张俊 没有去洗澡 也没有去用饭 却是服役抵达军寨 便直接坐到了 中军大寨中岳飞的位置上 然后当面将京中局势 马申习义二人言语 给岳飞 与玉营前军诸将 重复了一遍 他们所搜所论 其中 可有不死之错 没有 岳飞带着满营的军官 扶手相对 你可有啥子言语辩解 张俊带着一丝期待 继续再问 没有 岳飞想了一下 继续扶手一对 我有 浑身都是泥水的张德远 忽然当众作色 我不晓得你存到啥子心思 又有啥子打算 但是天下事 不光只有军事 天下神 也不光只有你的部署 和面前的罪扣 尚有文府之分 君臣之署 同僚之力 你身为率臣 不光是要打仗 还要讲一个上报天子 还要照顾到同僚上司 事情来到那一步 便是你心存大略 洞察敌情 也已经是捅出了天大的娄子 我一人拿萨子家族 北域口来保里成功 算个球啊 官家分字文武 以待大用力策略 被利坏了 死过洞天府都回不来 你以为 那个死亡 还是摇三战前的乱死吗 便是张俊年轻 且性格素来不稳 可毕竟是堂堂树密使 当朝在职 理论上所有武臣的上司 故此 此人已是发怒 雨水犀利之中 欲迎前军诸军官 从王贵以下拒接色变 唯独岳飞 只是低头不语 我现在自问你一次 你要好多字 能够凭宗相扬腰 张俊气息剑平 却是头穷比线 你今次 要给我一个具体 到天里期限 岳飞沉默了一下 终于抬起了头来 露出那对明显 有一些差异的双目 请书相 在华容这里安坐 然后给末将时日 张俊低头看了看 自己身上的泥水 怒急返向 此 是 十日内 末将必然荡平 洞庭湖四十寨 及湖南湖西四周期限 给陛下 给中书载职 给书相 给三陆地方同僚 给两湖百姓一个交代 末将并非玩笑 之前也不是故意玩敌不浅 本就是要借春训时 底定景象 中军大摘外面 雨水 稀里声 愈发急促 春围混杂其中 隆隆不停 而张俊死死地 盯住了眼前之人 半上 方才再度冷笑 岳鹏举 事到如今 我懒得问你 其中究竟呢 或许李四在大言不惭 只是一个走音的兆愧 或许李四如 啊 韩北未祸一样的 真正的名将 始终不得咋 但是都无所谓 我今年不够三十四岁 起码随军 还是可以助到的 十日之内 我一言不发 只随你中军行动 你到哪儿 我到哪儿 四周期限 外加四十水在 且看你如何破敌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作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丹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四百七十三集 强弱 一 于岳飞说到做到 而且 军营当中似乎真的早有准备 这日下午对着张俊许诺 第二日一早便直接冒雨出兵 大军一分为二 其中 李逵率着一军两千众 直取古楼寨 没错 那位杨广真就第四次反叛了 而与此同时呢 雨水稀利不停之中 御营前军都统治 也就是岳飞本人了 也亲自率着华戎大营主力部队一万余人 以及数名军将 急行军冒雨 向西进发 全军几乎只有随军进士 与后勤人员被留下不动 张俊也算是某种说到做到吧 他真的跟过去了 只不过没有骑马 雨势太大 道路泥泞不堪 骑马简直是在开玩笑 就这样 无论是书相之尊的张俊 还是节度是之尊的岳飞 都亲自戴着斗笠 披着缩衣 穿着草鞋 在江南之地泥泞的道路上 跋涉前行 乃是率军以逆势针的方向 沿洞庭湖朝西挺进 秉于当日成功抵达六十余里外的里州安详 然后却没人入城 而是静止地渡过里水 来到了对岸的一处大营 此处正是宋军在洞庭湖北侧 建立的另一座核心大营 副都统马高与几名统治官率领的 另外一万余众早早在此等候 两军河流 此处部队已达两万五千之重 岳飞部御营前军主力 算是冒于完成集结 而因为与世缘故 敌军居然丝毫不查 考虑到夜间时分 李逵将那个与隋阳底 重名的叛将首级送到 那么这第一日 御营前军的战果 还是突破了零战功的 最起码四十战 四周期限中的一战 已经被剪除 而第二日一早 不顾昨日雨中急行军六十里 已经造成了相当的部队减员 岳飞再度下令 精选全军可战之兵两万一起出发 冒着稍微减小一些的雨势 分别向西向南挺进 其中 原安乡大营的部队 直接分兵向西 王善张用 各领两千兵分别去取清化 敖山等两处内陆成寨 而马高本人 便是与夫人一丈亲一起 督五千众 直扑之前陷落的顶州首府 所谓七县之一的武陵县 至于原华戎大营的部队 却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兴军 他们依旧严的洞庭湖 逆时针停静 却是于这日下午雨水稍缓时 越过礼州边界 抵达顶州境内 然后来到了重孝镇 并半包围了位于此地的一座 大型叛军水寨 之所以说是半包围 乃是此寨有通往洞庭湖的水道 还有一座小岗 宋军根本就无法处置 当然了也没有必要了 毕竟岳飞部借雨室掩护 分两日急行军 累计近一百二三十里 虽比当年李硕 雪叶加蔡州是各方面都远远不如的 但是也足可撑到了 而面对如此大军突袭 重孝水寨中叛军的反应 也不比蔡州守军强到哪里去 一万余御营前军宛若神兵天将 忽然冒着雨 半包围了只有三千叛军的重孝大寨 寨内几乎是肉眼可见的混乱了起来 但岳鹏举却只让全军妥善立足 自己也亲自领着少数中军部族 在水寨的侧面湖畔一个小坡上安顿 并不下令攻击 果然很快就有使者战战兢兢地来求见岳飞 是韩小矣啊 若是你来便能省些事情了 眼见着来人扑通一声 直接朝着自己跪倒在泥水之中 临到刚刚拿下斗笠的岳飞 并给细细语丝 辟腻相对 之前岳雨 一直是此人为湖西朱寨奔走于安乡 华容已作联络 话说呀 虽然张俊宣称自己一句话都不多问 但那是人家长官的傲娇 岳飞怎么可能不小事到 不给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留一个专业的讲解员呢 故此 早早有岳飞中军倾效必尽 随同书相在旁 此时见到此人 更是直接低声回报 而此人乃是此寨首领黄左心腹 至于黄左 乃是叛军中 李州一带的首领 极有势力与威望 乃是叛军中仅次于中相 扬腰的那几个大首领之一 之前在北面被我家结帅击败 李州掩湖土地尽势 便和其余的李州叛军 一起退到顶州立寨 而的顶州 便是中相老家了 张俊学着岳飞拿下斗笠 却是面无表情 对毕竟的讲解 置若罔闻 小乙 数十不外 就在地上 那韩小乙刚要说话之时 岳飞便是直接 抬手打断对方 然后物质 凛然相告 现在我来讲 你一字不差 入寨与黄左说清楚便可 不必插嘴 韩小乙当即在泥水当中扣手不停 而稍缓之后 岳鹏举便是学着底报上 拿数字列举的法门 坦然地说出了几句话来 其一 我此番发大军致辞 是要与中相 扬腰 定胜负生死的 不会再做拖延 也不会再给他 舍输两端的余地 其二 告诉黄左 我此番用在招降的军职 只有一个统治官的名额 他若降 便是他的 其三 不管他降不降 债中无辜黎州妇孺 都可归黎州家乡安顿 我拿自己性命官职做报 绝无战后追责之决 其四 我的为人 我部署的战力 我的诚意 之前数月 他若想知道早该知道 故此 我现在以两刻钟为奇 等他来想 若来 便是我御营前军军官 若不来 我便只好发大军破此寨 并将他寻来 拖到此处 明正典型 最后 此处还有一颗手机 你拿走 速去 韩小姨一声不吭 只是在泥水当中重重一扣手 然后便爬起身来 低头 从一侧王贵手中 接过了一个木桶 也不敢去看待 直接飞眼似的往寨中跑去 望着这一幕 顶着细微雨水 立在岳飞中军队伍当中的张俊 根本就是面不改色 不过呀 毕竟是少年便文明地方 青年近视极地 三十四岁就做到了堂堂载职的帝国精英 其人心中早已经彻底醒悟 他哪里还不知道啊 这黄左应该是叛军当中的一个不小山头的大首领 也就是被官军收复的湖北地区的元首领 如今却失了根基 亦是蜷缩在湖西 连武陵城都进不去 可见颇有一些继人篱下的姿妹 而这等人才正是最适合招服的对象 也应该是岳飞这数月间真正的用心所在 至于那个古楼寨的杨广 倒不如说是战士诚意 外加上蒙蔽其余叛军的棋子 君不见连习义马申那种人都被骗过了吗 如此良苦用心 再加上今日春雨突降 就在这些人彻底放松之时 官军突然冒雨 发大军将他们团团围住 岳飞又如此恩威并险 想那黄左只要不是个冷头青 便该速速出降才对 果然就在张俊心下了然之时 随着那韩小矣 将杨广的首级与岳飞的言语一并送入寨中 仅仅是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一名身着皮甲裸着半个胳膊 拎着一杆大毛的肮脏大汉 便率着几十名类似打扮的瑜伽汉子低头出寨 然后在那韩小矣的带领下 直接往岳飞这边行来 想来应该便是黄左了 而这黄左率十几名寨中军官亲位 行之距离岳飞几十步外 便主动停下 然后当众扔了手中的大毛 附又准备解开身上的甲咒 很显然 这是要倒戈卸甲 以礼来详了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句 《少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74集 强弱二 但就在此时 一只眯眼看着黄左一行人的岳飞 忽然隔着数十步昂然出声 不要谢贾 黄左微微一震 却是即刻收手 便欲直接空手过来 带上你的兵刃 岳飞再度眯眼出声 黄左再度一震 却还是选择遵命 直接从泥地里面 捡起了自己的长矛 向前而来 并带行到距离岳飞七八步时 主动倒吃着长矛 便欲下跪起降 也不必下跪 岳飞第三度出声打断了对方 黄同志 你既来想 便是我御营前军统治官 如何要卸甲弃兵下跪 上下有别 对我唱个诺比诗 黄左终于释然 便拄着长矛 朝着岳飞做拱手状 然后低头向待 太尉 俺敢念太尉恩威和几岳耐心 所以来想 之前种种 还望太尉饶恕处则够 之前种种 我已忘了 岳飞在上方眯着眼睛相对 且国家大事在前 你我也不该说这些 王副都统 王贵即刻出列 与黄左并力攻守 我给你五千兵 即刻向南渡过原江 奔西陈阳 务必与我取下此程 诺 王贵应声便走 数名军将也随之而去 竟然丝毫不停 黄统治 岳飞继续在小婆上居高临下 发号施令 在 正忍不住偷眼去看 王贵的黄左 等时一临 此处往东与东南 沿湖尚有两寨 乃是寒湾子寨 与浮水寨 各自兵马都不过四五百 我现在与你军令 让你即刻提本部东进 不论是招府还是强攻 今夜之前 务必拿下 否则 军令处置 岳飞真就下令如常 好像身前之人 是个跟随多年的老部署一般 且说 那两个寨子 一个是李州败军所设 一个是中相派来到洞庭湖爱口 监视防范李州人的 黄左如何不知啊 而前一刻还是叛军 这一刻便要做军官去征讨 他如何又能适应呢 不过就在黄左抬起头来 张口欲作推辞之色的时候 却正看着岳飞立在前方 居高临下瞅着自己 双目一大一小 在雨中沸腻不停 此人心下一惊之鱼 画到嘴边 竟鬼使神差一般地翻转了过来 只剩下区区一个字 诺 可要君子补助 岳飞追问不停 不要 可要兵马协助 也不要 那便速速去做 黄左再度拄着大矛一礼 然后便转身归寨 此时 王贵已经开始带领着部队南下 重校大寨周边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包围缺口 而很快 黄左便是领着大约两千众的部署 一分为二 乃是水路齐发 直接从刚刚还是敌人的官军阵中穿过 顺着那个水道 一路向东去了 如此情形 无论是御营前军部众还是黄左本部 全部都感觉古怪 却偏偏无话可说 但不管如何了 稍许片刻 眼瞅着这支部队尽数出寨 寨中止于这老弱家眷 岳飞确实一声不吭 直接在这重校寨外 立仗安营 静待消息 当日晚间 黄左招降 寒满子寨 击破浮水寨 其浮水寨首将头颅归来 而在这之前 马高 王善 张用 也都各自告捷 清化 敖山 乃至于武林城 在御营前军的突袭之下 全部都轻松告破 这一日 御营前军破武寨取一线 算是进展顺利 一夜无言 一日 天气放晴 岳飞再度换来 黄左与韩子湾战首领 郭泰 让二人继续顺着洞庭湖 继续南下 扫荡攻略招降 沿湖水寨 然后自己亲自都军 五千随从其后 同时 还下令让马高等将 即刻南下 远水 滋水 从陆路朝着湖南地区 香水一带 大踏步进军 攻城掠地 而这一日内 黄左等人再度招降两寨 攻破两寨 其中 另一名大寨寨主杨清 也在猝不及防之下 选择了投降 与此同时 王贵也击破了陈阳 时间来到了第四日 越过原江的岳飞 没有往陈阳城中而去 而是片刻不停 下令全军与黄左 杨清 郭泰等人混编 同时 攻击原江 滋水之间的八个水寨 并再度以王贵为前 进发滋水盼的 易阳县城 自己 此时继续都军在后 进阀不止 这个时候啊 宋军已经可以骑马了 而张书相 也得以履行了 自己的大言 得以端坐马上 随岳飞中军 进阀不停了 且说呀 这位书相 此时已经放松了不少 但是随着各处水寨得手的讯息 一一传来 岳飞此时 却又一次口出狂言了 以此看来 不用时 七八日便可成功 明日或后日便可决战 击败中相 张俊说好了不主动开头的 所以文言 只是在马上猝眉 而岳飞当然是要照顾领导情绪 便主动并马而行 为张德远稍作解释 忠相本是鼎州人 此时正在原疆 其人行动缓慢 若说前日行动 他还不能察觉 但昨日举止 也该察觉了 却无丝毫动静 这是末将没想到的 故此 若今日能扫荡八寨成功 忠相便会陷入死地 明日便可破了他 张俊终于展露喜色 若能获忠相 此暂便算四孙了 岳飞摇头不止 严肃更正 书相有所不知 便是以匪首计较 也只是剩了一半 还得看杨妖动向 张俊又不懂了 又不好张口去问 便是回头去看 自己身后的碧金 碧金又不敢怠慢 即刻上前当了讲解员 原来 忠相这个人乃是 鼎州祖传的神巫 号称大圣爷爷 又在洞庭湖左近立舍 封年收钱粮 灾年继贫苦 影响极大 乃是天然的叛军首领 无可动摇的那种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么一个人 本质上却不可能脱离 豪身与污道世家的情境心态 所以啊 之前叛军最盛的时候 势力一度波及了 湖南湖北十几个州军 可那种情况下 他却不思进取 只将前线事务尽数交给杨妖 反而匆匆在老家顶州称王 并在原江县城内营造公事 还为儿子钟之仪 广选太子妃 乃是要寻得特殊八字的女子 以座传宗接代 从而让自家楚王基业 代代相传 故此 这次洞庭湖叛乱 其实啊 是有两个实际领袖的 一个是忠相 一个便是杨妖 书相不知道 我等出来湖北的时候 曾听到过一个笑话 毕竟这次啊 毕竟年轻 与张俊也是越来越熟 打约讲清楚杨妖的 特殊领袖地位之后 一时还是说个没完 说是忠相家中人口多 称王之后 便一直要全家一起享福 家人睡觉的床 一定要有金玉镶嵌的才行 但打下了十几个县 也总是凑不齐 就总是让人 去各处叛军那里找 最后 香阴一带的叛军 被他骚扰得不行 只好招募工匠 凑出金玉 给这位楚王 打造了一批金香玉的床榻 这才算是了事 毕竟如此言语 俨然是表达 对忠相此人的不幸 然而张俊文的此言 非但不喜 反而醋眉不止 弄得前者 一时善善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欲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奏 作者 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 领衔录制 后期 丹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四百七十五集 强弱 三 就这样 玉营前军大踏步 向原江县境内挺进 沿途好消息几乎是接连不断 首先是 黄左等祥人为前 玉营前军居后的混兵攻击之下 丙州掩湖 朱叛军水寨 各自支撑不住 其中三寨降服 五寨被破 丙州境内果然只剩 原江中向孤军 孤城 孤寨独存 岳飞的军事进度 完全达到了预期 但这还不算 随着岳飞本部 进入到原江县境内 下午时分 王贵那边 也忽然传来了一个 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位玉营前军副都统 在进攻一阳途中 忽然发现 杨妖 甩香水流域叛军主力 正在从下游渡自水 俨然是要来 原顶州 原江的 而王贵呢 杨左不知 明明已经控制了 一面城门 却继续装作 攻城不止 待到杨妖渡河之后 仓促率七八千军 来源一阳时 却为他掉头迎击 双风在野地里面 爆发激战 杨妖只撑了半个时辰 便兵败如山倒 被王贵驱赶着 往原江而来 刚刚还在说 需要忠享杨妖一起拿下 才能算是了结此次叛乱 而杨妖现在啊 就自投罗网来了 上下自然一时振奋 倒是张俊文的前方战士 超出想象 非但不喜 反而愈发的脸色不加起来 俨然呢 心中是另有想法 而很快 随着岳飞不做任何的应急举动 只是派出传令官 让各处部队 妥当汇集 何为不得善尽后 这位全城没有主动出生的书相 终于忍耐不住了 草长应飞 洞庭湖 波澜为荡 一处不知道多少亩宽阔的 芦苇荡之侧 张德远忽然勒马驻足 然后当场喊住了对方 岳都头 末将赞 岳飞似乎早有预料 干脆直接勒马 回一声拱手 你知道我要问啥子 张军的脸色已然铁青 大鱼能够猜到 走来听一会儿 书相心中疑虑之处极多 但就眼下来说 小畜大概是想问 为何不去抢占原江县城 反而刻意放纵 任由仰妖 在原江境内自由行动 大处 也是书相一直在忍耐的地方在于 汉军如此不堪一击 明明可以催枯拉朽 欲迎前军 却为何一直按兵不动 为何不一开始就平了此案 徒劳搞什么招府为主 而在末将看来 这两 你小得 不带对方说完 张军便彻底大怒 我现在早就看出来了 时日也好 五日也罢 便是一个月也罗合 关键是叛军如此不堪一击 哪有招府的必要 吹枯拉朽之下 到时候求个赛免文书都可以 为啥子要专门上奏改为招府 你肉比诗直接进去 伏西伏兰 面前慈乱早都没得了 管家带你恩仲如山 凡树连间将一个罪军之神 拔为节度使 你都是论个助理吗 我告诉你 今日若是不说出一个让我心服的理由来 回到宗书 不管你岳飞 如何用大圣堵天下人的嘴 也不管管家如何一意偏袒你 我张军便是不要那一个苏向的位子 要把你那一个顽敌之辈给撵出军去 周围中军士族各自惊慌 而岳飞沉默了一下 却是继续拱手相对 坦然相告 说下 末将从未有完敌之军 至于之前停顿在湖北的理由 也是有的 实在是官军打不过叛军 而且恕末将冒昧 不光是御营前军 换成御营其他各部 怕是也打不过湖上叛军的 张军证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听清楚 又或者是触怒到了某种极致 却是捏住马将正正出言 你说啥子啊 你再走一遍 我们打不过叛军 岳飞乐马而立 纹丝不动 声音清晰无误 干脆说了两遍 书相 末将刚刚说 我们打不过叛军 张军怒急 干脆挥马鞭而斥 不临臣一站而下 陈阳臣一站而下 一阳臣一站而下 福西十七载 三日荡平 央腰阻力八千众 被你挥下 抚迁功成功道一半的部队 迎头击破 再加上之前 你自襄阳南下 在福北过处连战年胜 你现在跟我说 官军打不过叛军 所以你才改军功为招府 你死不死当我是瞎子 书相不要发怒 请书相仔细想想 这些战事里面 所有临湖水寨 真是官军打下来的吗 张军张口欲斥 却是忽然打了个机灵 然后拽着马手 在原地盘旋一圈 立定之后 便是已经没有了 刚才的雷霆之怒 岳飞见到对方醒悟 也是一声叹气 继而言语诚恳 书相 你随军看得清楚 此战顺利 是因为陆战 却是官军打的 而临湖水寨 全是洞庭湖本地叛军 自己攻下来的 水战陆战 截然不同 陆战上官军 无论是拔城攻寨 还是野地决胜 输末将说句大话 简直就是手道迁来之事 但临湖水寨 也输末将无能 末将自去年 至湖畔起 怎么想怎么看 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便是能一时破宅 也无法全监其中水贼 若不能坚而灭之 让他们从湖中任意往来 再设水寨不停 那不就是打不过吗 故此 末将有一说一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这是朝中地方上 不支兵的人太多 只看到末将 之前攻去湖北师弟 如此轻松 便也想当然以为 临湖作战 也会那般轻松 殊不知 想要击破这盐湖水寨 只有以水寨击水寨 以湖民击湖民 别无他法 张军一声不吭 但心中转了几圈 却是已经对这话 信了实诚 因为有太多直观例子了 金军骑兵在平原上的纵横无敌 结果在梁山坡湖中 淮河水中 分别被渔民和商船 弄得无可奈何 西军在野外原地上 也被金人撵成小机子一般 转身到了陕北山地里面坚守 却可大胜金人 而这几日 他亲身随着岳飞一起 盐湖挺进 亲眼看到洞庭湖方圆数百里 随着水涨水落 岔道 泥沼 水沟 多如牛毛 却正合适 难以用兵之处 只不过 前两日在不停行军 累得呀 没法去想 后两日战事顺利地 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 却是忽视了这些东西 如此说来 也故意不去取原江城 乃是寄希望于杨腰 可以一头撞进去 而一旦他去了陈内 反而便与你部围族 撕下此人呢 想了一下 张俊干咳一声 富有试探性地询问了起来 是 若他能入城 最好连中相也不走 那便是天助官军了 此前苏日暂时虽多 但其中唯一关键一会儿 却是那一天 是否能够降黄总 然后让他引本部 黎州叛军 去攻顶州叛军了 而无论是之前 冒雨行军突袭 还是数月徘徊 又或者是 将黎州叛军 尽速驱赶到福西一带 其次都是 此里有意为止 好在他三丧下功夫 张俊继续醒悟 或者说是做醒悟状 是 其实那日黄左引兵 去攻其他水寨后 末将便知道 此战已经是成了 接下来无外乎是 早一日晚一日的事情 唯一所虑的是 杨妖此人 会不会逃入湖中野岛 待日后死灰复燃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句 少宋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76集 强弱四 张俊连连点头 继而一声叹气 张口再言 却是要继续遮掩 自己尴尬的选择 所以 红举才一再拖延 从冬日拖到村子 藏后又拖到眼下 乃是要故意以敌四座 同时 为了防止尽扰黄左 岳飞点了点头 继而摇了摇头 势敌已若是必须的 防止尽扰黄左 也是必然 但末将之所以 一直隐而不发到今日 更多的是 为了不耽误春更 萨子 张俊再度恶然 与荒唐起来 不过这一次 他再感觉到了 对方言语荒诞 到了某种极致之余 却又有了一丝 心虚气短之意 话说 张俊此番离京 乃是因为 多处地方官弹劾岳飞 引发政嘲 而这些弹劾 与反对的理由当中 本质上 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却是岳飞用兵延误 耽误了春更 这是一个 为公为私 都是极为致命的议题 也是张俊在岳飞身前 如此理智气壮 纪二连三 当众呵斥一个 帅臣的道德底气所在 而在刚刚 张俊已然知道了 岳飞没有急速进军 那是因为军事上 确实有巨大风险 心里其实已经没有埋怨了 那扯到现在 根本就没话找话 让自己不必太尴尬而已 然而 现在对方居然又告诉他 他迟迟不进军 除了军事需求的必然 居然 还有不想耽误春更的缘故 这算什么呢 不埋书想 天气晴朗 侯畔 草长应飞 一波倾心的 而岳飞 瞥了一眼 这满目春景后 方才继续解释道 黄左那边 末将在今年年初 便已经有了把握 只从军事而言 本可在年初极客用兵 了结此战的 但江南春日来得极快 也就是那时 从湖南各地开始 这洞庭湖周边 便开始陆续春更了 官府辖地内在春更 汉军占领的地方 也在春更 而且因为叛军 军贫富 分田地的缘故 湖南湖西各处 春更的规模与面积 似乎比官府辖地 还要兴盛几分 这是乱中难得的景象 张俊立在马上 自湖上转向身后 此时这位帝国书相 方才第一次注意到 湖边架色风貌 水田叠叠 一望无际 虽然因为京兴大军 无人出来打理 但春雨之后 却是天然一片盛景 而再细细憔悴 却只见 御营前军不重 也明显是在小心行军 所有人都沿湖畔 填耿行军 并无人敢踩踏轻描 也是愈发地震动 其实 末将如何不晓得 周围官府长力们的难处 叛乱延续半截 人口逃逸 拷荒严重 数万大军在此盘军 更是让当地共济艰难 地方长官长力们 有怨气是正常的 唯独末将以为 湖北官府辖地的百姓是百姓 湖南湖西叛军辖地的百姓 也迟早还是大宋百姓 北面官府辖地的唇羹不可耽误 南面叛军境内的唇羹 也不该耽误 岳飞今日言语不停 竟是胜过数日来与张军言语的总和了 可见他心中对那些弹劾 使则总还是有一些郁郁的 末将若鄙视用命 大概中枢与地方上的官吏 外加湖北百姓都会高兴 但湖南湖西百姓又该如何 他们真敢在两军交战时出来插秧 届时末将扔下此处拿了军功走人 谁又来管他们将来沦为故宫 乃至于继续去做狐匪呢 所以末将才稍作拖延 决心等到春耕插秧之后 再抢在春训水长之前 一做结果 却不料书相已然难下 此事还望书相海涵 张军在马上面红耳赤 几度想要下来握住此人双手 称赞对方国之动量 由此率臣实乃天子之福 国家之幸 但其人想到之前马申 习一二人的言之凿凿 想到自己数次凛然的 指斥身前之人 却是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又哪里能够去做这般姿态呢 部队进发不停 这日晚间 前军来报 有人从原江城内逃出 说是杨妖已经进入到了原江县城 而且要求忠相父子 随他一起乘船入湖 暂避一二 却遭拒绝 但是这个情报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此时即便是杨妖和忠相父子出城 也只会被拼命追上隔绝城池 以洞庭湖的宋军给截住 且说岳飞从一开始便知道 挨着湖的水寨 与不挨着湖的城池 对于叛军而言是生死两条路 通着大湖的水寨 才是官军最畏惧的东西 城池反而是官军 随时可以夺走的囊中之物 而且他还知道 杨妖与忠相父子这两族领袖 对于叛军而言 也是生死两条 杨妖才是在叛军当中脱颖而出的真正领袖 后者只是精神领袖罢了 然而 这位什么都知道的平叛率臣 却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物字将叛军往死路上赶而已 其实啊叛军不是没有生路 杨妖白日拜之后 不用管忠相父子和什么城池 直接一头钻入了湖中 神仙也拿他不下 而一日拿他不下 便是此番叛乱一时平了 那将来以此人的威望和能耐 也必然能够倚靠着强大的污道基础 与地方人心再起的 但问题在于 叛军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一直以为城池是强大的 水寨是弱小的 甚至连杨妖自己 在湖北被岳飞击败以后 都以为大圣爷爷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很无奈了 回到眼前啊 岳飞出兵第五日 外围扫荡工作 与湖南地区的水寨拔出工作 这且不提 杨妖和忠相被团团包围在了原江县城 城外兵马 一半是朝廷官军 一半是刚刚降服的叛军 忠相和杨妖到此为止 根本就没有弄明白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间 落到眼下这种场景 那当然了 楚王殿下对上四面楚歌 素来是官配 这大圣爷爷想来啊 也是知道的 上午时分 岳飞婉拒了朱祥军请战 请为说客的种种要求 只以连日作战辛苦为由 让这些人安心观战 而等到下午时分 这位杰帅进发本部官军 以极为简陋的壮木云梯绳索 还有区区几个油布包裹着的火药包围装备 发起了全面的攻城战 城内叛军皆是楚王的忠相亲信 其中八城都是未上过战场的 而本就不怎么高大的城墙 更是在忠相于城内营造攻势时 被挖走了许多建筑材料 故此玉英前军万余众一拥而上 腹土填钩 弓弩压制 攀墙先登 园江县城几乎是一鼓而破 周围围观的降伏叛军 只能择舍于官军之强大 感慨于自己幸亏选择了投降 毕竟如此城池 都只是一鼓而下 那自家那破破烂烂的水寨 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如此强大的冠军呢 强弱之分 一目了然 本集一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宋》 作者流弹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先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77集 共情一 原将县城计破 岳飞与张俊依然没有松弛 他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 所以比谁都清楚 这种南方小县城想要攻破太容易了 不值一提 关键是不能够让两个肥手给逃了 一旦逃了 钻入洞庭湖里面 这事就没完了 但很快 一个让岳飞与张俊 还有所有官军将领 乃至于降服将领 都感到振奋的消息传来了 宗相有一帅子吕 为楚官吏 自负出降 城外某处充当指挥台的坡地上 此时已经展露身份 做到主位上的张俊 一时大振 速速去告诉他 只要他妥当来想 再替曹廷 招服服兰一带 随在陈词 还有服宗岛民 我便以当曹苏密史的身份 保他后思不决 信使不敢怠慢 匆匆再去 虽然中间 有对所谓的苏密史的突然出现 感到疑惑 有要求岳飞文书做宝等等 乱七八糟的事端 但大局在此 所以往来数次后 果然还是定下了好消息 忠相真就要投降了 群情鼓舞啊 这可真是群情鼓舞 因为忠相投降 对在场所有人而言 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对于张俊和岳飞这种 帝国高层而言 这意味着 乱后洞庭湖地区的 稳定度再上一个台阶 最起码 无人能够从神道巫寺的角度 来轻易作乱 对于官军们来说 虽然军功会略有缩水 但是也意味着 不用再冒着可能到来的春训 继续打仗了 剩下的湖南湘江流域 很可能会传习而定 而对于投降的本地渔民 湖民水匪来说 则意味着 他们不必为自己的投降 付出任何道德人心上面的代价了 但是 最后毕竟 作为岳飞亲近校尉前去拿人 匆匆入城 却一时没有轻易折返 非之如此 大约就是毕竟进入城内之后 稍许 原本已经有些平静下来的城内 却一时喧哗惊扰 俨然是出了事端 这让不少人 尤其是新降服的本地人 多有惊慌之色 不过 喧哗惊扰 很快便消失不见 想来啊 应该是被羽营前军的部队 强行压制了下去 而且没过多久 众人便眼睁睁地看着 无数假事 拥着数十名衣着服饰怪异 却又明显相襟待遇的俘虏涌涌来 也是彻底放松了下来 怎么回事 王贵看到毕竟率先进前来报 当即远远醋眉相寻 毕竟不敢怠慢 直接俯首相对 小心汇报 杨妖纳斯不愿想 还挟持了忠相的一个儿子 试图逃窜 已经被拿下了 但事发突然 跟去的御前班职 未稳住局面 直接打断了他两条腿 眼下有些不太体面 王贵回头去看岳飞 而岳飞又回头去看张俊 且说听到这个消息 岳鹏举便知道 此番南下的任务 已经算是结束了 所以自然是乐得 让这位疏密使来接受 而张俊只是微微一正 便也直接抬手 无妨 一并带来 事到如今 侯必在意啥子体面不体面 不外乎是想会 则是不想而已 他若是不想 当面处自老就死 岳飞以下 所有人都一起点头 确实是这个道理嘛 于是乎啊 毕竟自去后方提人 而张俊 也自与身前中相一家 先做交涉 且说呀 中相人过中年 一朝兵败 豪气全无 见到张俊 只是哭哭啼啼 先将为楚王衣官结下 应喜奉上 陈后又许诺 替书密使 招降 湖南香水流域 剩余的据点 事情顺利到 所有人都有些了无趣味 我见你愣个老死 此儿履性命 游森自森 端此寻藏 富家翁作牌 如何便要作反呢 重申了一遍 必然保住 对方几个小儿女以后 眼见对方如是重负 张俊不由心生好奇 相公不知道 俺师代师没办法 不是俺本人要反 那是被人掐着 不得不反 被取下绳索 扒了衣服的钟相 确定自己几个小儿女 能活后 傅念及 自己本身实死无生 也是一时潸然累下 不由台秀遮掩老脸 阿门忠家 世代在洞庭湖 靠着大圣名号 做社团生意 乃是封年时 收股收钱 灾年时 出股出钱 兴旺时 收股收钱 穷碧时 出股出钱 几代下来 这社团生意 都是极好的 但靖康之后 朝廷所求 实在太多 尤其是去年 加税加付 乃是整个京乡 一起来的 京乡整个群困 落到俺们社团 便是全部 有出无尽 眼瞅着就要破产 便被那些人 给架着起来 做了乱 相公 俺为时 不是诚心的 且说呀 张德远当然知道 这钟相 是在故意装怂 言语当中 也多有遮蔽 不说别的 此人做法 总少不了一个 污道银似的路数 也少不了 靖康后 趁势起的野心 那个时候 这次就开始 在洞庭湖 靠着武力大局 扩大结社 操练兵马了 也开始让人 传播 楚王什么的 神鬼流言了 只不过呀 这赵官家 从怀上逃生后 一屁股 坐到了南洋去了 然后呢 就是范琼在 襄阳被活埋的交险 多少让这个 半吊子反贼 消了许多的野心 继而战战兢兢起来 但是吧 有些东西 真的是覆水难收啊 既然钟相 一开始在靖康后 便触及了红线 那便是他不反 朝廷安稳了 也要收拾 这个大圣爷爷了 这才是 钟相造反的 一个根本缘故 然后才是这个社团 生意破产 不得不反的套路啊 当然了 说到底啊 也算是这次倒霉 毕竟 靖康后那场面 任谁不觉得 这大宗要完呢 有野心的人 多了去了 这越了红线的 一大堆呢 那敢问人家 大圣爷爷 想当这个楚王 又有什么不可吗 但是吧 这不是大宗 一口气嘘上了吗 又活蹦乱跳了吗 这就显得尴尬了 唉 张俊一瞬间 便是想清楚了 事情内外根本 心中只觉得此人可笑 唯独他还要用此人 来招降湖南几十处据点 便干脆一声叹气 继而好言安慰 理了个话 套似也有道理 只能说 大事如此 哪过也没得办法的 要晓得 官家在东京 曾以大象鬼寺里活上作残 说那个大寺当中的一粒尘埃啊 落到个人的身上 那都是一座大山啊 只能是离倒霉罢了 这话真有禅礼啊 杀了不知道多少个和尚的大圣爷爷 文言如遭棒喝 也是伤心到了骨子里 亦是痛哭流涕不停啊 不过 大圣爷爷哭得更加伤心起来 书向张德远却反而懒得理会了 因为他此时的注意力 已经被毕尽带来的另一人给吸引住了 一名被扒了甲咒 身上绳索勒入皮肉的轩昂汉子 双腿根本无力 只是被人给拖着往小坡上来的 却依旧昂首顾盼 然后物字咬牙切齿 怒目周边降降 而其人目视所及 除了黄左 大约是觉得之前 李州人受了委屈 丝毫不具外 后来降服之人 几乎无人敢与之对视 毫无疑问呢 此人便是之前准备 劫持忠相儿子逃走的杨妖了 也是洞庭湖叛军 真正的军事领袖 而杨妖私下疲逆 待看到被扒了衣服的忠相 只在那里哭哭啼啼的时候 却是再难忍耐 几乎是双目冲血 生死力竭呀 忠相 死便死了 你哭个善 言语中 杨妖已然不再称呼对方为王爷 或者大圣爷爷 偏偏一路被拖拽过来 又只对着一人出声 可见其人对忠相 半是死心 却又半是愤恨不甘呢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邵宋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第478集 共情2 这是当然的 须知道 爷爷在这年头 其实是父亲的意思 忠相在洞庭湖 通过社团卖保险 而这保险吧 毫无疑问是一项 伟大的事业呀 所以啊 所有入他们家的社团的 几十万口子 都喊他叫爷爷 你这再加上 特定的宗教色彩 又加上了大圣二字 那各种意义上 这个大圣爷爷 就相当于是 后世西西里岛上的教父了呀 只不过这全西西里岛的 黑手党社团 加上一起 都未必有人的 洞庭湖的这一个社团大 更没有这种 乐上历史舞台的能力而已 闲话少说 回到眼前 且不提大圣爷爷 早已经没有了心气 闻言只是遮面哭泣不停 性格跳脱的张俊 却是心中微动 他经过之前岳飞的介绍 早就知道这杨妖 才是叛军真正的首领 是个有本事的 甚至还读过几年盟学 再加上朝廷早有定论 从中相以下层层区分 那这个杨妖 未必不能用啊 换句话说 张俊没来由地起了爱财之心 杨妖 你愿祥吗 一念至此 张书相也不客气了 直接脱口而出 原本虚应故事的言语啊 也多了几分真心 杨妖当然也是早料到 会有此疑问 确实不等两次士卒 将他放下 便耿着脖子 对着端坐正中的张俊 破口大骂 粤贼 你们这些朝廷走狗 先是官吏夺了他们衣食 又带一群河北狗 杀烂的洞庭狐兄弟 如何还敢来招降 你以为俺也是那般 没骨头的人吗 这番言语啊 除了将张俊误认为岳飞之外 倒是在所有人意料之中 便是岳飞部中的河北狗 经历了那么多事 也对一个将死之人的辱骂 没什么感觉了 而张俊也同样没有生气 只是痴笑已对 杨阳 你这个话没得道理 北面在打仗 那是鬼战 事关鬼家绅士 何止是金香加了田赋 东南也加了伤税 巴蜀更是预知了一整年 你财税田赋 你晓得不 便是我都一度捐出了家产 所行所举 都是为了保住中原 关中 然后收复活东活北 那倒好像是一家子遇到了困难 全家人一起 结一缩死罢了 高屁 杨阳被扔在地上 攀着下肢 只有胳膊肘子 撑着身子在那里 继续破口大骂 谁与你们是一家子 俺们自是京香人 你们岳家军自是河北人 俺们自是吃不上饭的渔民 种田户 你们自是达官贵人与兵匹僧 保住中原关俺们什么事 河北河东 又关俺们什么事 无缘无故的便要俺们将 辛苦一年得来的口粮拿出来 给你们挥霍 便是你们河北人求俺们帮忙 也该有个求人的样子 如何这般的不顾俺们生死 张军一声叹气 只是看了一眼岳飞便懒得便捷了 只是为岳鹏局有些不值而已 而杨妖哪里知道这些呀 只是物资鹤马 况且 你们这些贵人都是何等德行 只当俺们是呆头鹅马 俺们赔上命凑上去减两 还不够你们在皇宫里喝一顿酒的 又有多少针的用在冰上 真以为俺们没见过当官的形状吗 你说你卷了家资 那是因为你晓得打赢了仗 你这种当元帅的能十倍搜刮回来 可俺们呢 河北回来与俺们可有半个钱的好处 张军听到这里 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侧 收脚上来的怪异为楚服饰 又看了一眼明宁尽全力 为湖南湖西百姓计较 而此时却眼角青筋跳动的岳飞 心下再无耐心 只是一挥手而已 拖下去砍呢 船搜洞庭符 沿岸过粗 周围贾是赶紧上来拖拽 而杨瑶却是丝毫不去 只是在拖拽途中 耿着脖子奋力朝着张军大喊 姓岳的 爷爷便是死了 也只是为洞庭湖乡里死的 洞庭湖也有人忌惮 将来俺还能在洞庭湖里成神成圣 可你们这些当官的杂种 只知道西鸣血喝鸣膏的君痞子 将来谁会记得你们 谁会记得你们 片刻之后 没有任何风浪 杨瑶便在鹤马声中被直接斩首 到此为止 两名贼手一响一死 所谓四十斋叛军 也已经拔除锦绊 剩下的无外乎是接下来传袭而定 或者催城拔寨而已 在大局上却是掀不起风浪了 但经此一事 张军也没了装儒将的兴致 只是将事情指给了王贵 让他带着祥人速速去做处置 自己本身却是坐在远处不动 而岳飞本于去监督设立军营 却被张军当面喊住 众人情知 这一文一武要说话了 也是纷纷拾去撤走 便是毕竟这种倾笑 也都会议流达到了颇下 不过有意思的是 其他人躲开 面对着明显受到之前 洋妖贺骂影响 以至于有一些郁郁的岳飞 张军却一时善善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且说呀 岳飞忽然驻足湖北 久久不动 以至于引起朝野上下一致攻击 最后引发政筹 甚至引来堂堂书相南下督战 但是细细计较 这件从外面看起来是浑然一体的事情 那里却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前一件指的是岳飞前期的拖延举动 也就是他去年冬季 忽然改脚为服 然后做出种种怪异举动 一直到今年春季 都不动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一个纯粹的军事事件 而岳飞古怪行动本质上 是出于军事保密原则 是为了作战得力而做出的举动 这官兵打不过水匪这种事情 懂军事的人大概都能懂 但是却不好当众说出来的 一来是怕走漏军机 二来也着实影响事情 故此 他只好为了麻痹敌人 先麻痹队友 顶着相当的压力与指责 做出军事策略的转换 而现在忽然雷霆一动 荡平忠相之乱 事后一揭开 尽管有些人 依然会觉得岳飞在找理由 但更多的人 却会相信岳飞的判断与方案 而这其中 更不要说岳飞身为最高阶率臣 没有任何理由 不通过密折制度 给赵官家通气 给自己和御营前军 留一条后路了 那换言之呢 前一件事情是没有风险性的 因为它是一个有专责之权的率臣 基于客观军事条件 从军事角度做出的合理军事决断 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内核思想上 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还有一件事 也就是开春后 岳飞后期在春耕世界的拖延 就显得很微妙了 因为啊 这就不是什么军事问题了 这是一个关乎于政治伦理 道德评价 还有各种厉害得失的严肃政治问题了 那这件事情 不管是事前事后 只要说出来 都不是能够简单善良的 不然呢 天子与宰质们 或许能够从全局角度出发 从功力角度出发 认可岳飞做出的判断 认可他从全局上保全了 更多更好的春耕活动 但问题在于 湖北百姓三路官吏 以及之前叛乱区逃出来的 如是道种种 难道也会认可吗 他们若知道事情真相 只会恨岳飞入骨啊 因为全局与他们何干 湖南与湖北何干呢 杨妖刚刚不还发自内心的 痛骂出来了吗 河北与京湘何干呢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永生小说剧 《少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徽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79集 汴京一 当然了 这里面的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于啊 一直记恨之前因为全局需要 而京香家父的杨妖永远不会知道 被他痛骂的岳飞 之前从最全局的角度 对洞庭湖百姓保持了最大善意和容忍 尤其是杨妖最在乎的湖南湖西百姓得益最大 而实际上呢 岳飞也不是傻子 从他的举动来看 一开始啊 他明显的是想要顶住压力熬过去的 反正到时候啊 就说自己没有把握说服黄左这个最核心的人物 是出于军事考虑不得不一直拖到春耕后的 从理性上来说呢 这是最合适的 最正确的处理方法了 只有因为军事上的需求 等到了现在 没有为了谁谁谁考虑 又多等了一个月 任谁都挑不出错来 可是 这不是心中郁郁难忍吗 这不是渴望理解吗 所以 岳鹏举还是忍不住 对着书相张德远说明了一切 也相当于是对远在东京的赵官家 说明了远备 事到如今呢 张军与岳飞二人如何不晓得 赵官家在握有岳飞军事谋划的情况下 还主动派人来督战 一个自然是出于对朝堂政治规矩的尊重 那另外一个呢 却明显是赵官家对岳飞久久不动 存疑了 不过呀 这个猜测只能说是外打正招 赵官家的确是生疑了 但却不是出于某种臣子们不好开口的疑心 而是说他坚决不相信岳飞一个冬天 加上一个夏天都搞不定这个事情 还以为岳飞遇到了什么军事以外的麻烦了呢 所以才将张军放了出来 红军啊 些许毛嘴不知所云的言语 不必挂在心思 犹豫了许久张军终于还是开口相劝 岳飞文言 许久 方才重重叹气 末将如何不知道杨妖只是见识短浅 但坦灭惊人 何其路遥任重 若天下人人人皆见识短浅 却又不免让人有几分感叹 话虽如此 但是我们的四爷 乃是千秋万代的公义 何必在乎累些 非止这般 不瞒书想 若杨妖是个作恶无忌的逆贼 我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的 只是他这人 终究还是有三分底气的 书想 今日我说句不好听的 不管朝廷怎么讲 但依着本地百姓的心思 说不得千百年雨打风吹之后 这洞庭湖上 还真就能有他扬腰的一尊神位 而我岳飞在此地 说不得也只是一个 流传千百年的残民之贼 张俊张口欲言 却只是苦笑 场面话总是能说的 譬如大宋千秋万代 这些人反复不起来 但那只是场面话 有些事情啊 就是这么现实 只说这洞庭湖的银丝 秦汉唐宋许多年了 但凡是个认真做事的 哪个没处置过 但是哪个 真就了断了吗 而如今 终想窝窝囊囊成这样 哪天老百姓再次遭灾了 急了 这说不得呀 就要把这宁死不屈的 羊腰给抬出来 当成一个新大圣的 至于月鹏举嘛 除非他能有 官云长一般的本事 这隔着千把年 都还有太上道君皇帝 为他不停加风 否则 只说这洞庭湖中的名声 还真未必就有 洋妖体面些 说白了 大江东去 区区凡台肉体 想要做下流传千百年的工业 又何其难呢 童区 心中白转 已是春日 竟有敢识悲秋之态 但张俊还是速速开口了 不管朗沟 你村后必够村根之举 我泪孩 有三句话要跟你说 相公请言 一贼 我为当朝苏密死 此番都赞天死 却系绝对 你此番处置 绝无差错 所谓有功无够 谢过相公 二贼 我也晓得你拦错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多言 只是说 你需要调教皇总 一直挨到今天 被我逼着出兵 悠然 险之又险 这件事情你要配合 不要推辞 因为此事一旦议论开来 即便此事讨论 也会伸出轩然大波 甚至再起文武之争 便是官家 与中苏为父劳理 也免不了上下纷争不亲 非本有此意 三贼 不管哪个 一定要信得过官家 我晓得 你与官家相处并不长久 心中或许有些忐忒 但是官家 毁失信众理 不下与延安郡王 而雷帆回起 我身负其贼 一定要是 私下与官家 汇报清楚了 不过请彭举放心 担忧我在 必然会将你的苦心 与官家分锁清楚 而且做到底 官家走私 比你想象的 更加的阴民神武 岳飞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重重汗手啊 二月间 洞庭湖草长应非 继而春雨不断 张俊最终还是将 扫尾事宜 托付给了岳飞 然后匆匆北返 以图与官家稍作分说 而行至江陵府 自然也免不了要停下来 与湖北经历史马申 稍作交流一解释 马申听完张俊言语 只说叛乱平定便好 却并未对岳飞 按兵不动的解释 稍作评价 不过呀 也就是在江陵府 张俊拿到了最新的笛报 注意到了神武英明的 赵官家的最新相关动向 约定一月之内 验证起压存在的 宣德楼实践之举 因为器材不精 被迫延期了 而神武英明的赵官家 无奈亲自摆宴 与胡安国等人说相 劝他们啊 再给口出狂言 旅本中半月时间 你做精炼器械 二月下旬 舒密使张俊匆匆回到开封府 不得不说呀 这一年头的条件 确实一言难解 本来打个电话 就可以弄清楚 原美的事情 最后居然需要一个载职 亲自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 往来这么一回 当然了 反过来说呢 这不是没电话吗 谁想当面说句话表个态的 都得花时间赶路 而张俊这日中午回到东京城内 然后马不停蹄 直接去大内监赵官家 却除了知道那宣德楼起压实践 又被拖了一次放到明日之后 并无其他所得 按照蓝大官的说法 官家虽然已经知道了洞庭湖大定 却并不知晓 张书相是今日回京 所以呀 一大早便微服私访去了 堂堂天子居然微服私访 无疑是一个很荒诞 也很轻调的举动 当然是要坚决反对的 不过考虑到太上道君皇帝北寿前 就特别喜欢微服嫖妓 有些事情吧 也就是那样 只要带足了人手 那也只好是捏着鼻子认了 若然呢 真以为能在一个皇权社会里面 管住一个亲自打过仗的马上皇帝吗 不过呀 张俊依然不敢怠慢 还是认真地向蓝规蓝大官 问清了官家去向 然后仗着自己年轻体健 直接又掉头往赵官家眼下去处 也就是五月官的方向而去 且说呀 如果赵官家去了五月官 那还未必就算是微服私访 因为能跟传承到唐代的大象国寺不同 五月官勉强算是赵官家的私有财产 这是宋真宗时期 为了搞风扇活动 专门修建的一个跟大象国寺 很般配的道家场所 位于太学南侧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说 作者 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 丹徽 朕命你们 快点订阅 当然了 虽然规模制度上吧 跟大象国寺很般配 但所有人都知道 双方实际影响力和业务水平 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首先 五月官出身就不正了 因为谁都知道 宋真宗风扇是个闹剧 甚至呢 王安石那一代的政治家 彻底悔气 汗如天人感应那一套 就是从风扇这件事情开始的 其次 规模类似 相距其实也不太远 但是位置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大象国寺在内城 五月官在外城 双方隔着一道城墙和太学 这二环跟三环的地价 那是一回事吗 不过大概是因父得祸吧 因为地端太好的缘故 在赵冠家还以救都之后 大象国很快被争为了军用 既有高端军旗舰的作用 也有内城兵营的作用 甚至还兼有高级将领接待所的制作 那这下子便是和尚们的宿斋再好吃 地端再高档 客房服务再出色 也没法继续搞商品经济活动 和民间宗教活动了呀 而这个时候 因为东京经济恢复生产的实际需要 位于太宣南边的五月官 便成为了全东京最高档的民用宾馆了 那只能说呀 承蒙道祖保佑 道士们坐在那里不动 居然就压过了和尚们一头啊 君不见 如今想要辩论个西游祥魔祭的剧情 这和尚们都得指望着少林寺分寺 法和主持在城西带头 玉街这里呢 素来是五月官的地盘 闲话少说 张群虽然不清楚赵官家 来五月官的具体缘由 但大约还是能够猜到一些东西的 笔触是全东京第一的民用宾馆 又挨着国子健 那自然是非太学生身份的民间世人 惠籍居住之处 而眼下又没有到科考世界 再考虑到那什么 弃压实践的延期之事 那比出惠籍之人呢 自然便是诸位远道而来的道学家 理学家 或者其他大儒名儒了 而果不其然 张骏匆匆转到五月官 刚入官中 便发现大殿前 早已经聚集了数以百计的世人太学生 一问之下才知道 乃是当今名儒 阿尔城敌传 也就是城门丽雪的主人公 杨石写弟子之词 那这些人都是来看杨石的 不过 此时张德远一身紫袍 匆匆抵达 四下寻不到赵官家的身影不说 四下一问 再被众人一望 却当时陷入到了瞩目之中 然后 有好多的面熟之人过来打招呼 便是五月官的道士们 也心急火燎地跑过来伺候 这下子 张骏方知道自己有些冒失了 无奈之下 只好四下一拱手 然后 直接如寻常太学生一般 席地而坐 摆出了一幅 好学求道之态 将所有人拒之身外 就这样 熙熙攘攘又过了一会儿 一个年约五旬的不一长者 来到了大殿前的御舍谱团旁 却不坐下 只是仰手相对 下方西洋之态便登师消解 学问以静为假 诸位寄来求学问 还请稍作安静之态 恩师稍后便来 这不是央实 闻得此言 隔着七八十步 一处厢房内 坐在窗后的赵官家 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随行诸人面面相去 不等杨仪中接口 旁边吕本忠 便茫然相对 官家 鬼山先生都快八十了 静康前便是重臣 且之前官家登基时 他还曾一度随时行在于南京 建言二年到南阳后 臣记得家父还曾带朝廷 又一次征召过他 官家如何全忘了 不瞒居人 朕当日坠井 真曾忘了许多事 后来大略记起来一些 却还是有一些糊涂 居人呢 就是吕本忠的字 吕本忠赶紧点头 那件事情事关他父亲的尚未密心 他不愿意也懒得多想 便直接隔着半眼的窗户介绍 好叫官家知道 此人是龟山先生弟子 换作罗从颜 号称豫章先生 也是堂堂道学名家 东南大儒 嗯 杨氏这把年纪 又是城门敌传 连弟子都是堂堂大儒 那他在诸位道学理学家中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吧 官家此言 倒是一语重地 关落之后 道学博杂 但年下前二的人物 却是没什么疑义的 正是龟山先生 与青山先生 基于各家 都要矮上三分的 那你父亲与屡试家学 也是要矮上三分了 不是说你父亲与杨石 号称南洋北旅吗 不瞒官家 那是算上学派 家父成习屡试家学 龟山先生 则成落学正统 而若计量道统 家父到底 还是能与青山先生 相提并论的 朕就说嘛 这些日子大涨见势的 赵九彻底恍然 原来 眼下这个在野学派上的局面 很有些他穿越前 看的那些高端修仙小说 与武侠小说的味道 既要讲一个名门正派 与帮会路线的区别 又要比拼门派实力 还要讲掌门人的修为 那具体来说呢 就是道学算是主流的名门正派 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说嘛 而这胡安国与杨石呢 还有吕豪问 毫无疑问是其中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 放在武侠世界观里啊 那就是南慕容北乔峰外加一个揪魔智的感觉 放在新侠世界观里面呢 就是仅有的三大元神七的大佬 不过嘛 这其中啊 胡安国有两点不如杨石的地方 一个是他曾经向杨石讨教过学问 有半个师生名分 另外一个是他水平上来后 有了开宗立派的修为 却始终没来得及开宗立派 而李浩问呢 他通过家学这种传承方式来搞道学研究 天然具有一定的宗派身份加成 却不免又不如人家杨石的城门落学那么强大 所以啊 虽然各种并称 但实际上 三人当中杨石才是真正的正道魁首 修为 门派势力 甚至是年纪 都是眼下现存的道学体系第一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快八十了 还颠簸颠簸地带着自己的师弟弟子 跑来了东京城 可见李浩问忽然创立了一个圆学 然后想当圣人这事 惹了多少人呢 说话与思索之间 那位豫章先生又站着讲了一些 龟山先生杨石在东南这几年获得的新学术成果 便主动退下 然后依然不是龟山先生杨石亲自上场 乃是换了一个年轻人上去继续空场 这是李斗 号称严平先生 算是龟山先生子弟 也算是豫章先生子弟 洛学正传所在 吕本忠主动介绍 赵九连连汉首 转换了思路以后啊 这位官家当时通透了 熟和不知道杨石 与这罗从燕 李栋 老中青三代 那便是洛学二成敌传所在 也就是现任掌门人 和往后两任内定掌门人了呢 就在这时啊 稍显年轻的李栋 上场之后却脱口而出 诸位 不知道诸位 会不会对客 下方众人自然是轰然一片 对联这种东西 就是从送出开始兴起的 然后大行其道的 乃是木下诗人学生们之间 常见的娱乐手段 也是训练诗词的手段之一 本集已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纵》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订订阅 第四百八十一集 《汴京三》 而很显然 这李栋啊 虽然是早早地得到了 颜平先生的名号 但是究竟年轻啊 不如之前罗从燕那般死板 所以上来便主动地 带起了围观太学士 世人们的情绪 那我来出对子 天对身 地 下方几乎是瞬间应声 雨对身 风 下方的声音愈发整齐 却也是有几分吃笑之意 因为对方宛容是在哄小孩一般 尽说这些基本到再难基本的东西了 山对身 这颜平先生啊 对其中吃笑 智若罔闻 只是继续追问 海 大陆对身 长空 四月对身 三宫 木骨对身 沉重 笑声越来越多 但就在这时 李栋忽然提高音量 道德对什么 下方陡然一致 来的都是读书人 谁不知道晓得这位颜平先生 正在此处等着呢 但既然来了那么多人 其中自然有促侠之辈 却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 当场笑颜 道德对利害 错 李栋当即力声相对 道德对姓李 出去 赵九听到这里 忽然低声朝着吕本忠下令 出去 对功力 吕本忠咽了一口口水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即刻在厢房内放声大喊 道德为何不能对功力 然后这位当朝功相长子 吕是道学继承人 便在所有人的精仪当中 从厢房门后跑出 却只是立到那窗户前 然后继续扬声拱手相对 敢问颜平先生 道德为何不能对功力呢 李栋门言恶然 旋即速容拱手 原来是东来小先生 小先生请了 敢问小先生 何必这般咄咄逼人 我做此言 乃是因为恩师 马上要说道德性理 并非真要做对子 赵九这才知道 感情吕本忠啊 也是个有名号的人物啊 不要理会 直接接着问他 能不能够艰行道德与功力 赵九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直接在窗户后面 低声低话 我只问你 为何不能坚行道德与功力 吕本忠硬着头皮相对 听你这番起调门 莫非道德与功力 难道是相冲的吗 李栋本是成名大儒 当然是有言语辩解的 实际上啊 他既然开了这个口 那就是要说话的 然而 未待他开口 忽然有人在下方冷笑 国家沦丧 二胜北寿 数说空谈杏理 于国于民 到底有何用处 李栋面子发黑 再回头去看 却一时寻不到出生之人 只能拧头 再对吕本忠 吕先生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吕本忠这些日子啊 早就知道 赵官家的那些大略心思 且早就上了贼船 心中也有思量 便当即一咬牙 主动冷笑相对 这位虽有些言语过了些 但终究有些道理 严平先生我问你 四载前 国家几乎有亡国之威 而官家能够兴富旧都 难道是靠你们在后面 整日枯乱心理所知 以我说 咱们做学问呢 正该推王把奸行 义立并用 好为官家求得三代 以及汉祖唐宗一般的事业 这话如何说起 汉祖唐宗 也能与三代相提并论 霸道又如何能与王道相提并论 如何不能相提并论 许知道 三代与汉祖唐宗皆是 毅力并用 只是三代圣君是圣人 能耐卓绝 作形结合了天理 所以儒生们说 他们是王道 而汉祖唐宗 毕竟是有些能耐不足 所以未必结合了天理 其间多少有些不对的地方 所以儒生们又指着他们的成就 说这是霸道 而王道霸道 其实都挺不错 都是仁皇辛苦尽心于 毅力后成就的好东西 好工业 此言荒谬至极 李洞面色发黑 拳头都攥了起来 只是强忍着对方说完 便当面呵斥 三代之制 正是顺天理而成王道之业 何时用过功力之心 霸道之举 而汉祖唐宗的规模 又何曾有过顺天理之事 汉祖唐宗都是私心 皆是求功力 吕本忠文言醋梅 刚要再对 却文德身后的那位又在询问 他只是说王道与霸道是对立的 功力与义力 也是彻底对立的意思 取了一个便不能取另一个 是 而且他的意思是 这历史是自上而下 一代代往下沉的 汉祖唐宗甚至没有资格 跟三代相提并论吗 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真不知道物种是什么 但大约是那个意思 吕本忠再度束手应声 早已经引起了殿前诸多人惊议起来 算了 走了 赵九听到这里 只觉得彻底无趣 便摇头不止 然后物质起身 却是不再等杨石出场 就直接从厢房里面 带着呼啦啦的一群人走了出去 往武越关大门的方向走了 吕本忠也不再言语 直接随着赵九往外走去 而这无数的太学生 东京世人 大约都曾在太学问证中 与这官家见过面的 其中官员更是不用说 所以一时间呼啦啦地全部起来 纷纷如浪潮一般的拱手行李问候 只有那殿前台阶上的李栋 一是惊慌 大约是得了下方太学生的提醒 这才赶紧从台阶上下来行李 免礼 赵九心下觉得无趣 只是抬手对所有人示意 明日宣得楼前 清等 莫忘了去凑个热闹 官家有口谕 那便是无数衣服里面 罩着软甲的御前班职 匆匆涌上 大部分人 当然是直接止步 口称得止 不过张俊和几个 一起看热闹的官员 倒是一起跟了上来 一群人 来到五月关门外 御前班职团团围住 然后自有人去牵马 而此时 却又追出来的官员 小心提醒 官家 龟山先生乃是天下名辱 更是国家重臣离人 又年近八旬 此时既然相逢于贯重 总该见一见的吧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跟出来的众臣 各自凛然 这大概是赵官家 第一次在某种 半公开场合 直接表达对某个学说的不满 而这 足以掀起风浪了 果然 根本就是下一瞬间的时候 跟出来的官员之一 国子监祭酒 陈公府 直接拱手禁言 陛下 承学 谣言获重 臣请 敬承学 赵九恶然相对 他一时没有忍住 提前公开表露的态度 当然知道啊 会引来更多的投机者 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尤其是陈公府这个人 一直给他的印象很好啊 不像是那种 当场投机之辈啊 不满官家 当日李公向为证实 臣便一气之下 尚书囚禁过洛雪 却不知官家 还记不记得 赵九此时 这才意识到 之前嘲讽道学 束手空谈兴礼的 也是此人 却是即刻醒悟 便就在这道馆门前笑问 哼 彼时是何说法 彼时 成就看龟山先生 不顺眼了 一身家长居服的 陈公府 丝毫不惧身侧几名 道学出身的臣子 怒目 依旧笑顿 官家刚登基那会儿 他一面立足抗进 另一面 却尚书请出 去查研良法 臣实在是不知道 国家轻浮之下 必须要练兵的时候 为何要免税 故此 即便是臣 曾建康中尚书 请求速速把 王叔王的四位去掉 赶紧把成学 门下的旧党 等人安置上去 被视为道学先生 但还是没忍住 傅佑尚书 弹劾了龟山先生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少宗》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四百八十二集 术玉 一 赵九欲言失效 而一旁几名道学臣子 却是心生惶恐 赶紧拱手相对 官家 党固之祸不可再生啊 也有人咬牙切齿 官家 这陈公府反复无常 不可轻信 赵九笑完 不去理会这些人 却只是朝着陈公府相对 陈青以为呢 陈以为 确实不可真的进了 陈公府继续笑对不停 冤胜改弦一辙 竟用旧党 而官家又拦住了旧党 推倒新党之举 军城相忍卫国 新旧霸道的局面 好不容易形成 确实不该轻易回气的 而陈也不可能 针就这身衣服 空手于道观前 来做弹劾之举 研制此处 陈公府忽然正色起来 官家 陈想说的是 一则 这朝廷正经经学 还是得赶紧定下来的 不然 下面没法做事 二则 想要定下来经学 就得正经变经 不然 不足以服众 三则 学问意图 大的是 既有成学 渐渐兴起 也有吕相公 弄起来圆学 还有其他各家各派 更有许多人 治不在此 真要贬经 什么派系都不拒的 但官家 须先站出来 告诉大家 朝廷想要什么经 又不想要什么经 那自然 就有什么经 没什么经 赵就心下恍然 且说陈公府的心思 已经直白到了 不能再直白了 他其实代表了 一大批的实干型官僚 这批人认可经学 这种指导思想的必须性 但却更追求效率和实际 所以根本不在意 什么经学内容 只是追求 立下官方学说 这件事本身罢了 譬如说呢 靖康中 也就是宋亲中主政的时候 朝廷改新为旧的局面 已经很明了了 不可动摇了 那陈公府这种人呢 便匆匆上书 要求赶紧把王安时的牌位 扔下去 更换那些旧党 但这并不是因为 他陈公府 真就是个旧党 旧党不可能会在 新党的治下 拿到相当于 状元的上色第一 而是他见到 彼时的皇帝心意已决 大局已定 想赶紧把这事了断了而已 而后来 建言初年 大局彻底崩坏 没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的 这学问道德 该滚哪滚哪去 而那些道学先生啊 却偏偏还在扯皮那些破事 他们自然也会反过来弹劾 到了现在 他们同样不是在反对成学 支持旅学 只是希望大局速速底定而已 一句话 他们不耐烦了 只要不搞出一个平安经 他们啥啥都认了 而反过来讲呢 这也意味着赵冠家 一拖再拖的姿态终于起笑了 他这么干本身就是逼迫这些中间派出来表态的意思 不过虽然心下醒悟且得意 这位官家 当即只是再度地点头失笑而已 朕知道陈青的意思 但还是等明日宣德楼下 有了结果 朕再行宣告吧 陈公府闻言并不好再说 只是微笑退下 而此时那马匹已经迁到了跟前 赵就捏着马匠 却又不免单独对张俊这个载职 多说了几句 张青一路辛苦 此事 你又怎么看呢 官家 陈那会儿出去 总是有些感慨 曾祖臣在杂子当中提到了一辣箭四一样 眼看了天下人人 皆有自己的私心 也有国人以为的公心 这撞到一块儿 便往往没有定论 那个时候 官家确实应该弄一个 正经金锈百的上头 让天下人都晓得 该尊杀子道理去做 去定是非 去解矛盾 这便还是在强调 立官学 以及辩经的重要性了 很显然他也听懂了 陈公府的意思 而且做出了 官家指哪儿 我们打哪儿的明确表态 而赵九点点头 直接上马 方才继续对张俊说道 岳鹏举与清的闸子 各自送道 朕已经知道笔出原委了 你们做得对 而且朕已经给鹏举回复 只说岳青为事 我素来放心 让他不必挂虑那些事情了 张俊赶紧拱手称师 当然 张青办事 朕也素来放心的 赵九继续微笑相对 然后方才乐马欲走 且说 张德远今日回到京中 不顾车马劳顿 依旧辗转 本就是求这句话罢了 此时 见到了官家当众说出来 当时便觉得浑身舒坦起来 觉得什么都值了 对了 赵官家既然上马要走 却又再度想起了一件事 然后回头对着张俊提及 与你们二人 杂子前后脚的功夫 湖北马精略 也潜然送了杂子来 张俊一时茫然 却又赶紧相寻 曾冒昧 不知马精略如何说 他说 洋衣中当展 赵九看了一眼 身侧面无表情 似乎已经适应了的杨一中 也是愈发地失笑摇头 因为他从你与岳飞 处着洞庭湖的结果上 明白了岳飞之前有密闸送到 却是以此隐身开来 说这般密闸制度 本非王道 而杨一中以武臣之身 操弄此事 宛若是妾权柄 与书姬之刃 以至于有隔绝内外文武之嫌 所以当然该斩 张俊闻得此言 心中深恶 却是直接拂袖提醒 马金略 陈门高足 王道霸道丧 也自有一番见解 赵九笑而不语 直接转身打马便走 杨一中终于忍不住一声轻叹 也只能低头 打马跟上 二月下旬某日 正是龟山先生杨石 带着城门其余两个敌船入境一日 正午时分 宣德楼前 一声沉闷的巨响 宛若春雷滚动 继而便是引发了 急风咒语般的惊呼声与喊叫声 骤然脱缰的二十匹剑马 被喊声惊动 及时不休 两队各十匹马分别拽着一面空心空摸 在御街上面 叮叮光光个不停 一直跑出去好几百步远 才被御前班职 预设的障碍物给拦下 与此同时 宣德楼上 与赵冠家一起列作的两位贵妃 数十名重臣大儒 外加百余名随时低接文武 包括披甲职位的御前班职 几乎全无风范 乃是一起失措 恶然平澜张望 没错 那个一拖再拖的气压实践 终于做成了 而且是以一种直观到 让所有人吃惊的方式 经典的半球实验马 两块半球形的铜波 抽干里面的空气 内中变成真空状态 而大气压的威力呢 便是在马匹的力量下 彰显无遗 话说呀 这个实验 在准备上的确是有一些波折的 比如说赵冠家一开始以为 自己要面对最大的技术难关 乃是两个半球接触面的密封性问题 还专门准备了鱼镖 但是后来呢 发现只要铸造的小心一些 使得界面平整 那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真正麻烦的在于 如何抽取半球当中的空气 这个问题 才是花了赵九和陈归 许多心思和功夫的地方 但你还别说啊 赵冠家居然重拾起了 功科狗的骄傲 最后真就给解决了 本集一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剧 邵宋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丹徽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483集 术玉2 遇到这个问题以后啊 赵冠家第一个反应便是 自己小时候用的压水井 于是便想到了 直接在球上面打个口子 上个压水井里啊 那种简洁的活塞泵 但是活塞泵呢 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呀 先是发现 记忆中的皮革 与铁柱建的气密性不行 便反普归真 改为了先在球里面注水 利用水的天然气密性 将水抽出来 求得真空 但是光注水还是不行啊 因为啊 没有人 有那个力气 把水给尽数地抽出来 于是 再加杠杆 再后来发现 抽到最后呢 最要紧关口的时候 这泵身与铜球 结合之处老是脱节 又无奈地 回到了铸造工艺上 这一开始啊 便是将泵 给注在了球上 最后还发现 水抽干了 气密性又不足了 无奈啊 又在牛皮下方 加了一个铁球 充当火塞 前前后后 赵冠家相当于是 重新复习了一遍高中物理 也相当于是 从头发明了一遍压水井 这的确 就是个压水井啊 但是无论如何呢 在这位工科小能手 出色的物理设计 与陈规出色的 技术实践下 这东西 终于还是做成了 而发明压水井 和准备实验 耗费的时间 大约是十来天 而郊外月台大营当中 进行的成品实验 又大约是十来天的功夫 不过 这个计划的时间点呢 根本就是在年前 换言之 这位官家早在赌约立下前 就进行准备了 赌约立下之后不久 便有了十足把握 但是他为了营造声势 却是主动拖延起了时间 而且 还是一拖再拖 强行拖到了现在 索性 效果显著啊 且说 稍微懂一点 道学 圆学的世人如生 其实都知道 这一声巨响 不过是验证了圆学中 吕公像那句 气如水的描述 却并不能够说明 圆学在气这个问题的根本上 掌握了真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也无法证明 其余各家道学理论就是错的 也只能说证明了 之前圆学 在京城内 最主要反对着 胡安国 在气这个问题上 稍微犯了一点错误而已 其余各家 诸如道学正统成学 杨石和两个成学嫡系门生 抵达京城 根本就是只对了个对子 便匆匆迎来了实验 然而得益于赵官家 不停地造势与拖延 这一声巨响 却是让所有不做学问的人 甚至包括很多做学问的人 都产生了一种错觉 那就是圆学赢了道学 回到眼前 之前在月台大营 看过演示的旅本中 不顾身份 直接站在宣德楼下的 御街街边 将重新合起来的铜球 再度展示给了路边的老百姓看 还随意地拉扯开来 进行展示 并不厌其烦地讲解其中的道理 原来 球里面也有气的时候 这外面便是没有气压的 那如今里面没了气了 成了真空了 那外面的气 便从外面压住了铜球 而那二十匹马 正是与压在铜球外 看不着 摸不着 却是实际存在的气 比谁的尽头更大 看着这一幕 亲下同样惊疑的赵鼎 从楼上站起身来 转身 与身侧的公相吕浩问 拱手作合 祝贺这位 公相学问大有禁忆 更是在祝贺这位 吕公相 在吹吹老蚁 几乎要淡出正坛的时候 还能够铁树开花 水倒流 弄出如此大的动静来 而且 还是某种前途 不可限量的大动静 毕竟嘛 利德 利公 利严 吕公相已经做到了利公 那眼下又要利严 到时候 再吹一吹德 那指不定哪天 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三立皆存 真就来了个当事圣人了 故此啊 说句不好听呢 今天这宣德楼上 任何一个人 都有理由羡慕 吕公相的运气和成就 不过呀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赵鼎总觉得 快成圣人的吕公相 居然有一些神情恍惚 好像跟其他人一样 被这个实践结果 给惊到了一般 非之如此 等赵元镇傅又绕过了吕公相 无视调扶着栏杆 对着下方欲接狮神的潘贵妃 然后对上赵管家时 却又发现这位官家 反而是有一些冷静地过了头了 一身大红袍的官家 居然在哄着怀中 被吓哭了的遗幼公主 下方场景似乎 根本就没有在意一般 挂甲 赵元镇拱手相对 公主少年幼 不好多见风的 何况如此惊吓 无妨 小时候多下几次 能活得成吗 赵相公怎么看今日事啊 赵顶回头看了一眼楼上 惊恶失语的杨石 胡安国等人 又瞥了一眼楼下 小心相对 陈以为 吕公向学问深厚 筹备得到 计算清楚 经此一鸣 原学 已可从学问上 与民间那里正经示人 但接下来 官家在政治上 如何拨排 才是官见 正安排 赵九将 渐渐指提的女儿 塞给了身侧 吴贵妃 然后一时审孝 都省和忠叔 没有安排吗 成这些日子 也只想让都省 阿培 到 郭家不做阿培 成不知道 郭家到底想如何阿培 却也不好阿培 春花绕口 赵九瞥了一眼 一旁早早跟过来的张俊 刘吉 一时失笑 不过 这绕口的话 赵相公是不是早就想要跟朕说了 赵鼎欲言又止 也罢 还是朕太拖沓了 既然你们都想让朕做什么安排 那今日就安排妥当 赵青 承载 从明日起 每日正午 都在这宣德楼前的御街上 安排这么一次马拉半球 要安排一个月 备用的半球 吕本忠应该都准备好了 都省那边配合一下 成幸德 朕 吕相公根据气压原理 学以致用 做了一个压水井 很好用的 你要准备一下 试着安排推广一下 四 至于其余安排嘛 也不用备咽了 就去后宫的鱼塘那里 喝杯茶吧 朕当场给你们说清楚 几位相公 几位先生 六部九卿 加御史台 一起去 赵鼎即刻拱手 张俊以下 众人也纷纷拱手 而那几位大儒刚刚反应过来 准备拱手 赵官家 却已经转身下楼去了 就这样 两刻钟后 除了两位贵妃和几位小公主 避开此处之外 之前宣德楼上 诸多重臣 却是尽数地来到了 昔日后宫救院所在 说实话 有些第一次来的大儒 见到皇家后院的场景 不免失色 而相隔数年再归此处的 龟山先生杨石 更是碾须不渝 原来啊 昔日满日盛景的皇家后院 十几亩地的范围内 如今却是方方正正 分布着八个鱼塘 八处桑丘 鱼塘是新洒的鱼苗 而鱼塘的间隙 泥土堆起来的土笼上 则是新晋遗址的桑树 眼下只有一群小鸡子 稍见龟膜 确实被这边动静 给惊吓到了远处 而足足承包了 八个鱼塘的赵九赵官家 便直接在鱼塘的 一侧草地上 铺铺团设计案 请今日的客人喝茶 笔下 众人坐定 为及言语 龟山先生杨石 便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拱手相对 话说呀 这位老先生年纪虽大 脑子却极为清醒 未到京中便得知的赵官家 已抵报 暗住吕豪温 那昨日呢 这官家 由于吕本忠 一起出现在了五月罐中 还强对功力 还中途拂袖而去 那今日呢 宣的楼前 又有着这么一声巨响 他哪里还不知道 这位官家心中 早有偏颇 也是不敢再有丝毫怠慢 准备能说一句 是一句了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郁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历史多人有声小说句 哨诵 作者流淡怕水 由武一先生领衔录制 后期单挥 朕命你们快点订阅 第四百八十四集 术玉三 杨清和言 赵就端起春茶 先闻了一口子的香气 却是不慌不忙 好像真认识人家一样 臣一别经年 为及向官家道贺 杨识不慌不忙 有什么可贺的 赵酒只是清除了一口春茶 便随便地将茶杯 放到了深前岸上 摇山之战 真受调不受贺 牵了一个小儿女 乃自然而然之事 倒是洞庭湖平叛 朕心中稍有欣慰 但杨清不该知道的 这么快才对啊 清和所贺呀 臣贺官家得圣人三宝 已经快到八旬的杨识 不慌不忙 昂然相对 赵酒笑而不语 一鹤官家得中庸之道 经历四载辛苦 一朝得胜 因而不乏 反而能纳见善人 二鹤官家得学问真意 割物之志 实践求学 以至于身体力行 一称圣人之道 三鹤官家 简朴行止 去欲存意 我心肠胆 为肠望 静康耻辱 正所谓 简朴已修身 实践已求之 忠勇已藏风 官家 年至二旬有余 却又如此 圣人之下 臣一见之下 便觉振愤 可见 国家中兴 却又忘了 这话 也就是杨青来说 换成别人来讲 李献台 怕是要当场发作 呵斥小人了 众人齐齐去看 玉势中成李光 而莫名被火烧身的后者 也只是一时的善善无言 不过 李献台没话说 朕却觉得杨青 对朕的评价 其实有一些言过其实了 朕并不简朴 也算不上秦分浩雪 更称不上什么中庸之道 什么隐而不发 照顶以下 群臣人人看了过来 听说什么简朴 平心而论 你们道学中所言 人欲这个事情 朕还是很放纵的 也一直挺追求的 照旧盘腿坐在榻上 摇头不止 熟着口舌之语 若说喝 朕喝着这年头天底下最好的蓝桥风月 想喝多少喝多少 而若说吃呢 朕还能够再吃出什么花来吗 鸡鸭鱼肉不曾少 时间蔬菜不曾缺 便是说水果 朕吃过的比你们见过得多 难道要为了一点荔枝 再修一条迟道 真当朕不知道什么味道 再说女子 有两位贵妃 有两位贵妃 情之各异 还想如何呀 还有穿 最好的棉布 孰紧 朕难道没穿 至于说宫殿住处嘛 那就更可笑了 且不说人终究只能卧一趟 便是庸俗些 这天底下 难道有谁比朕的地盘大 比朕的房产多 当时最巍峨的宣德楼 不是刚去过吗 那不也是朕的房产吗 说说放纵人欲 享受生活 这天底下 谁能比得过朕呢 群臣面面相去 几位道学先生 也是各自碾须 却都是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便是杨时 也是低头若有所思 至于学问 说实话 朕也不是很勤奋 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身体强健 天性在那里 总不能日日躺在这里 喝茶晒太阳吧 所以闲时便去了 月台大营骑个马 去更月荒地里面射个箭 晚上练个字 写个文章 特别闲的时候 还在这里挖一些鱼塘 搞植树造林 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吗 杨时终于想说话了 他样子呀 是想要趁机插入今日主题 但赵管家却继续喋喋不休 倒是逼得人家老先生 只能接着束手而立 当然 朕也有一些超出限度的虚荣 别再求一种难以言表的痊愈 这没什么可遮掩的 但是 朕毕竟是 燕灵徽军打过仗的元帅 摇山抬手摄果雕的天子 天下最美妙 最刺激的滋味都亲身尝过 又如何会在意那些低烈的虚荣与痊愈呢 大丈夫想要威武以自装 那接下来朕能想到的 无外乎是学着威武北定辽东后 挥边东海 或者是九州混一后 可功臣致使铭集于高碑 又或者是有生之年得见天下小康 焚表闻于明道宫了 赵鼎以下 群臣早已凛然 若非是赵九明显是在长篇打论 张俊等人几乎是要跳出来 诅咒发誓与官家一起遂此愿了 而言之此处 赵九也终于算是绕回来了 杨庆 你说朕这算是简朴 好学与中庸吗 无外乎是朕所求的趣味 低级的已经享受不尽 高级的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罢了 如此倒显得臣虚伪了 但官家 臣以为 官家还可以求一个 更高更远的趣味 而非右鱼区区霸道工业 朕说了 朕没那么高尚 这辈子 求这些霸道工业 也已经知足了 赵九直接挥手打断了对方 昨日午夜观不辞而别 正为此事 杨庆的学问大约是有的 但什么三代之志 朕以为太虚无缥缈了 求不来啊 杨时情之事情已经很急迫了 便干脆咬牙相对 哎 官家 道学已成险学 官家既然要离定官学 便不能 弃道学于不顾 此言即出 胡安国 罗从燕 李栋 还有其余的几个早在京中的大儒 如尹敦等被一起出列 便在鱼塘旁边的草地上扶手行大礼 那闻得此言 出乎意料 赵九居然点了点头 朱卿所言甚是 道学已成险学 不可置若罔闻 但郁郁忽文在 武从周 渺渺忽道学 朕入关 杨时等人齐齐抬头 一时居然没有反应过来 但很快 随着这一日 几乎全程都没有什么言语 和动静的平章军国吕浩文 此时站起来写恩 他们还是即刻醒悟了 赵冠家的意思 话说呀 道学一脉 往前溯源 无外乎是两家根本 一家是二成创立的洛学 那另一家自然便是 张在创立的官学 这两家一向并称 而如今 但凡是一个道学先生 都少不了受这两家的影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昔日并称也事实上是道学 李学道同所在的关落两家 如今情势早非以往可比 只说眼前 杨时 胡安国 罗从燕 李栋 尹敦 甚至包括辞去相位的徐景衡 远在湖北的京略石马深 这些人的主要传承 都还是落学无疑 从这个名单便能够看得出来 落学之势不可挡 而另一家 也就是张在的官学 早就被落学给吞得个七七八八了 但毫无疑问 当年促成张在入京的 吕公柱撰下的吕氏家学 其中有明显的部分官学道统 那换言之 赵官家这是要让吕浩问 做缝合怪的同时 认了官学道统 好分化瓦解不可小觑的 道学力量 官家 杨石心中醒悟 毫不犹豫 匆匆在对 官洛两家早已一体 且官学道统 如何与王安石祸国之辈的 物人之学相牵扯 王安石才德过人 但其人学说 却是异端邪论 且不可牵扯 书合不能牵扯 朕欲取官学四句 再去书王四句 并为道统 敢问官家 是哪四句 杨石彻底急了 也然是要与赵官家 当面变金的姿态 臣愿闻之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第485集 新旧一 前者四句 乃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后者四句 乃是天命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民不家父 而国用族 少就端坐不动脱口而出 取官学四句 并输王四句 可吕公像格物 而窥天下所得原理 这就是吕相公这些日子 在家中悟出的原学 便是朕 今日宣德楼上 观实践之后的新哲之学 这话终究还是说出口了 而文德此言 本憋了一肚子学问 要和赵官家变误的杨实 恶然抬头 却是根本没有开口 因为他到此时才明白 昨日赵官家离开 五月观世后的那种心境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且不说人言不足序 与民不家父而国用族了 这两个到底是 可以讨论的技术性问题 但是前两句太可怕了 天命不足位 这句话在胡安国那里 是可以大量捏着鼻子过的 便是在罗从燕 李栋那里 也是可以商榷的 但在杨实这里 却已经是一个 要命的东西了 虽然后是一贯认为 包括道学在内的宋代儒学 本质上是对汉儒那一套的反动 是意识到了汉儒天人感应 武德轮回是瞎结巴扯之后 对儒学的重构自救行为 但有意思的是 在杨实这里 却是少见的依旧遵循着天人感应学说 而祖宗不足法 这句话不仅仅是要了杨实的命 也是所有其他道学先生们 难以容忍的要命言语啊 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 明显的政治宣言 这意味着 之前延续了好多代的尊崇心血 崇尚功利的疏网心血潮流 又回来了 非至如此 赵九的一声宣告 极为大如彻底诗语的同时 居然也没有一个大臣主动反驳 反驳什么呢 反驳一个整日挖鱼塘 挖到杨实这种人 一来就在拍马屁的忠兴之主 赵冠在这几个月 没怎么展示自己的权威 但没展示不代表没有啊 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冠在的权威是通过 兴富旧都与摇山大战亲手夺来的呀 几乎是不可动摇的 赵定不敢安排 张俊整日猜夺盛心 马身只能弹劾杨一忠 而陈公府呢 觉得赵九小题大做 吕浩文一个旧党余孽 成了圆穴头子 他怎么来的呀 还不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位官家在政治上的权威 就是不可动摇的 他要搞缝合怪 或者做任何的事情 眼下这个世界 从政治上面 是没有任何抵抗余地的 至于民间倾向 与学术上的讨论 刚刚宣德楼前的一声巨响 也已经让几个缝合怪 有了最起码的立身之所 换言之 那声巨响之后 延续了好多天的学术之争 到赵官家这里 基本上是说什么 便是什么的地步了 这叫研出法随 所谓原神期的真人们 根本就不够看 朕一意决 赵秋看到无人再应声了 干脆吩咐 这原学 自今日便是官学 朕做经研 太学授课 开科取士 皆从原学为本 吕浩文继续沉默了一下 方才拱手作大 臣谢国官家恩典 赵鼎等相公重臣 也都出列俯首应声 道学 以及其余的各学派 都不进 如胡安国 尹敦等 本在经中 有官职在身的道学名家 皆可做教授 读太学教习学问 犹豫了一下 胡安国与尹敦 上前俯首称诗 一马归一马 这件事情 没必要反对 建言二年在南洋时 朕已经赦免过了一次 原有党人 今日再次公开大赦 无论新旧党人 一并大赦 入室考学如常 这下子 吕浩文以下所有人 包括杨诗 也都一起俯首谢恩起来 诗王重归从此之列 言至此处 赵舅停了一下 然后才对着身前 最年长的那位 轻声加上了一句 龟山先生 年高有德 赐金龟乡 杨诗张口欲言 却装无所言 谁让对方 与自己是君臣呢 赵舅注定是和 这个时代的人 有隔阂的 而且是难以逾越的 那种巨大隔阂 这种隔阂呀 未必是因为什么 思想觉悟上的差距 也未必是来自于 受教育体系上的区别 甚至未必是什么 世界观不同的问题 它还有一种 天然而然的认知 带来的影响 比如说 这个时代的人总觉得 皇帝就该喜欢 三公六院七十二妃 但实际上呢 哪怕是后世的海王 也要讲究一个 捞鱼的步骤吧 捞一条放一条 少数养个四五房的人 说不定确实存在 但是你看所有人 是不是用猎奇 和戏谑的心态来看他呢 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 真的会为自己 个人那点需求 一口气圈养个 三五百年轻的女性吗 认得清脸吗 还比如说啊 总有一些文臣 会担心一个皇帝 会大兴土木 会奢侈无度 会用这个年头 可怜的生产力去试探 种种极限 但是一个见过钢铁水泥丛林 享受过工业化生活的人 哪来的那个心情啊 有四百亿钱 拿来地图开疆他不好吗 再比如说啊 总有官僚会从极端的 利己主义角度 来推测官家 这么做 是为了收拢兵权 那么做 是为了议论相搅 但是呢 这个官家其实就是个懒啊 就是无知啊 就是顺水推舟 那么做了而已 有时候他的确能够想到 但是有时候你不说 他都不知道 还能这么解释的 那闲话少说 且讲啊 春日万物勃发 二月下旬 被强行加了书王心学 和官学座道统的圆学 正式成为了官方学说 成为科教考学的主要依据 成为了国家指导思想 而得益于之前的 鼓噪与预设 与皇权社会中 天子的无条件背书 却并没有引起 多么大的波浪 因为朝廷 是要做事情的 当先一事啊 正是因为洞庭湖盗匪 尽数清剿之后 对南岭动乱的讨论 话说呀 南岭动乱 从靖康中便已经开始了 那换句话说呢 后世广东广西 与湖南江西交接处的那一片 已经事实上进入了 无政府状态六七年了 那到目前为止 根据周边官府的统计 其中称王的总共有十二个 大小三四百股 总数有十三四万 波及整个南岭地区 十几个州军 那至于为什么会这么乱 原因嘛 多种多样了 首先 那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文化上跟周围有一些区别 其次 那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 交通不便 一手难攻 所谓仗立之地这个词啊 根本就是指着这个地区发明的 第三 不要说宋代了 这地方自古至今 就一直是一个盗匪横行 民俗彪悍之地 往往哪个山寨 哪家豪强不爽了 就直接反了 算是一直有造反的传统 没办法 穷乡僻壤嘛 偏偏又在地理上 属于华南的复兴之所 四面八方的盗匪待不住了 就往那里跑 跟太行山自古出土匪 那是一个道理的 本集一部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的收听 第486集 新旧2 历史上 另一个时空的明代中期 大明在北面离听扫学 都不耽误他在后面 一翻十几个幅 然后折腾多少年 何况是经历了 靖康之变的眼下呀 当然了 得益于之前坚守怀上 铸壁南阳 收复旧都等等 卓有成效的努力 这眼下大纵这个局面 已经是好很多了 从内患这个角度来说 也基本上只剩这个大窟窿了 故此 朝廷上下 对最后一个评判行动 都是当成一等一的大事来看的 而都省相公呢 也就是实际上的首相赵鼎了 也针对南岭的特点 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乃是让已经很疲弊的 玉营前军撤回修正 该换 韩世忠与张俊一起南下 一个出福建 一个出湖南 再让广南两路的本地义勇军 出两广 这三路夹击 一起评判 但是这个方案立即遭到了 树密使张俊的反对 后者认为军队的往来调度 会白白浪费时间 而岳飞呢 既然已经到了南方 就应该趁着天气还没有热到过分的程度 迅速南下 强在夏天到来之前 解决战斗 对此 赵九又一次表达了对张俊的支持 但却同意了赵鼎的部分意见 最后下令 乃是让岳飞自己酌情决定带多少部队南下 多少部队回来修整 并与他权限 让他又调度江南西路 福建路 广南东路 广南西路各处官府义勇军 征召当地苗寨苗兵的权责 同时 发各处两广南岭出身的将领士族文武官员 一起南下 以做引导 务必解决这最后一场大规模叛乱 那官家既然定下 事情很快便被执行了下去 而外朝的评判大事刚一决定 东京城内很快又爆出了另外的一件 地震般的重要事件 那就是御前班职统治官杨一忠 忽然被撤销了密闸的 积收转运之权 改为了御前班职二号人物刘彦负责此事 那事情是有机可循的 之前呢 湖北经略史便是有正经的奏折奏上 就是指着密闸问题对杨一忠进行了弹劾 只不过当时援学的事情 评判的军事安排更重要一些罢了 而现在事情了断 那官家自然予以了处置 但是 一直被认为是官家心腹中的心腹的杨一忠 忽然遭到这般处置 却还是引发了东京城内很多人的猜疑与设想 几乎就在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日 数以实际的奏折 经书密院被送到了赵官家的岸上 全部都是弹劾杨一忠要杀杨一忠的 朕不过是撤销了你转运杂子的权柄 他们便以为朕要杀你了 于唐畔的梁亭里 一边享受着清新空气 一边看着杂子的赵九忽然吃香 立在一旁的杨一忠欲言又止 刘燕也有一些意思 不过说实话 要不是马身上奏 朕也没有想到这一条 赵九放下杂子 随手又拿起了另外一个 然后摇头不止 政府 你居然同时握有尽忠之权 情报处之权 还掌握着朕与天下率臣武将的通信权 一旦真想造反 完全可以囚禁了朕 再交召于各路大军 这权柄 不比书密使得权柄小啊 臣万万不敢 杨一忠实在是撑不住了 直接就在周围兰归 刘燕 还有几名汉林学士 起居狼的主墓下 当场下跪 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是为了你好 朕也是无知啊 在制度上出了这么大的娄子 马身不说 朕是真没往这里想 他们之前总说要杀你 朕还以为是因为你总是替朕背黑锅呢 说实话 心里莫要有怨气啊 杨一忠能说什么 只能正色拱手 这是官家恩典 臣绝无怨气 犹豫了一下 一旁势力的刘燕也直接下跪 官家 臣以为密扎转运之权 不妨直接归于内侍舍 不妨 朕从政府那里收过来 只是因为他身上权责太多 规于一身当然不妥 现在分出来就好 何必再挪 臣身上也有御前兵权 是一回事吗 嗯 只要就终于醋没了 兵马情报书籍 这些才是非常之实的要害权责 你二人同长御前兵马 政府卧皇城司 你领密闸转运事宜 已经足够妥当了 但以武将处置这等疏命事宜 终究遣妥 汉林学士李若普 出列拱手 官家 早在唐时便有议论 说是载质之权柄 一字总管天下 二字书籍之权 本朝东府总管天下 以书密院掌握书籍 制度已经很完备了 说完备 何至于粮食成为内向 赵九头也不抬 直接反驳 难道不是他侵染了书籍之权吗 李若普一是正主 但玄机在对 官家 天子居天下之中 身侧难免要有人伺候 而内侍只要是遵守道德 那即便是能接触一些事情 也不算干政的 内侧怎么可能不干政啊 朕跟你说制度 你跟朕说什么道德 你自己都说了 书籍之权便是项权 而内侍居于天子之策 不免要染指书籍之权 而既然染指书籍 便事实上是侵染项权 这便是自古以来 内侍甘政的基本道理 比如说蓝大官身上 便是他现在名声极好 你们难道敢说 他身上没有部分书籍之权吗 蓝龟毫不犹豫 第三个跪倒在地 可见在你们的眼里 内侍侵染书籍权柄 是可以接受的 但武臣侵染书籍之权 却是万万不可的 赵九依旧是看都不看蓝龟 只是继续翻着闸子摇头 这算什么道理啊 官家说得对 既有书籍院 书籍之权 便该禁属书籍院 但内侣不就是在 剥夺君主之权了吗 朕是不是要学光武帝 再搞个内尚书台 然后继续内外争权呢 李若浦彻底无声了 时也 是也 继续翻闸子不停的赵九 终于溃然 唉 军权项权 中书地方 文臣武将 总是争不完的 但总得分清楚时事 前几年 咱们是丧家犬 小朝廷 朝廷就在军队里 什么都顾不得 从南洋开始 稍有立足之地 乃是先军正直 什么事都是以军队为主 摇山之后局势稳妥 但仗还得继续打 所以 朕便要着文武分治 而既然文武分治 那这些武将的密闸 就直走一前班职的体系好了 你们也好 内侍省也好 就都不要计较了 都起来吧 跪着的三人一起起身 便是李若普 也是拱手应声 臣明白了 此事是战时制度 应该等到 争灭惊人之后 再做讨论 之前许多言语 都未停下来看 身前石桌上 杂子的赵官家 文言终于停下 且抬起头来 以一种奇怪的眼神 盯住了李若普 盯得这位 今日值勤的 汉林学士 已是有些慌乱 官家不知臣有何疏漏 停了一会儿 李若普 装鱼没有撑着 第487集 设宴 一 而赵官家 也是无奈叹气 唉 李青没有疏漏 朕只是有些不懂罢了 那就是你们一个个的 不光只是文臣 便是武将 内侍 外戚 乃至于是百姓 却为何总想要 回到旧时 走旧路呢 须知道旧时种种 明明酿成了 靖康之变 明明就是一条 不怎么样的路 却为何全都 如此一依不舍 如此将旧路 视为正途呢 传统的力量 真就这么大吗 真为何说 祖宗不可法 不就是因为 祖宗走错了路吗 李若普面色恍然 一时竟然不知道 该如何应对 而这位官家质问之后 也是有一些无力 只是放开了一个新闸子 却不免摇头吩咐 以后莫要说这种话了 便是惊人舔面 回归常识 便是新的常识 而不是旧的常识 你写篇文章来 将朕的这番意思 大约表示出来 送给胡编兄 放到夏季底包上 李若普不敢反驳 只是赶紧应声 然而正当李若普转身 往着旁边 测电闲房内而去 准备写文章的时候 忽然间 身后的赵官家 却又忽然喊住了他 不要去了 李若普听得语气有意 心中惊疑 却也只能赶紧应声回身 接下来 只见这位官家 手中捏着的那份杂子 反复看了半日 富有暗在暗上 思索许久 方才再度平静出眼 李学士 那篇文章暂时不要写了 去换四位载职 于是忠诚 互补兵部尚书 往文得电异正 见到官家 语调平静 不知为何 从南阳边 入列汉林学士的李若普 反而是意识心虚 只好匆匆领命而去 又等了片刻 坐在原地 许久没有动静的赵九 方才在周围近尘们的小心环绕下 起身往文得电而去 到了笔出 四相 忠诚 二尚书 早已经随李若普汇集 而赵九这个时候 到底是将谜底揭开了 兵部有缘 弹劾御营后军 以折沽前贪腐无数 你们知道这事吗 四位载职 所谓都省正副赵鼎 刘吉 书命院正副张俊 陈规 还有御史中城李光 外加户部尚书林起 一起看向了兵部尚书 胡适将 而胡适将 面色不变 直接上前拱手 以对赵九 陛下 臣知道此事 此言上走之前 曾与臣议论过陕西军事开支 张俊打量了一眼赵官家的神色 促额出力 官家 曾以为兵部有些本末导致了 折沽前 臀田 空想 意识四足 这四样来自军中常见弊病 怕是从古到今都是少不了的 而眼下 全军各处 哪个又能免 唯独如今战事未定 文武分子 有些事情必须要忍让 也是上下的默契 胡尚书 促为兵部思议 怕是有些弄不清楚本末了 周围人多有粗眉 但是普遍性却都没有言语 便是李光也只是谈气 而赵鼎想了一下 乃是以东府首相之尊上前一步 但居然也有几分游移之态 瓜家 兵部也似在旅行这则 何况 御营后军之前在瓜家生前整编 基本上绝了空想 再加上西军习气使啊 好似本乡本土同住 那折孤前这方面习气稍重了一些 迎来兵部不满 也似寻常 赵舅面色不变宛如木偶 朕不是来斥责胡尚书的 折孤前这些东西 朕当然也一直知道 你们说的道理 更是朕之前一直强调 朕只是忽然觉得 这都建言五年了 有些人有些毛病也该改改了 而且有些事也该做了 下方大臣 尤其是跟随赵官家 稍久一些的大臣 见到赵官家这副表情 反而是各自凛然 张俊更是心下吃惊 稍显慌乱 赵无界入境 张俊也来 听到后一个名字 便是赵鼎也有一些慌乱起来 二月底 朝廷朝着无界 张俊二人发出了旨意 而双方接到旨意自然匆匆出发 往京城而来 其中 张俊自徐州来 路程几乎是比无界少了一多半 却是在三月初就早早抵达 然后便得到了旨意 说是要等到无界抵达一并传照 于是只是在京中所沟大宅当中闲住 并四处打探消息 东京城嘛 尤其是此时人口已经恢复到了近四十万规模的东京城 何时缺过消息 故此张伯英只是稍作打探 该知道的 不该知道的 真的假的 就全部都知道了 然后他就开始 开门迎客 没错 张太尉忽然间便开始大开府门 设起了流水宴席 先是招待了左邻右舍街坊 无论贵贱 只以乡里辈分年龄来论 年长者居上 后生晚辈往下 便是张俊自己 也只是在中年人的桌子上坐着 他侄子张子盖 张子怡也都坐在下面 而这一轮的招待 每桌上面的菜展不过二十 却都是春食食咸蔬菜 外加鸡鱼肉蛋 量都是足的 配的酒水啊 也是乡里年节自酿的混酒 因在腊月中出教 换作腊酒的那种 于是第一日 街坊上下 全都对张太尉交口称赞 而第二日 却又不同了一些 张伯英继续设宴 这次请的是 东京城内外诸军中的 中下级军官 菜展达到了三十 这种正式宴会的级别 这荤菜比例也多了些 还请了正式的大厨 每桌做了两件硬菜 乃是烤羊排 和炖肘子 酒水也换成了 寻常酒楼中 足供商败的好酒了 此外 还有专门的说书人 在宴会前 与院前说书助兴 讲西游降魔杂技的故事 第三日 宴席继续 这次宴警的对象 是以相识的官员 世人为主 张俊在淮东 足足四年整 其中三年 是治治时 与他有过交往的文臣 不要太多 虽是敏感时期 却还是有不少人 讲一个问心无愧 然后亲身过来 而这一次 这宴席的菜展数量 已经来到了四十这种 看成豪华的级别 每桌菜肴都是请来了专业的熟手烹制 而且既然是文臣世人 张太伟还专门请了歌迹 出了瓷牌 让这些人做诗词 还将做的诗词汇集起来 请人雕板印刷 当然了 酒水也更精致了些 第四日 东京城内已经侧幕 而宴会也一如既往地举行了 这次来的都是 东京本地的达官贵人 正经出身的官员 也有部分知名世人 这菜展达到了 武师这个奢侈之数 酒水已经是可以 喊出名号的那种了 煮厨 尽是周围酒楼正店 请来的正经名厨 菜肴也有着足足一半 是知名厨师的拿手名菜 宴前又说书 有说唱 有杂剧 宴中有演奏 有舞蹈 宴后有杂技 有头虎 有诗词 那到此为止 这已经算是可以记录下来的 正经大宴席了 第五日 宴会依旧不停 而这一日 来的主要是张太卫的西军故人 本部升迁调度出来的旧部 还有少数被他举荐 任命的文官世人 那换言之呢 这次来的 都算是张太卫的 真正私人亲就了 而照理来说 到了这种层次的宴会 完全可以关起门来 想怎么耍就怎么耍 但实际上 张俊依旧是敞开大门 将宴会安排得明明白白 第488集 设宴 二 菜展依旧五十 酒水娱乐也是与昨日相同 厨师都没变 但是宴会之后 这些张太卫的私人亲就 却都被当众赠予了大量的钱薄 适灵的 还都领了一个美妻回去 那比如说呢 其中有一个换作梁家影的广州在 那所谓莫等近视 军中念底报的那种 只是吧 正好来东京这里暴露 然后准备南下协助岳太卫评判的 只因为当日入太学做宝的正是张太卫 所以也适逢其会地被邀请了过来 却是被无数人亲眼看见 抱着一堆的钱薄 带着两个美妾 从张太卫的家里面出来 最后雇了旅车 茫茫然回住处 也是惹得不少人眼红 第六日 在整个东京城的瞩目和期待之下 宴会继续了下去 这次上门的是 御前班职 统治官杨一中 刘燕 内市省压班 兰规 冯毅 公相吕浩问朱子 还有都省相公赵鼎长子 赵坟 城内城外数名统治官一并抵达 这个时候连桌子都不上了 而是分岸而始 那菜展的数量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劝两轮酒换一轮菜 酒水全用蓝桥风月 数十位舞女当庭而舞 也不知道张太尉小不晓得八亿五余庭是个什么道理 第七日 在万众期待之下 平张军国众士吕浩温 都省正乡赵鼎 副相刘吉 疏密使张俊 疏密副使陈规 御营都统治王渊 中军左副都统王德 吴潘二国杖一并抵达 那这个时候啊 全京城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观赏到了一场许久未在东京城上演的顶级宴会 宴会分为四座 所谓出座 在座 正座 歇座 出座 在座 乃为国品 每次呢 都有两轮菜展 合集四轮 分别是干果 蔬果 蜜果 咸酸果 每一种八品 然后是正座 也就是正经的酒宴 又分十五轮酒展 每一轮便是一道明厨主菜 而每道主菜都有对应的仪式和开胃小菜 漱口茶水 而十五轮酒展之后便是歇座 这个时候啊 菜品反而清除了起来 正是之前宴会的四十盏菜品 那酒水不用说 酒全用的兰桥风月 而水啊 此时所有人这才注意到 全程用水 居然也都是亚水井 索取之水 并无半点泉水 旧井水 第八日 因为之前客人全部都到来的缘故 张俊此时信心满满 却是亲自去写第八份的请帖 但请帖尚未写完 便反而接到了一份请帖 乃是赵管家 欠冯二冠来送请帖 请他与今日方才抵达东京的无界 一起去宫中赋宴 张俊一时措手不及 但是也无可奈何 只能即刻坠坠而去 按照请帖 这位御营右军都统 先在北面通天门前 和御营后军都统无界会合 然后便随着冯毅一起 往着韩方元的方向而去 韩方元有名瑞胜元 听名字便知道 又是赵管家私人的不动产 不过呀 这处不动产 因为在城外 所以早在靖康当中 便已经被踏平了 只留了一个大概轮廓 而如今呢 却是被赵管家拿出来 做了东京城内 小醋居联赛的场地 所谓小醋居联赛啊 乃是朝廷根据去年效果 极佳的醋居联赛 制定的新赛制 却是将醋居比赛 分为了春秋两季 春日三月中旬开始 分区进行循环赛 积分排名 到了秋季便是季后赛 前八支队伍进行系列淘汰赛 决出联赛第一 对此 赵管家还专门赐了一个名号 换作冠军 而最后到了年前 便还是开封府 京西京东 玉营中军四家冠军 决胜于天下第一醋居大会了 那到时候 赵管家会亲自授予 天下第一醋居队的腰排 回到眼前 只说两位率臣 强压着忐忑之意 随着冯义来到了寒香园 转入宛如一个大锅形状的 偌大的醋居厂 当然 这据说呀 也是赵管家设计的 他总是喜欢搞一些无谓之事 然后 却静直地上了最上层场地里面的房舍内 而这最高处 代官台的简易房舍 又有个名堂 换作包厢 因为赵管家呀 在此预定了一个 作为朝南的正中大包厢 并将左右挤出包厢 只给了几位载职 两位国丈 所以啊 达官贵人 无不希望在此处有个包厢 至于今日 却不是正式比赛日 乃是正式比赛前 公开铺买包厢的日子 只有一场助兴的表演赛而已 而所谓铺买呢 乃是宋代极为流行的一种 博彩出售的行为 大约相当于是后世的投标夺买 来得好 包厢外 杨仪中一身便装 领着七八个大汉宿礼 见到二人只是一声不吭 而包厢内 赵管家亲自抱着最小的姨佑公主 身侧是佛佑神佑两位小公主 外加上两位贵妃 四五个半当 见到来人 却是随口招呼着 前按座看一场球赛 等个铺买结果出来 二人面面相去 只能上前依次给官家 和两位贵妃行礼 然后便小心再小心 在包厢外的台上坐下 比赛啊 似乎是乏善可陈 当然 也有可能是比赛不错 但是所有人的心思 都不在这上面而已 两个帅臣自不必多言 而两位贵妃也是兴致全无 只是各自领着一位小公主 闲坐 而赵管家呢 更是一意地抱着最小的姨佑公主 逗弄着 众人偶尔有一些言语 这赵管家却不掺和 而潘贵妃气势虽然足些 可是碍于两位外臣在此 又不好多言 其余人等只是附和 就这样 等到了一场醋举比赛快要结束 冯义推门进来 奉上一张纸 赵管家方才抱着小公主 失笑出言 哎呀 这些子人呢 嘴上说自己 南逃北返 家产没了大半 却还是整出了这么多钱来 伯英 你与尽情看看 张伯英赶紧接过 与吴界一起去看 却果然也是感慨 原来啊 按照这纸上所言 有意买这韩方元 醋居厂包厢的各家权贵 在此蒙头铺买 近百处包厢挨个铺买 成交价格不断攀升 少的几十罐 多则数千罐 最后居然收到了 总价近五万罐 平均每处包厢 得钱五百罐 这张俊还好 吴界第一次入京 端是土包子行径 他捏着这张纸 环顾左右 只觉得这怪模怪样的 半开放式的包厢 根本就不值个五百钱啊 如何就能够 卖出个五百罐来呢 也是一时则说呀 但是与此同时 张伯英却是转身笑了起来 官家早说 我自然也要补买一个 离官家近些的包厢才对 给你留的 少就随口而对 却有一时感慨 只是朕 也没能想到 会收到这么多钱罢了 这个醋局场啊 朕只是来看过两趟 主要还是陈相公设计 严大隐照看着修的 因为是朕的私缠 所以朕以私人身份 朝吴国障那里 借了钱翻修 总共花了一万多罐而已 而尚未开赛 就白赚了四万 张俊静静地听完 当即再笑 一臣看 若是这醋局赛 这么搞下去 官家怕是要发大财的 不光是包厢 只在这韩方园周边 改些店铺酒楼租出去 每年租金 便又是一大袋子 黄脸的无界 当即醒悟 然后连连汗手 第四百八十九集 社宴三 朕比你想得更贪一些 少少继继续抱着小公主 在座中失笑 朕还准备把开封府赛区的 醋局博彩给搬起来 每场比赛都许下一住 张俊微微一正 忍不住侧身追问 此事 陈刚刚已经想到 等官家 相公们和御士们 会许官家这般做吗 这种事情免不了的 朕不做 也会有人私下做 到时候还是会乌烟瘴气 不如找一个好名号 亲自来做庄 就比如说是给北伐社的 封装博彩 做庄的钱都充为北伐军费 赵九言之凿凿 但是很快 却又自己摇起了头来 不过朕也知道 御士台终究不会许朕 掺和这种事情的 所以朕准备把这开封赛区的 封装博彩 还有各处醋局场的产权 连着京东西路赛区的 那边的产业 一并送给你张伯英 张军恶然失色 而无界更是茫然不解 没什么别的意思 一身便服的赵九 眼瞅着下方比赛结束 便直接抱着小公主 站起身来 惊喜地留给韩世忠 官中若是搞这个 便是给你 无尽情还有曲端好了 岳飞李燕仙这两个 应该是不会要的 张军无界本欲言喻 但是比赛结束 赵官家起身 他们也只好暂时 按下各自的心思 随着赵官家一起 离开了韩方园 折返东京城 并于下午时分 来到宫中 乃是从北面拱尘门入 转临华门入后院 最后来到营阳门内 挨着鱼塘 桑林的一处凉亭内 此时那两位贵妃 自是带着三位公主 转出了营阳门 进入后宫歇息 赵官家却是物资 在梁亭内坐下 然后招呼这二人同坐 无界依然忐忑 他实在是第一次来到东京 什么都不懂 也什么都来不及打听 倒是张军 早知道此地是官家私下最喜欢待的地方 也是官家最喜欢与仲臣私下交谈的场所 甚至还亲身在这里喝过酒的 却是稍微的安稳了几分 又烧待了片刻 果然是有着三壶酒水风上 自然是蓝桥风月 然后又有几叠十仙蔬菜 与家常炒菜摆上 有荤有素 大约十来斩的样子 但其中既无鸡也无鱼 想来是这后宴养殖啊 还为上正轨 随即 赵官家便自贞自饮 且直接动起了筷子 算是正式开始了他今日的宴庆 张吾二人不敢怠慢 纷纷仿销 却又一丁点都不敢放松 也是辛苦啊 不过呀 久过三巡 稍作寒暄之后 赵官家终于还是说起了正事 你二人可知道 朕换你们来作甚呢 无界当即放下了筷子 几乎是如跳起来一般 试图离开座位下归 却被赵九抬手制止 然后只能重新坐下 小心相对 据说是兵部弹和陈部玉婴后军 蛇孤前太过 嗯 那薄英呢 你来得如此早 知道的总比近情要多吧 话虽如此 之前一直算是有准备的张俊 反而是一时欲色 倒是赵九 见状不由倾向 是不好说呀 还是知道的太多啊 张俊尴尬一时 可是有人跟你说 朝廷要在军中全面反腐 还有人跟你说 官家要杯酒士兵权 又或是 赵官家要将无界 张俊骗入京中软禁 然后清洗玉婴后军 又军 赵九一边夹菜 一边失笑 无界一时恍惚 而张俊 忠于张口 却还是不免尴尬 让官家见笑了 那时候 官家不愿意见臣 臣实在是无法 这好寻人四处打听 这才听得许多 乱七八糟的言语 无妨 赵九一口春日野菜 细嚼蔓延下了肚 方才不以为意地接口道 这算什么呀 朕还听过更过分的 说是赵官家旨意以下 天下凡贪污十贯钱以上者 无论文武 剥皮冲草 已是天下 你莫说你没听过 听到这里啊 无界张俊反而放松失笑 倒是赵九忽然冷笑 这都是城中达官显贵 闲着无事做的缘故 所以便想着反而的造谣传谣 乃是指望着用这种方式 来吸引朕的注意力 然后讨官做讨钱话 却不知道 朕早就打定了主意 宁可亡国 也不会给这些人 一丁点俸禄赏赐的 非之如此 朕现在就要遣人过去 抄了这几户造谣最重的人家 以一冲君资 两位帅臣当时目瞪口呆 因为听得此言 一直势力在旁的 杨逸中微微拱手 居然直接率着假式 往营阳门的方向去了 薄英 就在此时 赵九忽然又看向了张俊 你是不是真信了这些谣言 所以才整了之前 那么一出戏来 事到如今 回过神来的张俊 如何还敢着眼 也是极客起身 尴尬扶手 让官家这笑了 说朕今日受了你的请提 你准备用多少道菜 来招待朕 赵九饶有兴致 追问不停 张俊愈发尴尬 臣原本是想找 蔡太师府中旧谱 弄个昔日蔡太师府上 一百八十道菜的规矩 但一直没凑齐 若官家争取 也不过是 一百二三十盏菜的模样 你如何凑得齐啊 赵九扔下筷子 连连摇头 蔡太师风亨欲大的时候 家里厨房有专门 做包子的一组人 有人擀面 有人捏褶 甚至有人专门切葱 那种奢侈 一则太过无度 二则也是风亨欲大之时 上下南北烈火烹油之时下的 一是虚幻圣景 可遇而不可求的 是 臣其实也是寻个噱头 主要还是想请官家到臣府上一续 而臣自有其他交代 自然如此 你在徐州喜欢将攒下来的钱薄 尽量地换成金 银 其中银子 专门融成近百斤的大银球 一千六百两一个 还取了个没奈何的混名 这四年一共攒了五十七个 这次 直接连夜从徐州送来了五十个 黄金攒了八千两 这次送来了六千两 看你意思 应该是准备趁着宴会送给朕 然后再辞了帅臣之位 求个富贵长久的意思吧 一旁无界厅的目瞪口呆的 而张俊冷汉敌出之余 只能直接在厅中避袭下跪 官家圣明 你还是不知道朕求的是什么 还以为 朕让那些人去赴你的宴 是默许了你此番处置呢 对不对啊 臣见官家如此勤苦 早有不安 恐怕是因此会错了意 你不是一直会错了意的 照旧摇头不止啊 当日在怀上 你却未曾会错了意 博英啊 还有尽情 臣在 无界也赶紧起身 到张俊身侧下跪 朕推崇功力之血 勉强算是个功力之辈 而所谓功力之辈 便是遇到所谓结构性矛盾 总想着不顾李毅廉耻 以求最终得力最大的那种人 赵九龙手望着身前几盏菜肴 博英竟本有翻阵之态 朕当日在关西可以整边 财彻 一旦离开 便顾台赴盟 这种事情朕是知道的 也极为忧虑 至于博英那里 速来贪财 多少年的老毛病 屯田的时候趁机占地 换个筑扎的地方 便意识适足 给自己建大宅子 吃空想折沽前往满里算 收受贿赂 朕心里也清楚 也一直积蓄不满 朕没什么好遮掩 但是朕不满 忧虑 却不是因为什么 朕在这里吃苦 你们却如何如何 所以心不能平 而是说你们终究是率臣 你们的部署终究是御营主力 说是这般糟蹋下去 到时候北伐 一边疏无战力 一边意图保全 就该怎么说 第四百九十几 桑林 一 张军与无戒各自愕然 玄机面面相对 很显然无戒是真不了解这位官家 而张军是真的安逸久了 悔错了意 不然呢 真要此时反腐 为何不全军一起反 真要背九十兵权 是不是先得让韩世忠先来 言之此处 赵九望着石桌上的那十来斩的菜肴 却是语气渐渐发冷 这样换你们来 其实只有一句话 说将来北伐你们能建功 那玉营后军的沆瀣一气 还有你张伯英的那些破事 朕便是最终有所处置 却也只会既往不救 因为毕竟都是从非常之石走过来的 但若北伐在你们两家身上出了差错 那就别指望交了钱 辞了官 便能全身而退了 因为 朕会让你们 吃不了兜着走 张军无家二人一起释然之鱼 傅又一起惶恐 便准备一气表态 他熟料 赵官家根本就不给他们说话的余地 起来吃饭 赵九冷冷相对 吃完了饭 朕在跟你们细细说 如何锤炼这两军 赵九说到做到 三人用过一餐 便直接去鱼塘岸上桑林中 说起了两军的相关事宜 臣愿意写一个亲笔画鸭的文书 给官家 此番回去后 玉婴幼军中绝无意识士族的事端 也绝不再有侵占屯田的事情 士族务必十日一炼 足额发放巨像 至于军资与军械 还有援俄之事 还请官家饶恕责告 臣只能保证臣这里不再给官家惹麻烦 下面的军将 却是不好真的一一管输下去的 稍作交谈之后 玉婴幼军都统张俊 便是指天化地 几乎是要在鱼塘边上立下誓言了 也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管束 文书就算了 张卿的话 朕还是信得过的 赵九远远白首 制止了远处十几名 正在桑林内忙碌的内侍前来建立 这些人呢 正在将部分没有成活的桑树拔除 然后继续移植新的桑树 天下人都说 你是个坐在前眼里的人 但 昔日在怀上朕便知道 你更是个懂得真正厉害得失之人 也是个关键时敢呼出去的人 你的话 朕愿意信 至于下面的事情 乃是本朝延续百余年的军中击毙 朕也懂得你的难处 这类事情 朕只要你能够做到韩良臣的地步 便已经谢天谢地了 张军彻底如释重负 直接就在桑林里面拱手 官家 韩良臣至军没什么出气的 臣必然能成 朕也知道韩良臣至军没什么出气的 但他本人实在是出奇啊 薄英 你扪心自问 他的那些神仙杖 你打得来吗 一来一回 一个是三阵节度使加郡王 一个是两阵节度使 就已经是彻底拉开了 张薄英欲言又止 不过你也不要着急 赵就停在了一棵桑树下 回身相对 当日韩世忠部署作乱 朕去他营中见他 话便说得很清楚了 今日也给你们说清楚 你们这些人跟着朕 首先便是兴颂灭金 成则成 不成则不成 朕要以日成大功 那天下之大 十个郡王总是养得起的 而如你这种懂得厉害的人物 那无论是想要生儿俱恋 还是死后儿女长远 朕总是能够处置得下来 关键是 咱们君臣经历了那么多 谁想要什么 何妨如今日这般 当面坦荡地来说 你与朕想要的 那朕自然能够与你想要的 张俊得了此言彻底泰然 便在桑树下俯首再败 连连标起了忠心来 而赵九素来不耐这个 只是听了两句便不耐烦了些了 只将对方唤起来 然后便直接看向了 今日着实长了见识的无界 晋青 你那里 却与薄英这边 不是一回事 臣醒的 有勇有谋 数无大 这无尽情啊 虽然是 初来京城便被卷入居中 足足是蒙了半日 但是半日下来呢 这该懂的呀 确实已经尽数懂得了 便是赶紧上前拱手 御营后军那里 乃是西军必病所在 官家之前 亲身在西军坐镇 胜危之下 裁军 整鞭 兽田 上下拒接服帖 可官家一走 只从哲孤前之初 远高于其他各军上 便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直接便有 固态赴盟之意 而陈无能 居然不能止 赵九副手 立在桑树之下 心是点了点头 但旋即陷入到了 一阵诡异的沉默之中 而春日风大 沉默中 一阵风不知从何处吹来 崇鸣 一时止住 然后桑树摇曳不停 便是脚下青草 也与鱼汤水波 一起荡漾起来 见此形状 无界不禁是有一些惶恐 以至于 一旁刚刚过了关的张俊 颇有一些幸灾乐祸之态 其实啊 这事怪不得无界 他当然惶恐啊 因为不管是 这位官家表现的 如何平易近人 如何的坦诚到 推心致富的地步 可是对方 始终都是一个官家 一个皇帝 一个天子 还是一个 有这般权威的天子 生杀欲夺 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最起码 吴近卿想不到自己 有什么反抗的余地 这阵风吹过 赵冠家终于开口了 却是上来 就让无界的心 沉到了渔塘底去了 朕以为 欲迎后军那里 与其说是荒废 弊病 倒不如说是 藩镇习气难改 想要重归往日的 藩镇格局上去 藩镇二字 不是什么破天荒的词汇 李刚主政时期 就曾经把这个当成国策 那个时候制制使 镇服使满天飞 这主力率臣身上 一般都要兼任 地方的使职 然后自愁军饷 自募兵马 而且不得不承认 那种措施 在当时是绝对正确的 他让当时陷入流亡状态 外加上只有两三万 可怜兵马的大宗朝廷 获得了喘息之机 并以此发展出了 多个野战集群 为后来的 赵宗朝廷的防御 立足提供了 最基本的军事力量 这韩世忠的御营左军 张俊的御营右军 岳飞的御营前军 张荣的御营水军 前期全部都是靠着 自己的地盘 自己的营收 来养活的部队 那李燕先步呢 更是因为维持着 唯一一个黄河北岸突击部 一直到现在 都是军政一把抓 甚至赵九直接控制了 御营中军 里面也得有这一多半 是那些前期的 藩阵分流过来的 那个阶段 这些帅臣们 自己收税 自己募兵 自己建立工坊 打造军械 韩世忠部 精英部队 标志性的同面 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俊 不舍得给士兵花钱 得到铁面 这种嘲讽性的外号 也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那个时候 这些帅臣 甚至自己任命官吏 军将 只是例行 给朝廷报个背罢了 但是问题在于 那是以前了 燕陵之战胜后 赵冠家欢迎救都 上来第一件事情 便是汇集各部率臣 然后吸收掉 宗泽留下的 东京 留守司兵马 再然后 财政稍微有了一点样子 便着手整治御营军 不惜是 加付加税 不惜加付加税 也要对御营各部 进行原额定夺 从而收回了 各部的财政权力 从那以后 各部的军饷 就从中央掉拨了 而且啊 这个也回到 东京为转折点的 收权过程 是一直持续的 渐进的 军饷之后 是地方官的派驻 全被收回 是御营中军 不断强化 是韩始忠征兵 引发民怨 遭遇深斥 是岳飞所求 军械材料最多 受到李光 李经的弹劾 是区端 这个最跋扈的军将 被一个御史 给押送到了朝廷 是王谢这个败类 被在九席上处死 是连张荣步 这群水贼出身的人 都在东平府 这群水败的军 是在九席上处死